望闻问切 古一看病的流程 每一个都至关重要 老金虽然对韩三 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 但他心中有疑虑 还需要继续看诊 韩三 刚才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老金立声问道 韩三却嘴角抽搐 努力却结巴地说道 他他他他他 他们用用用用 真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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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文言 严守一和老金眉头紧皱 果然胡柴的第三道读 没那么简单 扎的哪脸 严守一追问 韩三身体早已经麻木 对针扎这种轻微疼痛 几乎没什么知觉了 他只能勉强地描述 嘟嘟嘟嘟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嘟嘟嘟 打电话呢 龙非诚插嘴骂道 韩三咬咬牙 嘟嘟嘟肚子 打扰了 龙非诚缩了缩脑袋 感觉到严守一和老金在瞪他 他决定闭上嘴巴 免得再添乱 严守一立刻掀开韩三的衣服 发现其肚皮上 的确有几个小针眼 好在严守一对人体穴位还算了解 立刻认出这几个穴位 老金 世神风穴 张门穴 和太乙穴 老金闻言 眉头一皱 不对 应该不止这些穴位 还还还还 韩三又说到 背背背上 厚厚厚厚厚脑脑脑脑勺勺 这大半的时间 都浪费在韩三的口吃上了 严守一一一检查 最终又确定了几个穴位 天宗穴 浑门穴 金门穴 后顶穴 预诊穴 即便严守一对穴位有所研究 但胡柴下的这些穴位 已经过于复杂 这些穴位单一拎出来 严守一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但加在一起 严守一就懵了 他只能看向老金 老金罕见的 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而是皱着眉头思考许久 他担心这些真恐当中 存在胡柴故意设下的陷阱 以胡柴的性格 引导老金做错误判断的事 肯定是干得出来的 老金必须排除掉那些干扰信息 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这无异于将八个穴位 进行排列组合 足足有40320个组合 而正确的答案 只有其中 一 40320 颜守一沉默了 他猜到胡柴出的题会很复杂 但却没想到会如此复杂 光是选择出正确答案 就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更别提这一 40320的概率有多低 选错的概率有多大 不行 不行不行 老金突然间摇头 严肃道 这么多穴位被下针 能造成兴奋和口吃的可能太多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判断依据 可现在 韩三除了兴奋与口吃之外 并没有任何症状 上哪儿寻找更多的判断依据 颜守一望向胡柴 只见这家伙吃着牛肉 喝着小酒 别提有多自在了 他显然胜券在握 突然间 颜守一脑海中 闪过一道灵光 老金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本身也是胡柴给我们出的一道题 他低声对老金说道 老金不解 什么意思 胡柴喜欢杀人 更喜欢折磨人 前两道毒都让韩三那般痛苦 这第三道毒 又怎么可能让韩三如此轻松呢 颜守一分析道 他是故意隐藏韩三的病症 就好像在真相外头 加上好几个上锁的箱子 等我们一道道解开 一点点还原韩三的病症 老金瞳孔皱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胡柴就太过恐怖了 不仅仅是下毒功夫上的深浅 更是此人的思维方式 正常人解毒 只会想着如何消除现有的病症 谁会知道 胡柴在下毒之后 又主动解毒 将真正的病症隐藏起来了 如果颜守一和老金按照正常的解毒思路去解毒 哪怕第一时间 韩三的兴奋和口吃病症消失 但很快其他的病症也会爆发 到时候 韩三必死无疑 你的推测缺少证据 我们必须试一试 老金说道 你不是会鬼门十三针吗 按我所说的去做 试一试韩三的神堂穴 好 颜守一当机立断 将韩三翻过一面 然后取出鬼门十三针 找准他后背的神堂穴 轻轻碾了下去 一针神堂穴 韩三竟然立刻有了反应 他停止了抽搐 但嘴里却疯狂喷血 狗倒是等人大惊失色 常山担心道 韩兄这是什么了 该不会是颜兄他们出错了吧 我们也不知道 妙计摇头 这前两轮的较量 他们还能看懂一二 但到这第三轮 他们也毫无头绪 老金 这是什么情况 颜守一着急地问老金 老金脸色难看 你的猜测没错 韩三的病症被隐藏起来了 他身上的毒没那么简单 不能让他继续这么吐下去吧 你会点学功夫 先封住他的经脉 我还有问题要问韩三 颜守一立刻在韩三身上点了两下 果然有效果 韩三止住吐血 脸色苍白 我我我我 我好痛痛痛痛 韩三艰难地说道 颜守一按着韩三的额头 似乎在用自己手心的温度 让韩三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真切 老金急忙问道 他们用来扎你的针 是什么颜色的 不是银白色的吧 嘿嘿嘿嘿 韩三回答得很着急 病症依据 又多了一条 老金冲着颜守一喊 胡柴他们将毒药 涂抹在银针之上 再用涂毒的银针 对韩三下手 现在他身上的穴位 大部分都被毒性侵染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你按照我说的做 老金一口气 说出一堆检查步骤 好在颜守一记忆力惊人 临危不乱 全部照做 更多的信息 暴露在老金的面前 依靠着这些信息 老金逐步判断出 胡柴的把戏了 只是 推断出结果的老金 脸色却前所未有的难看 老颜 你说对了 胡柴给韩三上了锁 而且足足七道 我们没解开一种毒 就是解开一道锁 韩三的身体状况 不会随着我们解毒 而越来越好 相反 会越来越差 只有当最后一道毒解开 他才能活命 而在这之前 他必须准备好 迎接地狱般折磨的准备 老金识破了胡柴的计谋 但这并不让胡柴觉得意外 他的这一题 高明归高明 但老金若是破不出来 胡柴甚至会觉得 老金不配当骑皇派传人了 胡柴把下在韩三身上的毒 命名为七绝毒 名字十分朴素 也十分形象 正是七个让人绝命的毒物 融合在一起 通过下针的方式 将毒下在对方的穴位里 穴位有无数个组合 先后顺序 也会影响解毒的方法 所以 下七绝毒的方法有无数种 但解七绝毒的办法 却只有一种 七绝毒是胡柴这些年 通过折磨名门大派弟子 而自创的一种毒物 至今为止 就连胡柴自己 都没有找到七绝毒的解毒办法 所以对胡柴而言 七绝毒就是无解的 但胡柴对老金却很是期待 毕竟解毒不是韩商派的强项 他期待老金能够解开七绝毒 但也只是理论上解开 七绝毒 每解开一道毒 就会让韩三多一道痛苦折磨 分别是热血 开炉 碎骨 断舌 刺眼 斩肢 以及最后的穿心之痛 这些疼痛感 是胡柴一次次试验出来的 任何一种疼痛施加在普通人身上 都足以让他们痛不欲生 而韩三这几天所遭遇的痛苦 还不足七绝毒的十分之一 就算老金最后解毒 韩三就真的能挺到最后一刻吗 胡柴冷笑着 他自信 韩三做多扛到第四道毒 就会主动放弃 哼 齐皇派 你们拿什么和我斗 老金掌握了许多信息以后 心里渐渐有了方案 他指挥着掩手一 先用鬼门十三针 封住韩三的一些穴位 避免解毒的时候 韩三会因为疼痛而昏厥 七绝毒必须要在韩三清醒的时候解 一旦他陷入沉睡 就算是阎王爷来了 都没法把他留在人间 前四道毒 用鬼门十三针可解 后两道毒 需要配合丹药施针 最后一道毒 我还没有想好 到时候见招拆招吧 老金咬牙道 针对前六道毒拿出应对方案 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那最后一道毒影响太深 老金需要再观察观察 严守一又抽出一根鬼门针 问道 老金 你说 我做 刚才的那一针 已经解了热血之毒 接下来是第二针 下载灵台学 切记手法轻柔 失针的时候 轻转针末 严守一聚精会神 找准灵台学 按照老金的要求失针 迎针缓缓进入韩三的身体 韩三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眼神里带着思思恐惧 突然 严守一感到 针尖似乎触碰到什么硬物 如果他不使劲的话 迎针无法再深入半分 他刚刚皱眉 老金就知道他遇到的问题 立即说道 刺破硬物 此毒可解 好 严守一没有任何迟疑 微微用力 迎针又下降了几分 啊 韩三突然抱起 双手捂着自己的脑袋 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好好好 好疼啊 韩三痛苦地喊道 他这是怎么了 严守一有点慌 老金却十分镇定 灵台穴位于中枢穴之上 又在脊椎位置 会影响到韩三的脑神经 让他感觉到开炉般的痛苦 难怪韩三抱着脑袋打滚 他感受到开炉之痛 说明我们做对了 第二道毒解开了 老金喝道 现在 废掉他的双手双脚 不管他有多疼 都得忍着 否则他一挣扎 你就没法失真了 严守一咬咬牙 为了救自己的好兄弟 他也只能下狠手了 韩三 你忍着点 韩三抱着脑袋 歇斯底里地喊道 动动动动动动手 我不怕 我可可可 可可以一夜 见韩三如此有决心 严守一也不再犹豫 直接挑断韩三的手脚筋 韩三顿时无法挣扎了 但开炉之痛 还是让他身影不断 老金 怎么解第三道毒 天冲穴 这次下针要快 要狠 明白 严守一又抽出一根鬼门针 找准位于韩三幼儿上方的天冲穴 直接插下 哈哈哈哈 韩三的惨叫声连续 一口气足足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狗道士等人 只觉得心脏直跳 不忍心目睹这种人间惨剧 老金喝道 这是碎骨之痛 韩三会觉得 全身的骨头都被打碎了一遍 虽然痛 但也说明我们这一步走对了 接着来 好 第四针 下载七海穴 这一针切记浅针头没入半厘米即可 此时 严守一的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韩三的痛苦 反复加倍还给严守一 他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第三针下在韩三身上 韩三忽然间不叫了 韩三 严守一大惊失色 以为韩三断气了 却见韩三面色痛苦挣扎 却口不能言 甚至连惨叫声都无法发出 这是断舌之痛 韩三从现在开始 已经无法说话了 老金解释道 热血 兴奋 开炉 碎骨 还有此时的断舌 四重痛苦堆叠在一起 韩三却连一丝惨叫声都发不出来 这是何等的折磨 好活 好活啊 一直在看戏的胡柴 并没有因为老金 解开四道毒而担心 反而高兴地拍手 解毒算什么 看到韩三如此痛苦的表情 胡柴心里才觉得高兴 舒坦 接着解毒 接着解 胡柴大笑道 我就喜欢看名门大派弟子受苦 哈哈哈哈 眼手一咬牙 虽然心里很是愤怒 但他不想浪费时间 每多花一秒时间 韩三就要多承受一秒的痛苦 老金 我们继续 第五道毒 配合地灵圆羊丹 我这里正好有 给韩三服下 服下之后 下神葬穴 选用最粗的那根鬼门针 断舌之痛后 是刺眼之痛 韩三的手脚已沸 无法捂着双眼 所以他努力地挤眉弄眼 将双眼挤得通红 甚至快要将布满血丝的眼珠子 瞪出眼眶 狗王 龙飞成脸色猙獰 忍不住闭上眼睛 他一口一个喊狗王 平常总是笑话 韩三是个甜狗 但心底里也把他当作 志同道合的好兄弟 如今 看到好兄弟 受这种非人的折磨 讲义气的龙飞成 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 第六道毒 需要在云门学 气会学同时施针 但需要配合着服用的 广陵户卖单 我手头上并没有现成的丹药 老金一边说着 一边跑向屋子 你们与韩三对话 切记让他不要放弃 只要五分钟 五分钟 我就能把广陵户卖单练制出来 老金练单技术娴熟 再加上有天悬浮火法的帮助 五分钟炼制一枚广陵户卖单 不是难事 真正困难的是 韩三能否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之下 坚持下来 常山不太明白地向妙记发问 老金为何不提前炼制好丹药 再快速解读 妙记沉声回答 在前一道毒解开之前 谁也不知道后 一道毒到底是什么 老金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无法提前准备丹药 韩三 韩天狗 韩狗王 严守医抓着韩三的肩膀 轻轻地摇晃 同时和他对话 老子现在是民俗研究会会长 碍于你的面子 才没有对毛山出手 要是你压死了 老子就带人踏平毛山 韩三手脚无法动弹 也无法说话 只能拼命摇头 不想老子踏平毛山 你他妈的就好好活着 林子彤是我老婆 你就别想了 不过子彤有个表妹 长得不说和他一模一样 但至少有七分想 而且他今年刚满十八 韩三突然停止摇头 开始疯狂点头 操 还得是你啊 韩狗王 严守医见这招有效 便接着说道 对了 那个表妹其实是个双胞胎 姐姐奔放如火 妹妹静若厨子 他们俩有一个愿望 就是一辈子都不分开 如果有哪个男人 能够入得了他们的眼 他们愿意共试一夫 原本还满脸痛苦的韩三 居然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 这可把长山看待了 他忍不住出言劝说 韩兄 佛语有道 色即是空 空极失色 闭嘴 妙计直接捂住长山的嘴巴 劝人也得分时候 现在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可不能让长山破坏了 这大好节奏 龙飞城见韩三居然笑了 便眼珠子一动 插嘴道 靠 言哥 你和嫂子有这么好的资源 居然不介绍给我 我哪点比韩狗王差了 要不咱们现在 直接弄死韩狗王 我保证会对两个表妹 一辈子好的 韩狗王一听 这还了得 脑袋又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他似乎在说 小龙你个狗日的 你居然和盗爷我抢女人 要不是盗爷我现在手脚全废 指定跳起来 把你给劈了 见韩三这副模样 眼手艺也笑了 韩三还能保持理智思考 说明 他还能扛得住这种痛苦 他和龙飞城 便继续不断聊起女人的话题 让韩三分心 减轻她的痛苦 这怪异的荧幕 让许胜男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韩三如此好色 他是怎么成为毛山接班人的 胡柴竟然认真思考了一阵 我寻思着 如果把韩三放回去 让他接手毛山 恐怕毛山都不需要我们乌神山出手 不出几年 就会被韩三给整垮了 五分钟的时间 很快过去 老金举着 还冒着热气的广陵户卖单 冲了出来 单要练好了 准备解第六道多 眼手艺文言 立刻抽出两根鬼门针 等老金把广陵户卖单 塞进韩三嘴里 眼手艺紧接着 便按照老金的叮嘱 对云门学 气会学同时时针 手剩一些的古一传人 都需要万分小心 一针一针地来 同时下两针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好在眼手艺的身体 已经超脱普通人范畴 对身体每一块肌肉的控制 都到了极致 再加上他本来也有过练习 这才能完成两根鬼门针 同时失针的高难度操作 三秒过后 韩三突然抬起头 身体绷得笔直 脖子上轻筋突起 呼吸都停止了有半分钟之久 第六道毒也解了 韩三现在又多了一道斩肢之痛 他会感觉自己的四肢 不停地被斩断 这是最直接 最血肉的痛苦 任何办法都无法让他分心 无法减轻他的痛苦 老金声音无比低沉 他可以想象到 韩三承受着多么恐怖的痛苦 正所谓一者人心 这些痛苦 仿佛加倍作用在老金自己的身上 让他心如刀割 这种心情 韩商派的胡柴 是体会不到的 他反而乐中于观看别人的痛苦 就剩最后一道毒了 严守依期待地看向老金 前六道毒老金都处理得一帆风顺 现在只差最后一道毒 就能够救下韩三 然而 老金却卡在这最后一道毒面前 老金 严守依催促地提醒 老金长叹一口气 最后一道毒 目前没有任何病症做依据 我看不出来了 严守依脸色大变 急忙冲到老金身边 着急道 怎么会呢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韩三现在这么痛苦 我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救他 最后一道毒 正是最难解的一道题 韩三身上的病症是很多 但已经和之前的六道毒 一一对应上了 反而是这最后一道毒 完全没有任何特殊的病症 我如何对症下药 老金十分沮丧地说道 这最后一道毒 只有一次机会 错了 韩三可就真的死了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办法的 严守依不愿放弃 他又回到韩三身边 仔细地观察他的情况 热血 开颅 碎骨 断舌 刺眼 斩肢 这些痛苦 也同样是韩三的病症 只可惜 韩三现在无法动弹手脚 也无法说话 甚至连眼睛都看不见了 否则严守依还可以通过询问 问出 韩三自己的感受 看到韩三痛苦的模样 严守依心急如焚 突然间 严守依的脑海里 有灵光闪过 循环 是循环 他大声呼喊道 老金 这最后一道毒 是胡柴用来掩盖之前所有毒效的障眼法 所以 七绝毒的病症 其实是一个循环 最后一道毒的病症 就是口吃 是结巴 这话 这话犹如醍醐灌顶 让老金突然间绷直腰杆 手背上甚至都冒出了鸡皮疙瘩 结巴 没错 你说的没错 病症是结巴 老金一把年纪了 此刻却高兴地像个孩子不停地拍手大笑 对付这七绝毒 老金有把握了 兴奋 口吃 这是父子毒 是父子毒 父子毒是最常见的毒之一 所以在最开始 我才无从下手 胡柴这一招确实高明 还好老爷你看出这其中的玄机 否则我绝对不可能找到头绪 老金犹如醍醐灌顶 一瞬间想通了所有 他因为过度激动 而满脸通红 严守一苦笑道 老金 咱这个时候就别再夸对手了 赶紧说如何解毒啊 哦 对对对 父子毒好解 只需要用五干浆和制干草融合 炼成五干灵液 给寒三喝下就行了 说着 老金又往屋内跑去 屋子里各种种草药都有 像五干浆和制干草 这种常见的草药 也肯定不会缺 这七绝毒 稳了 严守一如释重负 抓着寒三的肩膀安慰道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你再忍一忍 寒三依旧在咬牙苦苦支撑 好在胡柴的七绝毒 没有让寒三耳聋 否则他目不能视 口不能言 再加上听不到声音的话 那就真的犹如 被关在漆黑的地狱里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那何等的绝望 然而 老金进入屋子以后 半天却没有动静 狗倒是不太放心情况 跟进屋子里查看 可十秒钟后 两人却一起失魂落魄地走出来了 怎么回事 妙计盲问道 老金颓废无比 不想回答 狗倒是咬牙切齿 屋子里没有五干浆和制干草 什么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龙飞城第一个忍不住 质问胡柴 胡舵主这是什么意思 屋子里没有我们要的药材 我们还怎么解读 此时的胡柴 却阴侧侧地笑着 他满脸无辜地说道 七绝毒连我自己都没解开过 我怎么知道解毒要用什么药材 屋子里已经尽可能地准备了最多的药材 但偏偏就是没有五干浆和制干草 我也很抱歉呢 严守医算是明白了 胡柴口口声声说 自己没解开过七绝毒 但他非常清楚 解七绝毒必须要用到五干浆和制干草 屋子里的药材应有尽有 唯独没有五干浆和制干草 胡柴这是从一开始 就没想让韩三活命 胡柴主 你是故意的 严守医站起身来 不在掩饰眼中的敌意 一步步逼近胡柴 胡柴浑然不惧 反而捧着肚子 哈哈大笑 我是故意的 我当然是故意的 哈哈哈哈 老子早就知道 你和韩三的关系没那么简单 你拙劣的演技 是个人看了 都能识破 还真把我当傻子吗 严守医 我是很敬佩你杀人诛心的手段 但韩三的命 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给你 我陪你们演戏 陪你们下赌约 然后看着你们 亲手折磨自己的好兄弟 最后还要目睹 韩三在痛苦和绝望中死去 哈哈哈哈 我坦白 赌约的计划 只是我临时起义 但这灵感创意 却是出自你严守一只口 杀人诛心 杀人诛心 哈哈哈哈 太妙了 所有人都沉默了 因为大家都被胡柴给摆了一刀 被戏耍的羞耻感 此时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韩三无力回天了 他要忍受热血 开炉 碎骨 断舌 刺眼 斩制的六重痛苦 在绝望中死去 同时绝望的 还有老金 他做出了努力 使出浑身解数 依旧没能救下韩三 对于一名医者而言 这足够给他留下一辈子的阴影 甚至有可能放弃从医 混账东西 草泥马 龙飞成再也忍不住 拔出彩微剑 披向胡柴 可胡柴却不躲不闪 根本不怕龙飞成 碰 许胜男一个闪身 拦在胡柴面前 一脚将龙飞成踹翻在地 男人婆 你别挡到 我要P这个混账东西 龙飞成趴在地上吼道 胡柴冷笑 左护法对我忠心耿耿 岂会听你指挥 今日不光韩三要死 二等都要成为我的人质 民间教派要打败名门大派 就不允许有你们这种中立派存在 胡柴早就看穿严守一的中立立场了 所以他准备打破这个僵局 彻底把两派关系推翻 左护法 通知外面的人 可以收网了 胡柴冷笑道 是 多卓 许胜男大声应喝 然后转身一拳打在胡柴的太阳穴上 胡柴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 直接两眼一翻 晕倒在地 这 这什么情况 龙飞成都猛了 不是说左护法对胡柴忠心耿耿的吗 怎么突然就反水了 也没那么忠心吗 就在所有人都愣神之际 严守一走向胡柴 一边在胡柴的身上翻找什么 一边解释道 趁着刚才胡柴离开的时候 我用邪佛的力量控制了许胜男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大悟 随后大喜 这变态胡柴 总算阴沟里翻船了 严守一接着说道 许胜男跟着胡柴去下毒的时候 就已经被我控制了 我知道胡柴下毒的全过程 也知道他故意把五干浆和制干草藏在身上 刚才之所以能点破最后一道毒的玄机 其实不是我聪明 只是我提前知道了答案 反推了解题过程而已 老金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还纳闷呢 为什么自己这个这儿八经的 骑皇派古异传人都没有头绪 严守一立刻就看出来了 之前情况紧急 老金也没想太多 现在回想起来 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光靠当时的病症 就算是大罗金先来了 也找不到解毒的头绪 严守一从胡柴身上 找到了足够分量的五干浆和制干草 直接交到老金手中 老金二话不说 立刻开始制作解药 常山不解 胡柴为何要把解药藏在身上 他就不怕被我们发现吗 直接销毁掉 岂不是没有后顾之忧 严守一叹了口气 脸色阴沉地回答 这是怪我 自打我介绍了杀人诛心的方法以后 胡柴就一直琢磨着 怎么助我们的心 他在身上藏着五干浆和制干草 是想在寒三死后再拿出来 让我们万分后悔 一辈子活在愧疚当中 闻言 众人都忍不住道西 一口凉气 这胡柴 当真是折磨人的天才 老金正在紧张地制作着解药 而众人看着昏迷过去的胡柴 以时间心里来气 龙飞城上前喊道 大家都让开 我忍胡柴很久了 众人没人动弹 龙飞城有点尴尬 他走到胡柴身边 小声问严守一 严哥 你确定胡柴不会突然醒来吧 不会 放心 严守一给出肯定答复 胡柴只是寒伤派古一罢了 他擅长的是下毒 自身实力并不强 被许胜男中击太阳穴 不死就不错了 短时间内怎么可能醒过来 得到答复 龙飞城松了口气 顿时变得大胆起来 他骑在胡柴身上 啪啪给了胡柴俩耳光 痛骂道 狗日的胡柴 玩什么不好 非要玩毒 你把自己当吸毒欧阳风了 看我不大嘴巴抽死你 又是几个耳光招呼 胡柴的脸都被打肿了 龙飞城很是解怯 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 刚好小爷我也喜欢放毒 今天就让你领教一下小爷的厉害 只见龙飞城蹲在胡柴的脸上 使劲地崩了一下 屁声震天 气流直接吹乱了胡柴的头发 即便是昏迷中的胡柴 脸上也露出了极度痛苦的表情 常山捧着张脸 努力克制着 不让自己笑出来 否则他怕自己这一笑 十年的功德就没了 哼哼 这次就当让你长记性了 下次再做坏事 小爷我饶不了你 龙飞城站起身来 心满意足地退了回去 龙飞城最难得可贵的一点就是 他虽然爱装逼 但每次都装得适可而止 不会以身犯险 小命最重要 他生怕自己一个屁 把胡柴给崩醒了 所以及时收手 严守依此时才注意到 躲在角落的那六名毛山派弟子 自打许盛南杀了 其中一名毛山派弟子以后 剩下的人就都不说话了 不知是被吓傻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你们几个 还行吗 严守依询问道 六名弟子不敢回应严守依 挤在墙角瑟瑟发抖 严守依无奈道 我都把胡柴给弄晕了 你们难不成还认为我 和他是一伙的 再说了 刚才是谁拼了命 再救你们的韩三师兄 毛山派弟子们 恐怕这几天也被折磨得不轻 甚至失去了判断能力 不敢相信严守依是好人 不过 他们此时看到晕过去的胡柴 又想到胡柴昏迷之前说的话 慢慢地开始相信 严守依似乎是向着他们毛山派的 一名毛山弟子弱弱地说道 严 严会长 您真的不会杀我们吗 我突然明白 你们为什么会被抓了 严守依叹气道 六个人 哦不 七个人凑不出一个完整好用的脑子 能不被胡柴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吗 他只能耐心地解释道 之前我对胡柴也没什么了解 只能配合着他逢场作戏 现在演不下去了 也就不装了 韩三是我的好兄弟 我怎么可能害他 更何况毛山与我们民俗研究会 也没有撕破脸皮 我杀你们有什么好处 毛山弟子们慢慢相信严守依 开始放下警惕 依不到韩三的身边 看到韩三痛苦的模样 毛山弟子们愧疚不已 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韩三师兄也不会被抓 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也不想再提了 总归是他们害了他们的韩三师兄 没过多久 老金就带着解药出来了 众人赶紧给韩三服下解药 没想到韩三的表情却更加痛苦 毛山弟子们慌了 连忙质问 你们不是说 要叫韩三师兄吗 怎么他吃了解药以后 不但没好 反而更痛苦了 老金对严守依他们有好脾气 不代表他对其他人 也有好脾气 被毛山弟子们 用如此语气质问 老金二话不说 直接踹倒那名多嘴的弟子 这才冷声解释 七绝毒 没解开一道毒 就会多一道痛苦 现在韩三 要忍受最后一道穿心之痛 扛过去了 才算彻底解毒 他妈的 合着刚才老子在解释的时候 你们压根就没听 就你们也配当韩三的师弟 毛山的脸 都被你们丢光了 解救韩三的过程当中 六名毛山弟子 一点贡献都没做 现在反而还来质问老金 老金能不生气吗 既然老金唱黑脸了 严守依也就自然唱红脸 他蹲在韩三身边说道 你们丢的脸 又被韩三给捡起来了 他今天扛住了这么多痛苦 让我不得不佩服 韩狗王 你是真男人 热血 开炉 碎骨 断舌 刺眼 斩肢 穿心 七种痛苦 每一种都能要人的命 而韩三却同时忍受住七种痛苦 抗下这么长的时间 实话说 在此之前 严守依真的没想到 韩三能扛得住 他能被任命为毛山的接班人 看来是真的有些过人之处 毛山弟子们羞愧不已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连忙向老金他们道歉 老金摆摆手 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 身为齐皇派古依 这一次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还击败了韩商派的胡柴 让老金心里那团火 重新燃烧起来了 齐皇派古依 不应该再藏着掖着了 是时候重出江湖 重振威名了 韩三忍受着痛苦 额头上布满汗珠 浑身的衣服都被冷汗给打湿了 这种状态持续了五分钟 最后 所有的痛苦同时消失 在那一瞬间 韩三吐出一口浊气 然后睁开了布满血丝的眼睛 夕阳略有些刺眼 但却异常地温暖 韩三感觉自己 去地狱里走了一遭 把十八层地狱的项目 全部体验了一个遍 还和阎王爷斗了几把地主 见到韩三恢复过来 众人连忙为上前 老金第一个询问 韩三 你还有哪里不舒服的吗 不舒服记得说出来 我要确认 七绝毒到底解开了没有 韩三虚弱地笑着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大爱了 老金这才松口气 随后韩三看向眼手一 声音沙哑地说道 说好的两个表妹 你别骗我 否则 我和你拼了 表妹 什么表妹 眼手一笑着说道 我岳父三代单传 子童压根没表妹 Sara 你刚才中毒太深 出现幻觉了吧 你 你 我 嘎 韩三瞪着眼手一 半天说不出话来 随后倒心崩塌 直接一扭头 晕了过去 颜哥 你是真黑啊 龙飞城在一旁笑道 论杀人诛心 胡柴只是个弟弟 你才是大魔王 眼手一摆摆手 我这么做 不也是给韩三一个精神支柱吗 既然他已经扛过来了 那还是趁早打破 泡沫为好 省得他整天惦记着双胞胎表妹 话说回来 嫂子真的没有双胞胎表妹 表妹没有 表姐倒有 四十多岁的人妻 你要吗 女人三十猛如虎 四十坐地能稀土 我觉得我努努力 也不是不行 滚犊子 颜手一踢了龙飞城一脚 龙飞城黑黑笑着躲开了 你们几个 给你们师兄喂点水 看景点 别让他这时候隔屁了 颜手一吩咐茅山弟子 这群臭弟弟现在可听话了 赶紧忙或者照顾韩三 韩三安全以后 颜手一终于有时间思考 接下来的计划了 众人重新坐到桌边 此时才敢放心大胆地吃肉喝酒 别的不说 这胡柴的厨艺是真不错 狗倒是一边吃鹅腿 一边说道 妙计喝下半瓶二锅头 说道 手一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哎 今天到这么一出 咱们和乌神山的关系 看样子很难有好转了 颜手一叹气道 不过胡柴是这个尿性 既兵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 早晚都会起矛盾 颜手一思考着 这回 他肯定是招惹上乌神山了 偏偏接下来 他还要在乌神山的地盘 前往长白山 乌神山眼线众多 想要完全掩人耳目 是不可能的 好在这里距离长白山 也就剩下一天的路程了 只要想办法拖延一下时间 趁着乌神山反应过来之前 抵达长白山 问题就不大 于是 颜手一有了决定 等我们离开此地 乌神山肯定会有所行动 为了不被他们牵制 我觉得 咱们可以先把胡柴 带着当人质 嗯 这个计划不错 既并再怎么样 也不会对胡柴的生死 视而不见 狗倒是笑道 拿胡柴当人质 应该能牵制住乌神山 长山问道 那韩兄和毛山的道友 该怎么办 韩三现在状态可不好 那六名毛山弟子的实力也不强 跟着他们去长白山的话 多半是累赘 但直接把他们丢下吧 说不定又会被乌神山的人给抓走 颜手一叹气道 只能先带在身边 走一步看一步 东北也不是完全没有名门大派 有机会 我们把他们托付给可信的名门大派 再通知毛山过来接人 问题应该不大 目前身在敌营 腹背受敌 四面楚歌 颜手一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众人吃饱喝足 算是恢复了体力 韩三的状态也稍微好一点了 老金又给他喂了几副药 能帮助韩三快速恢复 此时夕阳西下 温度骤降 颜手一从胯包中拿出棉袄 让所有人穿上 大家准备好 咱们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 颜手一说道 待会儿我控制许胜男在前头开路 问题应该不大 要是实在瞒不住了 大家就一起杀出去 有狗道士和妙计坐镇 区区乌神山 杀得七进七出 也不成问题 只是现在队伍里 有没什么战斗力的毛山弟子 有基本废了的韩三 所以战斗能避免则避免 众人准备好之后 扬起不省人事的韩三 颜手一和许胜男 架着昏迷的胡柴 一起推门而出 院门刚刚推开 便有几名乌神山的成员围上来 左护法 副舵主怎么了 许胜男淡淡地回答 副舵主和颜会长相见恨晚 一起折磨了韩三这丝 心知所知 有点喝高了 我送他回去休息 几名乌神山成员皱眉 观察了一下 倒没发现端倪 韩三的模样 看着确实像是被折磨得半死 副舵主的身上 都喝肿了 最重要的是 开口的是 副舵主最信任的左护法许胜男 他的话语权 是村子里除了副舵主以外最高的 大家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许胜男到 把车子开过来 乌神山成员赶紧照办 几辆车子驶来 许胜男安排大家一一上车 就连毛山派的弟子们都有座位 这让几名乌神山成员有点纳闷了 拦着颜手一问道 你们要带这几名 毛山派弟子去哪 颜手一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一面离真 皆为妄想 乌神山成员愣了愣 玄机低头 你们去吧 戒律力量真好用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妙计趁机把司机请下车 自己坐到驾驶座上 另一辆车的司机是许胜男 至此 所有人都上车了 我们走 颜手一升起车窗 许胜男发动车子 一脚油门离开村子 看到那个恐怖的山村渐渐远去 车上的毛山弟子如释重负 心里满是死里逃生的庆幸 别高兴得太早 这里依旧是乌神山的地盘 要是他们的追兵追上来了 我们倒是有保命的本事 至于你们吗 狗道士的一句话 顿时让六名毛山弟子透心凉 话音才落 颜手一忽然注意到 后方跟来几辆车 他立刻意识到不对 沉声提醒所有人 乌神山的人追上来了 没想到他们的反应速度这么快 众人连忙转身去看 果然看到乌神山的车凶神恶煞地追上来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乌神山的追兵 居然拿出了冲锋枪 侧着身子探出车窗 对着前方的两辆车进行扫射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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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的重弹声 在众人屁股后头响个不停 龙飞成功着身子喊道 这帮人不讲武德 悬门打架 竟然用热武器 没想到刚出狼穴 又入虎口 开车的妙计提醒道 我们要是开着满是弹孔的车子在外头 立刻就会被拦下 消息恐怕马上会传到乌神山和铁沙山那 这车不能开了 直接下车和他们拼了吧 严守一也是这个打算 可就在妙计一个飘移刹车 所有人准备下车动手的时候 一辆大货车突然从侧面冲出 直接将追兵的三辆车撞下山崖 光荡 哄 追击严守一等人的乌神山成员们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半路上还能杀出一个成咬金 轿车在货车面前 简直就像纸糊的若鸡一样 不堪一击 直接被撞下山崖 三辆车子一连滚了十几圈 最后一头撞在下方的巨石上 里头的乌神山成员被摔得七荤八素 生死未捕 杨哥 严守一通过后视镜 认出了那辆货车 正是杨哥的货车 车上的杨哥探出脑袋来 笑着喊道 小龙 快上车 龙飞城 大家所乘坐的两辆车上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弹孔 开出去太过于引人注目 严守一本就有汽车的想法 而今杨哥来了 严守一没有犹豫 直接喊所有人转移去货车上 许盛南带着昏迷的胡柴 与其他茅山派弟子坐在后车厢里 妙计和长山主动也跟进车厢中看守他们 其他人则是带着寒三坐到座位上 等到所有人上车 严守一长出一口气 杨哥黑黑一笑 一脚油门便往山下开去 虽然很不想和你们这些人有牵连 但我转念一想 要是我在关键时刻出现相救 你们该不会一点感谢之意都没有吧 我这个人很粗俗的 救援一次只要一万块钱 众人屁股还没做热闹 杨哥就已经开口要钱了 不过此时没有人觉得杨哥要钱过分 甚至觉得区区一万 根本不足以表达大家的谢意 钱不是问题 严守一笑着拍了拍杨哥的肩膀 说道 但杨哥 你得先告诉我 是谁派你接近我的 此话一出 车子里顿时陷入寂静 龙飞城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杨哥 而狗道士则是眉头紧皱 老金头也不抬 他再为寒三把脉 严守一沉声说道 这里是乌神山的地盘 不是谁都能进得来的 而且 许胜男是个很小心谨慎的人 如果杨哥你 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怎么可能一路跟踪来到这里 别和我说什么凑巧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 我不是傻子 杨哥沉默一阵 突然笑道 你不是傻子 但这一路上 不也把我当傻子忽悠吗 也就是我有任务在身 才能一路装傻 换做其他的货车司机 早在第一天 就把你扔服务区 自己跑路了 严守一嘴角上扬 他其实早就怀疑杨哥的身份了 不过怀疑归怀疑 一路上只要提防这点 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才没有揭穿他的身份 我总算可以喊你的真名了 严守一 杨哥边开车边笑道 这一路我可言得好辛苦 这时候 一只冷冰冰的手 从后方抓住了杨哥的后脑勺 狗道士的声音 在杨哥的耳边响起 回答他的问题 不要再说废话了 狗道士的职责 是保护严守一的安全 他可不会容忍 杨哥这么大的一个隐患 在严守一身边 前辈 您不用太紧张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杨哥冷静地回答 但我有个代号 叫智鬼 智鬼 李根苗手下 四指五鬼里的智鬼 至今为止 五鬼中的血鬼 胶鬼 已经被阎守一给杀了 如今智鬼现身 只剩下命鬼和闻鬼 是阎守一没见过的 龙非诚冷笑道 原来你是为李根苗卖命的 新玄山派好久没出来做妖 是不是最近李根苗嫌的蛋疼 又想要整出什么妖蛾子 龙非诚说的 也是阎守一想要问的 但杨哥却摇头 不不不 新玄山派一直都是 悬门当中最有理想 有报复的门派 李根苗从不整 什么妖蛾子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崇高的理想 而我之所以被派到 把阎会长安全送到长白山 阎守一不相信杨哥的话 这是任务 我问的是目的 他不信李根苗会有那么好心 把你安全送到长白山 就是目的 杨哥答道 李根苗已经在长白山等你多时了 如果不是无神山捣乱 本来今日我就应该到长白山交差 众人脸色一沉 李根苗提前到了长白山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万一这家伙在长白山设下天罗地网 即便阎守一身边 如今有狗道士和妙级武僧 也未必能安全脱身 所有人心里已经生出立刻下车的想法 包括阎守一在内 阎哥似乎知道大家会有这种反应 所以连忙解释道 我发誓 这一次李根苗对你们没有恶意 事实上 他早在七天之前就到长白山了 你们此行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去见一个人 阎守一呼吸一致 戏子在长白山不是为了等我 而是为了见我的母亲 他虽然不知李根苗是如何获取到这些信息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李根苗虽然会玩套路 但他从不撒谎 这可能是李根苗身上唯一的优点了 只是 李根苗为何要见我的母亲 阎守一逐渐冷静下来 打消了下车的念头 既然自己此行的目的地是长白山 那么此事下不下车 意义都不大 反正最后 大家都会在长白山碰面 倒不如坐一趟顺风车 以李根苗的性格 接下来路上的障碍 他多半已经扫清了 你知道我们去长白山要见谁 阎守一问杨哥 杨哥摇摇头 不知道 看来这个信息在李根苗的眼中十分重要 就连四只乌鬼他都信不过 阎守一在心中默默说道 阎哥又补充道 李根苗知道 只有他一个人的话 那个人是不会见他的 所以 必须得有你在场 他才有见到那个人的机会 如此看来 母亲对李根苗而言很重要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阎守一没有往男女关系方向去想 一来他相信自己母亲的品行 他绝对不会接纳 除了自己父亲以外的任何男人 二来 李根苗是个疯子 他不会对女人动情 如果让阎守一猜测李根苗的目的 那么铁定便是与两派之争有关系 再大胆一点 去推测 说不定和鲁班淑下卷有关 毕竟 那可是能决定两派之争结果的东西 在弄清楚杨哥的身份以后 大家坐在车上 反而感觉心里踏实很多 李根苗虽然诡计多端 但他同样说一不二 在货车抵达长白山之前 大家可以放心地休息 只是休息归休息 接下来的事情 阎守一也必须思考清楚 到了长白山 双方有动手的可能吗 李根苗的目的 如果是鲁班淑下卷 他该不会利用 我见到母亲之后 再杀人灭口吧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所以一切要做最坏打算 说不定长白山 就是我与李根苗决一死战的地方 想到这里 阎守一拿出手机 准备联系民俗研究会 阎哥用眼角余光 注意到阎守一的动作 便提醒道 其实你也不必摇人 李根苗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原因你也清楚 但我不确定你的朋友们是否知道 所以就不说得那么明白了 现在名门大派和乌神山的人 都知道你来北方了 肯定会派人对你围追堵截 但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人也出手了 果然 李根苗已经安排人手清扫障碍了 阎守一叹了口气 直截了当地询问 乌神山和铁沙山里 有多少是你们新玄山派的人 阎哥居然也不隐瞒 乌神山祭柄基本已经被架空 胡柴是个变态兼白痴 到现在都没察觉出此事 至于铁沙山 铁沙山中门派众多 我们大概控制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不值得我们控制 这么轻易就告诉我了 这个原因 你也清楚 阎哥笑道 阎守一叹了口气 阎哥口中的原因 便是和新玄山派接班人有关 按照阎哥的意思 这些门派事例 早晚都要传给我 所以告诉我也无妨 感情里跟苗真想让我接手 有关于接班人的事情 阎守一叹告诉给龙飞城 甚至连林子彤都不知道此事 他决定继续瞒着此事 应该在他看来 自己绝对不可能和里跟苗 扯上关系 更不可能接手新玄山派 所以这件事肯定不可能发生 其他人也就没有知道的必要了 聊聊你吧 阎哥 阎守一突然换了话题 新玄山派的人都不简单 能做到四肢无鬼 更是不容易 你是怎么被里跟苗看上的 别用看上这个词 显得我像个妓女 阎哥笑道 我没说谎 我真的是普通人 至于治鬼这个职位 是我从我母亲那儿接手的 我母亲是一名脸容师 阎守一微微点头 不管怎么样 阎哥还是和民间教派扯上关系了 阎哥继续道 我母亲去世以后 治鬼的职位空缺 本应该换给其他人 但我因为女儿得了重病 走投无路之下 只能求助里跟苗 没想到里跟苗说 我很有当治鬼的天赋 所以让我顶替我母亲的职位 并且安排人 把我女儿安排到最好的医院 接受最好的治疗 这么说来 你倒也没骗我 嗯 我说的话 十句有九句是真的 包括我想要赚钱也是真的 我想多赚点钱 还了里跟苗的人情债 然后带着女儿 远离两派之争 这些事儿 终究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掺和的 你的决定很明智 阎守一赞同道 阎哥笑了笑 还有一点我瞒着你了 其实我女儿的病 已经被治好了 她现在就在 长白山下的村子里等我 难怪你一路上看着比我 还要着急去长白山 原来是有一件小棉袄等着你 那可不 阎会长 你也是个好人 回头到了长白山 我让我女儿给你倒一杯酒 感谢你在四得四救我一命 行 二人像是朋友似的闲聊 狗倒是没有再对阎哥抱有敌意 身不由己的人太多了 严格来说 阎哥还算是大家见过的那么多人眼中 为数不多的善良 又有B数的人 阎哥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报答里跟苗的恩情 他也没有刻意加害过谁 甚至没有想要利用民间教派的便利 为自己牟利 反而打算早点还清人情 退隐江湖 许多人都想要退隐江湖 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大部分人放不下民间教派带来的力量 接下来的路 一帆风顺 大家没有再遇到铁沙山的检查 也没有遇到乌神山的追兵 阎哥在赶路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 车厢里还有六个狼狈的毛山派弟子 所以他找了个没什么人的服务区 让这群倒霉蛋 下车洗了个澡 还换上干净的衣服 老金也趁机补充药品 给寒三治疗 不过 阳哥并没有放毛山弟子们离开 他多半是担心 这群弟子离开以后 会把毛山派招惹到长白山来 其他的门派不足为惧 但毛山派 里根苗还是要掂量掂量的 大家日夜兼程 紧赶慢赶 总算在第二天早晨 抵达长白山山脚 公路的尽头 是一座与胡柴据点类似的小山村 昨晚气温骤降 长白山下了大雪 山村的屋顶上 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在山村村口 一名小女孩 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正在费劲地堆雪人 雪把她的手动的通红 但小女孩 还是忍痛完成了她的作品 二大一小 三个雪人 其中一个大雪人 牵着小雪人 另一个大雪人 则站在旁边 堆好雪人 小女孩高兴地 把自己脑袋上的毛线帽 戴在小雪人的身上 突然 一只大手捂住了小女孩的眼睛 紧接着 一顶温暖的帽子 小女孩不仅不害怕 反而用两只红彤彤的小手 抓住那只大手 咯咯地笑道 李叔叔 我就知道是你 李跟苗蹲在小女孩的身后 反手抓住小女孩的手 放在嘴边哈气 苗苗 你在堆雪人吗 我看看 小雪人是你 大雪人是你爸爸 还有一个雪人是谁啊 小女孩歪着头说道 李叔叔看不出来吗 这个大雪人是你啊 哦 李跟苗吃了一惊 仔细打量着大雪人 小女孩解释道 爸爸说 是李叔叔救了我的命 我们一家 要永远感谢李叔叔 所以我就对了这个大雪人 你看 她的背上插着小彩旗 就好像李叔叔唱戏的时候 原来是这样啊 李跟苗笑了笑 随后叹气道 可惜 雪人太白了 不太适合我 如果是黑色的 或者是红色的 我肯定第一时间就认出来了 李叔叔 雪都是白色的 小女孩认真的解释 雪当然只能是白色的 哈哈哈 见小女孩满脸认真的模样 李跟苗愣了愣 随后哈哈大笑 眼前这小妮子 恐怕是把她当作 不知道雪是白色的大笨蛋了 这时 李跟苗听到村外的公路传来动静 她收敛笑容 恢复了往日的面瘫脸 她摸了摸小女孩的头 淡淡道 村子要来客人了 或许是你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真的吗 小女孩激动地抬起头 然后赶紧看向公路方向 果然看到一辆车头有所破损 但是车牌号和小女孩 日思夜响的车牌号相同的蓝色货车 爷爷 爸爸回来了 小女孩高兴地在雪地里直蹦的 李跟苗默默地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道 客人来了 准备一下 挂断电话 货车刚好停到村口 苗苗 我的宝贝女儿要 快来给爸爸抱抱 杨哥刚停好车 就迫不及待地 把脑袋从车窗探出去 轻密地呼唤着女儿的乳名 而后快速跳下车 把还不到 他膝盖高的女儿抱起来举高高 小女孩也是开心地不行 在杨哥的脸上 巴吉巴吉地亲了好几口 后来因为被杨哥的胡茶 扎堂了小脸 这才恋恋不舍地收手 爸爸 你怎么变成光头了 你不冷吗 小女孩摸着父亲的脑袋问道 杨哥哈哈一笑 北方都下雪了 南方可还热得很呢 光头也好 冬天洗头 就不怕头发被冻成冰块了 作为父亲 杨哥不可能把自己路上的遭遇 告诉女儿 所以用最诙谐的方式 搪塞过去了 父女俩团聚之后 杨哥抱着女儿 来到李跟苗面前 对她说道 村长 任务我完成了 人都在车上 李跟苗对着她点点头 好好陪陪苗苗吧 可扔我来招待 嗯 杨哥放下女儿 牵着她的手 苗苗迫不及待地拽着她 去看自己刚刚堆好的雪人 父女俩与李跟苗擦肩而过 李跟苗闭眼两秒 睁开眼的时候 目光随即落在车上的 颜首衣身上 颜首衣她们 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带着东北特色雕毛 看样子是半路上 杨哥停车给她们买的 她们的脸上 还有着纠结之色 似乎不知该不该下车 下了车 可就是入了龙坛虎穴了 再不计 也是个鸿门宴 危机四伏 李跟苗冲着车上的人喊道 你们确定不下来吗 北方的冬天 可是真的会冻死人的 韩三还昏迷着吧 村子里有热好的炕头 可以让他们好好休息养伤 车上 怎么办 咱们下是不下呀 龙非诚慌张地问颜首衣 李跟苗的恶名 可比颜首衣的杀神 如雷贯耳得多 毕竟颜首衣杀的 只是普通弟子 李跟苗可是逼死了 老天师张印的狠角色 逼亡龙非诚 此时也要夹着尾巴做人 不敢在李跟苗面前嚣张 颜首一叹了口气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咱们要上长白山 李跟苗这一关 是绝对绕不过的 下车吧 说完 他率先推开车门跳下 紧跟其后的是龙非诚和老金 狗倒是最后一个下车 转身去把后车厢打开了 妙计下车后 观察了周围的情况 脸色不太好看 而六名幸存的毛山派弟子 则是探着脑袋 不敢下车 长山 让他们下车吧 妙计吩咐道 长山得令 催促毛山弟子们下车 许盛南也扛着昏迷的胡柴走下来了 如此一来 所有人都下了车 只是大家的反应各不一样 远远地看到李跟苗 狗倒是和妙计对视一眼 二人都把杀意藏得很深 他们和李跟苗是真正的死对头 过去的大半年时间 他们二人与新玄山派 不知道动过多少次手 只是这一次的见面 气氛显得有些古怪 只见李跟苗站在村口 双手张开 像是热情迎接客人的民宿老板 脸上笑得比花还甜 严手一 李跟苗指着严手一笑道 大名鼎鼎民俗研究会会长 杀神 哈哈哈哈 严手一面无表情 站在他眼前的 是一个比胡柴还要封千百倍的人 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 都有可能藏着杀人的陷阱 感受到来自对面的敌意 李跟苗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随后他决定先打感情牌 寒三伤得很重 需要地方好好休闲 咱们先进村 给他安排地方住下再说 你们都没吃饭吧 进村吧 村子里什么都有 严手一等人 这才稍微松懈一点 一言不发地进村 李跟苗迎着众人进去 同时也注意到了 被控制的许胜男 和昏迷的胡柴 他打趣道 你们把胡柴给绑了 祭炳恐怕要气疯了 不过他找不到咱们这儿的 你尽管放心 似乎为了能和严手一多点 共同话题 李跟苗又感叹道 自打胡柴的妻子死了以后 胡柴就变得神经兮兮的 他是我见过最变态的人 没有之一 比胡柴变态的人 就是你自己 严手一在心里回答 哎 你们总是不说话 这让我这个做东道主的 很为难啊 李跟苗笑道 不如这样 安顿好韩三他们以后 我带你们去见几个老朋友 老朋友 严手一忽然脸色一变 以他对李跟苗的了解 这话里的意思 难不成李跟苗 也像胡柴绑架韩三一样 绑架了谁 别紧张 别激动 李跟苗连忙解释道 不是你的朋友 是狗道士他们的 文言 狗道士和妙记的脸色 更难看了 不仅一言不发 还像是两尊温神似的 飘在李跟苗身后 怨念丛生 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啊 严手一都有些被绕晕了 他突然觉得 自己因为太过正常 而和这里的人格格不入 如果心魔还在 说不定还好一些 进村的路上 严手一注意到 村民们一派祥和的景象 进山采药归来的药农 打猎收获颇丰 在自家门口摆摊的猎人 带着孩子坐在院子里 晒太阳的农夫 如果不是因为李跟苗 这个村子可以算得上 是世外桃源了 严手一注意到 村子里的村民 都不是普通人 从他们身上的一些 特征细节可以看出 村民们全都是 民间教派传人 这个村子 是由民间教派 传人组成的 严手一不光发现了 他们的身份 还注意到 村子里的人多半天残地缺 要么就是重组家庭 虽然大家的前半生 很多不如意 但在这个村子里 他们似乎又找到了 存在的意义 龙飞城一路看着 一路沉默着 后来他忍不住悄悄地 在严手一耳边说道 严哥 我怎么感觉 这个村子 和咱们的民俗研究会 有点像 区别是 研究会更多的是年轻人 而村子里 大多是迟暮的老人 像是像 但我总觉得 哪里乖乖的 严手一低声回答 一路走来 村民们热情地 与里根苗打招呼 他们称呼里根苗为村长 他们似乎不知道 里根苗在外头的恶名 里根苗对待这些村民 也好像是对待 自己的亲人似的 笑脸相迎 对他们熟悉无比 这更奇怪了 所有人都揣着忐忑的心情 提防着 随时有可能 从角落里 跳出来的杀手 然而一直到大家 走到安顿寒三等人的地方 想象中的危险 并没有发生 安顿寒三他们的院子 早就热好了炕头 一位老奶奶 正在院子里活面 客人们争一笼热腾腾的馒头 老金把寒三送上炕 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现在的寒三 的确很需要 一个安静的地方恢复 茅山弟子们也放松警惕 围在暖乎乎的炉火边 搓手哈气 好奇地观察四周 村子里突然来了客人 也让村民们好奇无比 他们仿佛与世隔绝 并不知道外头的消息 一个个跟到院门口 好奇地探头进来打量 这时 四道身影走进院子 里根苗回头看了一眼 露出笑容 你们的老朋友来了 狗倒是转身看了一眼 露出果然是你们的表情 随后眼里的忧怨情绪更重了 妙计则是低头叹气 默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不过后面又紧跟了一句马勒戈壁 严手一打量着四人 四人当中 三男一女 第一位是年纪看起来有五十好几 挺着一个将军度 看起来很是和蔼的西装男 第二位则是年纪和狗倒是等人相仿 但是只剩一条胳膊 穿金带银的中年男子 第三位是一位风韵游存的美妇人 不过她穿着并不时尚 只是村妇打扮 不过红色的棉袄也难掩她的韵味 尤其是她眉宇间一丝淡淡的忧愁 简直就是现代人气版的豆腐西施 第四位比较特殊 她是一位棚头垢面 低头驼背的乞丐 因为不习惯这里这么多人 她走在最后头 目光闪躲 为首的 拥有着将军度的男子 乐呵呵地打招呼 狗倒是 妙计突驴 怎么见到我们也不吭声呢 是冷哼一声回给她一个白眼 不好意思 倒也我不认识你们 是咯 你们现在跟着大哥混得风生水起 忘了我们这些老伙计 也是正常的 独臂中年男子阴阳怪气地说道 妙计有些憋不住了 解释道 是你们抛弃了大哥 大哥为情所困 一入狱就是十年 何时管过我们 人妻稀世悠悠地说道 唯有乞丐没有插嘴 从几人的对话当中 严首一猜出了个大概 眼前的这几人 恐怕是当年父亲创立的 玄山十三太保的成员 而且 很有可能是核心成员 他们和狗叔叔如此熟悉 但又如此陌生 想来当年 父亲入狱的事情 把玄山派的人 推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部分人一直等着父亲回来 另一部分人 则离开了 看到这些人 严首一忽然又明白 为何里根苗的势力 名叫新玄山派了 因为新玄山派的班底 本就是就玄山派的这伙人 隆重介绍一下 里根苗热情地说道 这四位 是我们新玄山派的 四只无鬼中的四只 他们分别是 年助潘正义 我们都喊他老潘 月助郑佑谦 老谦 石柱兰奇欢 小兰 石柱 吴明氏 吴明他不是就玄山派的人 严首一尤其注意了一下 石柱吴明氏 吴明氏目光闪躲 不敢与严首一对视 哈哈 这小子就是大哥的儿子守一吧 一晃好多年没见了 当年这小子满月的时候 我和郑昭帝抢着抱他 结果这小子只让昭帝抱 不让我抱 我一抱他就哭 老潘慈祥地打量着严首一 老前冷笑道 这小子不是不让你抱 是不让男人抱 小兰当年抱他的时候 他可开心了 小兰脸上露出怀念之色 那段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可惜我们都回不去了 原来这些叔叔阿姨们 都见过我 严首一心想 但奇怪的是 严首一对老潘他们 一点印象都没有 反而觉得吴明氏有些眼熟 老潘想要靠近一点 严严首一说话 但狗倒是突然挡在二人之间 拦住了他 现在大家立场不同 还是保持点距离为好 首一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是民俗研究会的会长 老千冷哼一声 那又如何 难道你真的一点 当年兄弟情义都不念 妙计武僧的爆脾气上来了 直接举起砂锅般大的拳头 妈的 老千你这张臭嘴再不改 另一条胳膊早晚也保不住 别打架 别打架 小兰拦着双方 轻声说道 大家好不容易见面 现在又在这世外桃源 不如放下外面的恩怨 好好续续旧 道爷我也你们没什么就可续的 等办完了事 我们立刻就离开这里 狗倒是依旧不肯妥协 老潘并不生气 反而蹲下来 摸了摸不会说话的老黄的脑袋 感慨道 一别十几年 老黄真成老黄了 这人心一直在变 只有狗才是最忠诚的 神奇的是 老黄居然不抗拒老潘 任由他抚摸着脑袋 一时间狗倒是妙计 老千 小兰 都沉默了 时间改变了太多 曾经大家都是同甘同苦的好兄弟 如今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李跟苗适时地拍了拍 严守一的肩膀 说道 不如把这里留给他们 我们去隔壁单独聊聊 严守一正有此意 他拍了拍被李跟苗摸过的肩膀 道 走 严哥 严守一刚跟着李跟苗走出去没几步 龙飞成就担心地喊了他一声 严守一点头示意 让龙飞成放心 而龙飞成则是对李跟苗喊道 臭唱戏的 你要是敢对我们严格不利 小爷我就把你这破村子一把火烧了 纵火罪判得可不轻啊 李跟苗淡笑道 我若要杀你们 何须等到现在 龙飞成这才让步 目送二人离开 二人来到另一处院 院子陈设简单 十分简陋 李跟苗介绍道 这是我的祖宅 祖宅 严守一诧异 李跟苗的母亲张素清是南方人 父亲李仲熙是土生土长的长安人 他和北方应该搭不上半点关系 何来祖宅之说 算起来 这应该是咱们第一次单独见面 你肯定有许多疑惑 李跟苗指了指椅子试一道 坐吧 我去温酒 咱们边喝边聊 正如李跟苗所说 他若是想杀人 早就动手了 所以 严守一也觉得 没必要防备着了 大大方方地坐下 李跟苗从屋子里拿出了一些木炭和黄酒 以及红枣核桃之类的小吃 在院子里的炉子升起火 然后静静低温酒 隔着院墙和黎霸 严守一听到杨哥陪着女儿玩耍的嬉闹声 父女俩似乎在打雪仗 李跟苗也听到了 于是他借着此事打开话匣子 其实很多年前 这个村子就荒废了 后来我回来了 带着无家可归的民间教派传人们 重建了这个村子 起名为桃园村 寓意世外桃园 他也是我心里的理想帮 看不出来 你有这样的一面 你重建村子的目的是什么 严守一也不想这样咄咄逼人 但以他对李跟苗的了解 很难不怀疑李跟苗的目的 李跟苗并不生气 他两手一摊 道 我能有什么目的 你也看到村民们见到我时的模样了 还有智鬼和他的女儿 虽然我在外面备有凶命 但我所做的一切 也不过是为了全天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大逼天下寒事据欢言 听过吗 所有村民都是自愿来到这儿的 他笑了笑又补充道 说起来 咱们做的事是一样的 你的民俗研究会和我的桃源村 你的理想与我的理想 这也是我选你做继承人的原因之一 晦气 严守一毫不客气地表达了自己的嫌弃 李跟苗被逗乐了 他好奇地问道 你的心魔不是已经被封印在摩河塔了吗 怎么说话还是这么冲 严守一叹了口气 李跟苗的消息也太灵通了 看样子 寒山寺也有李跟苗的眼线 不得不说 李跟苗拿捏人心的手段太高明了 他的城府之身 严守一自认看不透 不过 有些东西是严守一看得透的 他淡淡地说道 所谓桃源村和你想象中的理想邦 不过是你营造出来的假象罢了 那些村民也不是心甘情愿留在这儿的 哦 何出此言 李跟苗颇有兴趣地问道 同时给严守一倒了一杯温酒 严守一抿了一口温酒 道 既然杨哥的女儿病好了 你为什么不送她回家乡念书 反而把她留在这天寒地洞的山村 李跟苗无非是为了用杨哥的女儿牵制杨哥 让杨哥为其心甘情愿地卖命罢了 李跟苗咧着嘴吸气 拍了拍大腿 算是默认了严守一说的话 对待不同的人 要用不同的手段 他算是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在历史上 仁义之事大多没有好下场 我这种懂得利用人心的枭雄 才能活到最后 你果然想要轻始留名 严守一冷笑 李跟苗伸出一根手指 在严守一面前左右摇了一下 这一点你错了 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轻始留名 而是为了民间教派 能够长久永存 为此 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 包括生命 别把不择手段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我怎么没瞧见 你献出生命呢 哦 你献出的是别人的生命 严守一嘲讽道 李跟苗叹了口气 似乎决定放弃 说服严守一理解自己 他喝了一口黄酒 悠悠地说道 虽然我们有很多想法上的不一致 但你毕竟是严守的儿子 这不可避免 我也能够理解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 你做我的继承人吗 严守一默不作声 而李跟苗的自问自答 也着实让严守一小小地惊讶了一下 除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以外 我想的是 如果我启示失败 证明我的方法行不通 但新玄山派的成员们 不能跟着我生死盗销 所以 我想把他们托付给你 到时候你再用你的方式 带着他们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这个回答 着实让严守一感到意外 但冷静下来之后 他只觉得可笑 李跟苗带着这群人 不知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虽然大家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但行事风格 已经把大家彻彻底底地 分为两类人了 否则 邹叔叔 老天师 驴经掌门 他们不全都白死了 看得出来 你在此事上没什么兴趣 那么咱们进行下一个话题 李跟苗端起酒杯 想喝严守一干一杯 但严守一无动于衷 李跟苗只能说到 有关于你母亲的事 你听不听 几秒钟后 严守一拿起酒杯 不情不愿地与李跟苗干杯 李跟苗笑了 将黄酒一饮而尽 以示诚意 严守一喝完 将酒杯倒扣 接下来 他想安静地聊事情 不想喝酒 李跟苗也不在意 自己给自己斟酒 与此同时 天上下起了小雪 雪花飘扬 落在温热的酒杯当中 瞬间融化 李跟苗的脸色 与往常有些不同 仿佛是聊起了一位故人 你知道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吗 怎么会不知道 严守一冷哼一声 心里回答 我的母亲 名叫江庆雪 这个名字 她在脑海里念叨了二十多年 在每一个孤独无助的夜晚 母亲都会来到她的梦中 给她安慰 让她有勇气度过难关 可惜的是 严守一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江庆雪 李跟苗念起这个名字 苦笑着说道 我和你母亲从未见过面 但却和她有一段斩不断的关系 注定我要到长白山来寻她一次 这话 严守一听不明白了 从未见过 却又有斩不断的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李跟苗的身上 有着太多秘密 饶是严守一想破脑袋 都想不明白那些问题 所以 这回她没憋住 想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你和我母亲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但必须是在见到你母亲之后 李跟苗神秘地说道 表情中带着些许细许 严守一怒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 别激动 听我慢慢说 李跟苗拿起一颗红枣 塞进嘴里 含糊道 我祖上有一样东西 放在你母亲那了 所以我 必须要去见她一面 把东西要回来 那你直接上长白山找她不就行了 何必千里迢迢的谋划这么多 把我接到这来 因为 只是我一个人的话 她必然是不会见的 李跟苗解释道 所以我才设计把你接到这来 与你结伴上山 才有见到她的可能 为何见不到她 你不是手眼通天的李跟苗吗 这世界上 还有你见不到的人 你别忘了 你母亲是鲁班传人 她精通风水阵法 奇门遁甲 长白山是她的久居地 周围布满了各种阵法 就算是我都 无法破开那些阵法 自然也就见不到她本人了 李跟苗苦笑道 这回严守一理解了 她沉默了一阵 问 所以 你要的不是鲁班书下卷 我要那玩意儿做什么 李跟苗笑道 我们的手段不同 鲁班书下卷是留给你的 我寻的是别的东西 与你并不冲突 那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带你上山 严守一 问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嗯 关于这事儿嘛 你看 李跟苗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的内容 竟是柳一人 坐在龙虎山道关里 进修的画面 而且从画面的拍摄角度来看 拍摄者并不是鬼鬼祟祟 躲在角落偷拍的 而是正大光明站在柳一人身后 这一位 拍摄者是柳一人相对信任的人 此人很有可能能随意出入龙虎山 严守一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威胁我 看你怎么理解了 李跟苗收起手机 答道 山上的东西对我很重要 我非得到不可 哦对了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桃园村与世隔绝 在这里电话是打不出去的 没想到 在老天师死去之后 龙虎山内部 竟然还有李跟苗的人 今日李跟苗 可以用柳一人来威胁严守一 明日李跟苗就能派人去找严守一 送到鱼露明那儿的儿子的魂魄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看样子 你准备充足 严守一无奈 只能暂时妥协 李跟苗的强大 和他玩弄人心的手段 严守一再次见识到了 但这并不是坏事 多了解一点李跟苗 对未来二人决一死战有帮助 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下午就进山 李跟苗兴奋到 这家伙 竟然比我还心结 严守一心里盘算着 如今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先带着李跟苗上山 等见到母亲 搞清楚李跟苗 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再想办法阻止他 总之 让李跟苗不顺 就是严守一的目的 二人刚刚谈妥 突然听到外头 传来老金着急的声音 老爷 老爷 出事了 老金闯进院子里 着急地说道 韩三病情恶化 我虽然有能力帮助他 但却少了一味药 这要只有在南方生长 北方根本找不着啊 桃园村与世隔绝 距离最近的村镇 都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开车去买药回来 韩三的尸体早就凉透了 可老金没办法 严守一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能安慰到 你先别急 缺的是哪一味药 鬼真草 我想想办法 严守一在原地夺步 甚至翻找跨包 看有没有可以替代用的药材 就在二人焦头烂额之时 李跟苗忽然友善地说道 村子里有药房 那里有鬼真草 我带你们去取 二人愣住了 李跟苗应该巴布的 韩三去死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愿意帮忙 就算他故意不说 村子里有鬼真草的消息 眼睁睁地看着 韩三病情恶化而死 大家也怪不到 他的头上吧 这家伙 到底在想什么 李跟苗耸肩 你们看着我做什么 韩三的命不救了 老金回过神来 也不想那么多了 急忙到 快带我去取药 跟我来吧 李跟苗快步走出院子 带着二人去到药房 果然找到了鬼真草 老金拿着鬼真草 直接往韩三的院子跑 留下严守一 和李跟苗二人 严守一脸色纠结 坦言道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有什么看不懂的 李跟苗答道 我要杀韩三 即便他没有受伤 也是照杀不误 但没必要让他死在这里 其次 这算是你 欠我一个人情 下午上山的时候 如果你想杀我 多多少少给我留一点活命的机会 如何 严守一深深地看了李跟苗一眼 没有回答 如果有机会杀李跟苗 严守一认为自己多半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万恶之源 早点死了 还悬眉一个清静 韩三的病情控制住了 老金确认过后 肯定韩三已经没事 只需要休养几天 精神状态就能完全恢复 至于身体上的伤势 则需要慢慢养了 中途 胡柴也醒过来了 得知自己竟然被许胜男被刺 还被严守一 他们绑架 胡柴怒不可遏 他不停地痛骂 严守一 是民间教派的叛徒 是名门大派的走狗 只字不提 自己做的那些变态的事 李跟苗下令 把胡柴关到桃源村的地窖里 这才消停了一些 但很快 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大家刚处理完胡柴的事 狗道士就与四职当中的 悦主老千打起来了 不要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当严守一他们赶到的时候 狗道士和郑又谦 已经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除了蓝其欢在劝架 其他人竟全都在袖手旁观 别说妙计了 就连老黄都在一旁看热闹 他的舌头歪在一边 看模样 好像恨不得两人 把脑僵子都打出来 严守一本来挺着急的 但到了现场一看 发现二人不过是用 普通人的实力扭打 便放下心了 郑又谦的实力如何 严守一不知道 但狗道士要是认真起来 恐怕是要毁掉半个村子 而现在 两人只是在雪地里打滚 郑又谦耗着狗道士的头发 狗道士往郑又谦的嘴里 塞带泥巴的血 这哪是正经打架 这不闹着玩吗 李跟苗也不着急了 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着 妙计叔说 你们怎么不拦着狗叔叔点啊 严守一问妙计 妙计还没回答 黏住潘正义 老潘便解释道 他们俩关系好着呢 不可能打出毛病 还不如让他们掐一架 释放一下心里的不痛快 严守一望向潘正义 他发现 这位老潘 不仅年纪要比其他叔叔大一点 似乎声望也更高 他解释以后 妙计竟然没再补充了 潘正义见严守一在打量自己 便主动解释道 李人潘正义 是一名退休的说书人 说书人 赵立书说书人的实力应该不强 老潘怎么会获得如此声望 连妙计叔叔都服他呢 严守一心里更加诧异了 这时候 李跟苗在一旁介绍到 老潘当了半辈子的官 最后坐到的位置 普通人难以想象 当年玄山十三太宝 大多都受过他的保护或者恩情 严守一露出恍然大雾之色 难怪老潘看起来大富翩翩 光是站在那儿 就有一副领导风范 他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却总能成为人群中 比较鹤立鸡群的那一位 不像我 只能靠颜值出圈 在心里小小地自恋了一下 严守一心虚地抿了名嘴 可惜 后来老潘不想再忍受官场里的名争暗斗 又听说我成立了新玄山派 所以才选择退休到我这桃园村来养老 李跟苗补充了后半段 按照严守一 目前对新玄山派结构的了解 李跟苗最信任的手下 不是吴鬼 而是四职 也就是眼前这四人 其中 成熟稳重有担当的老潘 多半是李跟苗 在组织内的第一心腹了 也就是 二把手 这让严守一 不得不多注意老潘 如果未来双方交手 潘石屹便是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了 狗道士和郑又谦的扭打还没结束 但让严守一惊讶的是 二人扭打的时候 狗道士竟然也始终只用一只手 这是故意让着老潘 小兰 他们俩的脾气 你还不了解吗 不用劝了 回来吧 老潘对兰奇欢喊道 兰奇欢无奈地走回来 又见严守一 便挤出一丝略有忧郁的笑容 第一次和守一见面 就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真是不好意思 严守一倒不介意 但他更好奇的是 狗道士和老千之间的关系 狗叔叔和老千 以前关系怎么样 他问道 兰奇欢勉强笑了笑 解释道 他们俩很早就认识了 远离你认识你父母要早 据说当年狗道士在茅山拜师学艺 结果三年来都一直是外门弟子 怎么也没学到 急于求成的 他就偷偷拜了山下 野狗惯得道士为师 兰奇欢随口提起了狗道士的过去 却揭开了一个 一直围绕着严守一的谜题 狗道士又学了两年 只学会了点皮毛道法 后来他无意间发现 他那野狗观的师父 在炼丹求仙 而他这个徒弟 实际上只是仙丹里的一位要罢了 愤怒的狗道士 于是偷学了妖法 夜里趁着野狗观师父在睡觉 偷偷把他的魂魄抽出来 塞进一条小黄狗体内 那只小黄狗 也就是现在的老黄 也就是说 老黄实际上不是狗道士的伙伴 而是曾经想要害他性命的野狗观师父 当年狗道士成功坑了师父以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杀掉他 而是让变成黄狗的师父 教他真本事 二者约定 老黄要在狗道士身边待满四十年 狗道士就还他自由 而老黄一心求仙 不愿意这一世的修行浪费了 所以便答应了狗道士 不仅教会狗道士诸多道法 还对狗道士忠心耿耿 得知真相的严守一 目瞪口呆地看着老黄 老黄则是十分通人性地 对严守一点点头 更加惊讶和郁闷地 还有一旁的龙飞成 操 老黄居然是狗叔叔的师父 当初狗叔叔让我拜老黄为师 我特么居然拒绝了 龙飞成捂着脑袋 万分后悔 李根苗用一种见怪不怪的语气 带着一丝嘲讽地说道 就玄山派的每一个人身上 都带着故事 狗道士的还不是最离奇的 嗯 听戏子这意思 他似乎对就玄山派的成员十分了解 是因为他特意调查过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严守一感到诧异 蓝奇欢接着说起 狗道士和郑又谦之间的故事 狗道士在野狗冠学成之后 开始下山历练 当他最初并没有遇到 严守一的父亲严仇 而是遇到了戏法师郑又谦 戏法师自身实力有限 但他们精通幻术和骗术 只不过郑又谦走了其路 他生性好赌 便利用自己的骗术 在赌场里大杀十方 正好狗道士的爱好 也是吃喝嫖赌 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并且结伴云游天下 身影出没在各地的赌场里 后来有一回 狗道士在赌场里出老千 被人识破了 也遇到了不该惹的人 郑又谦为了救狗道士 被对方砍了一条胳膊 狗道士因此内疚万分 发誓再也不赌了 之后二人金盆洗手 加入玄山十三太保 同时郑又谦也依靠着自己的奸诈 成功成为一名富商 只是后来 二人所在乎的东西不同 才渐行渐远 显得狗道士与严仇的关系 更要好一些 实际上 狗道士对严仇的忠诚 多于义气 而在郑又谦这儿 恰恰相反 狗道士和郑又谦 不仅仅是生死之交 更是 嗯 双向奔赴 只不过 两人最后走匹刹了 在了解了二人的过去以后 严守一突然也像其他人一样放宽心 站在一旁双手插腰看热闹 龙飞城甚至从随身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包瓜子 翘着二郎腿看戏 看长辈们掐架的机会 可不多呀 严守一见龙飞城这副模样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走到龙飞城身边质问道 你差不多就行了 狗叔叔和老千头都打破了 你居然坐在这儿嗑瓜子 龙飞城缩了缩脑袋 我错那儿了 有瓜子不早说 要和兄弟们分享不知道吗 严守一从龙飞城的瓜子里抓了一把 蹲在他身边继续吃瓜 只见狗道士和郑又谦 都刻意保持在同一战力水平 打得那叫一个你来我往 十分精彩 狗道士山郑又谦一个巴掌 郑又谦就踹狗倒是屁股一脚 郑又谦好狗倒是一把头发 狗倒是就掏一下郑又谦的鸟蛋 二人干架 那时能有多阴险就有多阴险 能有多下流就有多下流 没有半点高人模样 倒像是街头小混混打架 尽出损招 最后两人同时抓住对方的命脉 二人都嗷嗷嗷地叫起来 老千 停手 停手啊 狗倒是咆哮的 到底我还没有生娃呢 郑又谦哈哈大笑 我反这儿孙满堂了 老子不怕 操 狗倒是实在扛不住了 呼喊老黄过来帮忙 但老黄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压根没有要出手帮忙的意思 手一 手一 快来帮帮叔叔 狗倒是转向严手一求助 帮我弄死这个狗娘养的 严手一犹豫到 不太好吧 郑又谦也咆哮道 狗日的 老一辈打架 什么时候能请小一辈的出手帮忙了 你不讲武德 狗倒是嘿嘿笑道 手一是我侄儿 你有本事也找个侄儿来 和他打一架 郑又谦无奈 只能松手 没想到狗倒是阴险无比 在松手之前 还死死地抓了一下 疼得郑又谦满地打滚 见状 狗倒是得意道 哈哈 老千 最后还是倒也我技高一筹 哼 那可不见得 郑又谦说着 从怀里丢出一根皮带 狗倒是看了一眼 随后松松垮垮的裤子 直接掉到脚后跟 蓝其欢和其他村妇们 赶紧害羞地捂着眼睛 狗倒是满脸通红 羞愤欲死 提上裤子以后 上前踹了郑又谦两脚 嘴里骂道 早知道 倒也我就把你另一只手也给砍了 留着反正也是祸害 这一番较量 可谓是你来我往 精彩万分 里跟苗瞧着差不多了 用眼神示意潘正义 潘正义便出来打圆场 行了 你们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差不多该和好了吧 虽然咱们现在立场不同 但在桃园村里 我们不谈外面的事 大家还是好兄弟 这样吧 中午我们去小兰家吃饭 让小兰给咱露一手 如何 郑又谦刚才稍落下风 此时要把面子找回来 她一边从雪地里爬起身 一边嘀咕道 小兰可是轻易不下厨的 要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 老子高低 今天要把你变成独轮车 狗倒是哼哼几声 不再和郑又谦呛了 蓝其欢见二人总算消停 便略有些害羞地轻声说道 我去准备准备 手衣 小兰姨从未招待过你 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小兰姨给你做 眼手衣愣了愣 望着蓝其欢 从这位美妇人的眼中 她没有看到任何敌对的意思 就是最普通的邻家阿姨 和过去见过的 来自湘江的郑昭弟阿姨很像 似乎在她的眼里 大家的关系并没有变化 这一时间 让眼手衣的心情有些复杂 她不知 如果自己的父亲在这儿 会用什么态度 回应这些叔叔阿姨的好 打了一架后 狗倒是似乎稍稍有些妥协 她拍了拍眼手衣的肩膀 说道 咱就给老潘一个面子 吃她一顿饭 不对 我们要吃穷他们 还拿什么和咱们民俗研究会斗 妙记也双手合十 对着眼手一点点头 眼手衣这才答应 桃园村里没有立场之分 不意外事 接受了这个规矩以后 众人的关系稍微融洽一些 除了对李根苗 狗倒是 妙记对潘石屹 郑又谦他们的态度稍好一些 但他们对李根苗 依旧十分冷淡和敌视 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 李根苗注定和他们 有决意死战的一天 而老潘他们 还有回旋的余地 毕竟大家相处了 那么多年 不至于一点勤奋都不讲 中途 趁着妙记去撒尿的时候 眼手衣跟了过去 小声询问 妙记叔说 老潘他们都是过去 玄山十三太保的成员 您不觉得奇怪吗 妙记疑惑道 你指的是什么 眼手衣提出疑问 虽然新玄山派的核心成员 是十三太保的旧部 但领头人却是和 十三太保毫无关系的李根苗 既然如此 李根苗为什么非要给这个组织 起名叫新玄山派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但我也不知道原因 妙记如实回答 眼手衣眉头衣皱 难道不是因为 李根苗曾经也是 十三太保中的一员 妙记果断摇头 这点你放心 我可以肯定 十三太保当中 没有李根苗 虽然后期十三太保的规模 早就超过十三个人了 但妙记和他们感情深厚 每一个的名字身份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唯独没有李根苗这个人 可得到这样的答案 就更显得李根苗做法古怪了 既然李根苗和新玄山派 毫无关系 为什么非要起一个新玄山派 该不会单纯 只是为了恶心我爸爸 二人都思索了一阵 没得到答案 只能作罢 上了趟汉策 二人冻得屁股疼 恰好此时蓝其欢那头传来消息 午饭已经做好了 催着大家赶紧过去 二人便一拳一拐地跟上大部队 去往蓝其欢的小院 蓝其欢是独居在村北的 周围没有其他村民 小院显得格外孤独 墙内的柿子树 就像蓝其欢一样 郁郁寡欢 好在今天客人足够多 给这小院带来了一些生气 蓝其欢在屋内摆桌 等所有人上桌以后 她便来来回回十几趟 把厨房里的热菜 全部端了出来 鱼香肉丝 宫饱鸡丁 水煮肉片 夫妻废片 麻婆豆腐 回锅肉 香气扑鼻 本来不饿的严手一闻了 都觉得肚子咕咕叫 看到桌上的菜 毕竟这些菜都是著名的川菜 小兰的手艺真是不错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很少能吃的 今天真是托了你们的福了 老潘笑着端起酒杯 起身 然后犹豫了一下 把话语权让给了李根苗 李根苗这才缓缓举杯 道 让我们欢迎荣承来的朋友 干杯 饭桌一片寂静 严手一等人 是不可能附和李根苗的 而郑佑谦他们 又在等严手一等人的信号 这一来二去 就显得李根苗十分尴尬 好在老潘及时出来打圆场 吆喝了几声 又说了几句敬酒词 大家才稀稀拉拉地举杯 李根苗也不生气 又或者说 他早料到会是这个情况 香辣味的菜肴下肚 配合着村民们自己制作的黄酒 一下子驱散了大雪天的寒意 所有人的脸都红扑扑的 只是气氛着实有些诡异 本应该见面就杀红眼的两拨人 居然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要不是蓝其欢的厨艺确实不错 只怕这顿饭会吃得更加尴尬 席间严首一了解到 蓝其欢的身份很特殊 她是民间教派问米婆的传人 问米婆类似于走鹰 区别在于走鹰是魂魄去鹰间 而问米则是把鹰间的魂魄 招到阳间来问话 问米婆在施法之时 面前都会摆着一碗米 米上插着筷子用以施法 或直接问鹰或招魂上身 可以对王者问话 也可以侧及凶 因为问米婆的职业 导致蓝其欢是天煞孤星的命格 克死了父母克亲戚 克死了亲戚克丈夫 所以蓝其欢现在孤身一人 哪怕守寡 也绝对不和任何人有牵连 她生怕把人给克死了 因为失去了太多重要的人 导致蓝其欢如今终日郁郁寡欢 身体也不太好 因此才给人一种 中年少妇西施的感觉 了解了蓝其欢的过去 龙飞城有些同情 安慰道 小蓝姨 其实我和你差不多 我是孤儿 从小也没朋友 一个人孤苦伶仃长大 要是您不嫌弃的话 不如我们俩 严首一 老金和长衫猛地丢下筷子 扑过去捂住龙飞城的嘴 严首一警告道 小龙 虽然我们和这里的人立场不同 但小蓝姨好歹也是咱们的长辈 你多少收连点啊 龙飞城挣脱了三人的束缚 大声解释道 你们想什么呢 我是想认小蓝姨当干妈 嗯 众人愣了愣 狐疑地看着龙飞城 虽然龙飞城喜欢和别人攀亲戚 但他一向分得很清楚 长得好看的 绝对不攀亲戚 只谈爱情 蓝姨欢轻笑一声 摇头道 小龙是个好孩子 但还是不必了 我天生就会给人带去厄运 不想害了你 好吧 龙飞城表情遗憾 同时心里也松了口气 其实我本来真想谈一场 女大三十抱金砖的 奈何严格他们出手太快了 我不得不顺着台阶走啊 蓝姨欢是个大美人 这点毋庸置疑 将近四十却风韵犹存 郁郁寡欢的模样 我见游怜 很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严首一这时想起 最初见到的四职当中 那个吴明氏乞丐不见了 于是他问李根苗 吴明氏去哪了 李根苗怪笑道 他不适应热闹的环境 回家休息去了 其他三位长辈的身份和过去 我都大概了解了 这位吴明氏又是何方神圣 严首一直接发问 对李根苗 他没必要客气 吴明氏就是吴明氏 他是我收留的一个乞丐 本不是悬山十三太保的成员 严首一又问 那他有什么特殊之处 会让你如此上心 还如此信任地 给了他石柱的身份 这个 吴可奉告 李根苗停止透露消息 虽然我说过 酒桌上不分敌我 但是关我新玄山派机密 我要是告诉你了 回头从长白山上下来 你就开始对付我怎么办 听起来 吴明氏对李根苗而言 还挺重要的 严首一冷笑道 有一点你说错了 从长白山下来以后 我不会对你出手 哦 为何 我和你 多半只有一个人 能活着从长白山回来 严首一微微一笑 李根苗点点头 获达的倒上两杯酒 这一杯 净死亡 净死亡 严首一举杯 大家在席上吃得开心 蓝其欢忽然坐到 严首一身边 一边为他抚平 褶皱的衣角 一边叮嘱道 你们吃过饭后上山 到达天池 恐怕已经是凌晨了 上山的路十分曲折 又有风雪阻挡 山中还有妖鬼精怪作祟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蓝其欢会关心自己 严首一并不意外 目前他还没看出 蓝其欢他们 有什么邪恶之处 反而感觉和三龙叔 蜡里头 正昭地他们一样 不过让严首一奇怪的是 蓝其欢口中的妖鬼精怪 小蓝仪 长白山上妖鬼精怪很多 他询问道 蓝其欢醋没点头 很多 长白山怎么说 也是东北第一圣山 光是怪质传说 就不知有多少了 那些没人见过的怪东西 更是数不胜数 就算是你 也有殉命的危险 一旁的龙飞城却不信 他嘴里塞着烧鸡 含糊地说道 小蓝仪 那您是没见过 严格动七手的样子 现在鬼王在他的面前 都不算个屁 区区妖鬼精怪算什么 哪知蓝其欢 十分严肃认真的回答 长白山的妖鬼精怪可不同 你们千万不要轻视了 上次就连戏子 都差点交代在山里 此言一出 酒桌突然安静了几秒 所有人都看向蓝其欢 想要听他把话说清楚 就连里根苗 都差点死在 长白山的妖鬼精怪手里 大家都觉得 有些不敢相信 且不说里根苗实力如何 他能和名门大派 斗到这个地步 还能逼死老天师 实力会差到哪去 什么样的妖鬼精怪 能让里根苗 差点丧命 这得是什么级别的家伙 所有人的脑子里 都充满了疑惑 老盘等人反应稍好一些 他们早就知道此事了 里根苗叹了口气 有些责怪地说道 小蓝 提这事做什么 蓝其欢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捂着嘴尴尬道 我也是关心则乱 眼手一看了看蓝其欢 又看了看里根苗 忽然有种感觉 蓝其欢似乎在暗中帮自己 长白山很危险 小蓝一担心我吃了轻敌的亏 会在长白山里受到伤害 所以故意提起此事 让里根苗没法隐瞒 意识到这一点的眼手一 看待蓝其欢的眼神 多了一分清静 狗倒是可不客气 戏子 长白山是怎么回事 你稀稀说来 要是有半点隐瞒 我们就不上长白山了 说出来也无妨 里根苗淡淡地解释道 上次我上长白山的时候 偶遇一只黑熊精 那家伙藏在石头后面 我没注意到 被那畜生给偷袭了 黑熊精 长白山是块风水宝地 普通人难以涉足 有黑熊精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但就算是黑熊精偷袭 以你的实力 也不可能险些丧命吧 妙计打量着里根苗 似乎想看出 里根苗有什么弱点 那黑熊精不简单 除了皮糙肉厚力大无穷之外 还能口吐人言 招来黑风 当时我与他斗了一阵 山里突然刮起黑风 吹得我睁不开眼睛 差点坠落悬崖 里根苗轻描淡写地 说出自己的遭遇 如此听来 这黑熊精确实不一样 严守一想到了朱山造 朱山造的修为 已经很不错了 但呼风唤雨这种事 他是办不到的 也就是说 偷袭里根苗的黑熊精 再怎么弱 都比朱山造要强 等等 你刚才提到 黑熊精能口吐人言 他对你说了什么 严守一突然抓住重点 其他人也被吸引注意 就连潘石屹等人 都望向里根苗 显然他们之前 并不知道此事 又或者说 他们没发现这个细节 里根苗翻了个白眼 不知是责怪自己说漏嘴 还是责怪严守一 发现了这个细节 黑熊精说 天池圣地 凡人进入 如有违抗 天神诛杀 众人震惊 许久没能缓过来 过了好一阵 潘石一皱眉道 黑熊精在守护天池 郑又谦疑惑道 可江庆雪就在天池 凭什么他能进去 你去不得 蓝奇欢忽然想到什么 震惊道 那黑熊精该不会 是守护庆雪的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很快就顺着蛛丝马迹 推测出一二 难怪戏子回来之后 便不再尝试上山 而是想方设法 把严守一弄到长白山来 并坚持要跟他一起登山 原来他正是从黑熊精的口中 得到的信息 我也只是推测 这时 里根苗开口了 天池周围有 阵法保护也是事实 但那黑熊精的出现 实在是太突兀了 不管他保护的是天池 还是江庆雪 我带上严守一准没错 龙飞成诺拍桌 合着你把我们严格当钥匙 严守一无语地安慰龙飞成 大家都知道 你没必要点出来 妙计深吸一口气 道 阿弥陀佛 不管长白山里有什么 我们一群人一起上去 也不至于怕了他 对 管他是黑熊白熊 宰了就都是死熊了 狗倒是冷笑道 道爷我可是好多年 没吃过熊掌了 见大家如此热情高涨 严守一不得不泼大家凉水 其实 我计划的是 我与里根苗单独上山 你们就暂时留在桃园村里 为什么啊 龙飞成第一个反对 里根苗这狗日的城府太深 万一长白山上是个坑怎么办 严格啊 你还真往里跳啊 里根苗咳嗽两声 不紧不慢地提醒 龙飞成 我本人就在这儿呢 你在这儿我也照说 龙飞成骂道 你狗日的 肯定又要耍什么阴谋诡计了 里根苗 老潘严肃提醒 不准你这么与他说话 潘十一的上位者 气势很重 再加上他说书人的能力加成 普通人根本扛不住他的嘴炮 立马就会服软 但龙飞成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他急眼了 连老天爷都敢骂 怎么会怕潘十一呢 他站起身来 双手抓住桌板 大喊道 小爷才 不管你三七二十一的 总之 颜哥 不能单独跟你上山 大不了 咱们先桌子干一架 看他的模样 是真打算先桌子了 颜首一叹了口气 压住龙飞成的肩膀 低声道 龙坛虎穴又怎么样 该我去闯的一个人都逃不掉 小龙 这回你还是听我的吧 你们留在桃园村 好好照顾韩三 可是 就让首一自己做决定吧 龙飞成刚要再说点什么 就被狗道士给打断了 狗道士看出 颜首一有把柄在里根描手中 但他又相信颜首一 没有把握的冒险 颜首一是 不会去尝试的 所以他选择相信颜首一 同时也认为 这是颜首一 作为民俗研究会会长 本就该挑起的担子 狗道士都这么说了 龙飞成心里再不情愿 也只能暂时低头 但他还是不忘 恶狠狠地威胁里根描 狗日的里根描 要是下山的时候 我严格少了一根毫毛 小爷我就放火烧了你的桃园村 本事不大 口气不小 里根描压根不在意龙飞成的威胁 潘石屹等人听了 也觉得好笑 可就在这时 龙飞成突然直接掀翻饭桌 没吃完的饭菜 还有各种过碗瓢盆 全部摔在地上 众人都惊呆了 包括颜首一 里根描撇了撇身上的剩菜 脸色阴沉地盯着龙飞成 在这一刻 一直隐藏的很好的里根描 总算是露出了一点獠牙 他终于露出一丝杀意 这顿饭 终究是不能好好吃完 潘石屹等人都不说话了 因为他们知道 里根描生气了 而龙飞成 竟然丝毫不怕里根描 反而恶狠狠地与之对视 他气喘如牛 胸口剧烈起伏 一字一句地警告道 你们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不把我当回事 但这一次我没有再开玩笑 里根描 回头我要是见不到严格 我不仅要烧了村子 还要杀光 你们所有人 一向以耸著称的龙飞成 这次竟然如此坚挺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就连狗道士 都忍不住高看龙飞成一眼 常山拽了拽龙飞成的手臂 低声劝说道 龙兄 你别激动 吵架归吵架 掀桌子这种举动 常山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不过 这也是龙飞成和常山的不同 常山也很讲义气 但龙飞成更直接一些 龙飞成撇开常山的手 恨恨地说道 李根描 你别瞪我 瞪我我也不怕你 反正我就把话料在这了 你自己看着办 说完 龙飞成气冲冲地走出兰奇欢的院子 其他人大眼瞪小眼 眼手一叹了口气 小兰姨 不好意思 没事 兰奇欢忧郁又勉强地用笑容回应 他其实不太理解 龙飞成为什么突然先捉 眼手一看了李根描眼 然后走出院子 看到蹲在不远处雪地里抽烟的龙飞成 等到他走近 发现龙飞成竟然满头冷汗 看样子 这货的内心活动 也没刚才表现出来的那么淡定吗 龙飞成察觉到眼手一来了 便厚怕地说道 妈的 还好我刚才走得快 否则真的要绷不住了 你非和戏子闹什么呀 眼手一哑然失笑 龙飞成严肃道 颜哥 你肯定也知道这一去 必定是龙坛虎穴 我这不是帮你撑撑腰 增强增强气势吗 那也不至于掀桌子啊 小兰姨是无辜的 我也不知怎么的 就是一时冲动了 龙飞成给眼手一递了根烟 叹气道 可能是小兰姨的过去 让我有点感触吧 我前半生孤苦伶仃 自从遇到颜哥你以后 才有这么多朋友 才有家的感觉 要是你死了 民俗研究会就散了 我就没家了 虽然早知道龙飞成的心情 但听龙飞成说出口 眼手一的内心 还是颇有波动 我和李根苗 私下达成了一些约定 而且这趟去是找我妈的 至少在到达天池之前 不会有什么事 眼手一安慰道 那下山的时候呢 我有准备 想把李根苗 永远留在天池 这 龙飞成瞪大了眼睛 他以为此行 是李根苗在算计眼手一 没想到眼手一竟然 也在算计眼手一 如此一来 龙飞成就放心不少了 他乐呵呵地 拍着眼手一的肩膀 那我们就在村子里等你 等你平安归来 嗯 回头你找机会 去与小兰一道个歉 至于李根苗就不必了 那是自然 龙飞成说什么 也不会对李根苗低头的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我真的死在长白山了 你真打算途了桃源村 眼手一突然问道 龙飞成似乎有点心虚 打着哈哈说道 吹牛谁不会啊 虽然龙飞成吹牛 已经快成习惯了 但眼手一却总觉得 这一次 他似乎不是在吹牛 可龙飞成有什么本事 对付高手云集的桃源村呢 下午时分 李根苗收拾好行李 准备与严守一 一同出发登山 两人都换上了厚厚的登山服 手持登山棍 佩戴着毛线帽与护目镜 严守一将帐篷之类的 野外生存物品 塞进胯包当中 而李根苗竟然也两手空空 似乎也有着 类似胯包这种储物型的法宝 所有都准备妥当 在双方人马的目送之下 两道人影与茫茫大雪融为一体 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众人等了几秒 确定严守一和李根苗 已经走远了以后 郑佑谦忽然问龙飞城 小子 你挺讲义气的 对我胃口 有没有兴趣 跟我学两手 龙飞城警惕地看着郑佑谦 回答道 你只有一只手 怎么叫我两手 郑佑谦掖住了 差点就没忍住 要用仅剩的一只手 把龙飞城给打趴下 但是龙飞城有狗倒是撑腰 狗倒是 看到郑佑谦吃扁 笑得嘴都歪了 不停地拍着龙飞城的肩膀夸奖 好小子 你真损啊 郑佑谦怒道 你他妈学不学 跟你学变戏法 变脸和吹火球 我没兴趣 龙飞城回答 飞龙探云手学不学 三仙龟动学不学 飞龙探云手是偷到的本事 郑佑谦早上 就用这一招 神不知鬼不觉地 偷了狗倒式的皮带 而三仙龟动 则是初老谦的本领 过去郑佑谦也是靠着这本事 吃遍大江南北 本来对郑佑谦没兴趣的龙飞城 突然眼睛一亮 但他之前拒绝得如此果断干脆 此时 要是立刻同意 多少有点打自己的脸了 我龙澳天不能这么没面子 所以 龙飞城故作矜持 你非要教的话 那小爷 我就勉强学一学好了 你他妈的 郑佑谦气得不行 狗倒是哈哈大笑 潘石屹在一旁 笑而不语 与此同时 在松水省的喜都 乌神山的总部 二十几颗人头 摆在乌神山总舵主纪饼的面前 一些乌神山的强者分裂两排 中间位置 则是一名被严刑拷打的 不成样的男子 纪饼坐在上位 不怒自威 他眯起眼 身后的屏风后头 突然走出一只巨型的黄鼠狼 这只黄鼠狼 比黑熊的体型 都要大上几分 浑身黑毛 头顶有一撮筋 即便不是同一个种族 普通人也能一眼看出 这只黄鼠狼的不凡 黄鼠狼走到那名男子的面前 一口咬下他的脑袋 嚼都不嚼 直接咽下 紧接着 他闭上眼睛 身体微微颤抖 尾巴蜷缩在一起 李根苗等人 躲在长白山北侧的小山村里 村子里有不少民间教派传人高手 黄鼠狼口吐人言 慢慢地说道 此乃吞铃 通过吃掉对方的血肉 获取对方的记忆 纪饼文言 冷笑道 好你个李根苗 竟然把手伸到我乌神山里来 若不是严守一暗中通知 我还不知 我们当中竟有这么多叛徒 一旁的心腹问道 总舵主 那李根苗可恨 但严守一也绑走了副舵主 这笔账 胡柴自作聪明 不经过我的同意 便删作主张 去招惹严守一 不过是咎由自取罢了 但他再怎么说 也是我纪饼的女婿 这次我们偷袭新玄山派 先就纪饼 再杀李根苗 至于报复严守一 此事暂且不提 虽然严守一绑架了胡柴 但却并没有真正伤害胡柴 相比之下 反倒是李根苗架空纪饼 妄图吞并乌神山的行为 更加让纪饼愤怒 这已经触及到他的底线了 所以严守一思考以后 认为乌神山反倒是这次 他可以利用的对象 在前来桃园村的路上 严守一曾经拿手机 想要联系某个人 当时阳哥劝他说 没有联系民俗研究会的必要 可实际上 当时严守一并不是 想要联系民俗研究会 而是打算联系乌神山 他告诉纪饼 乌神山有无数 李根苗的派来的奸细 并且商量与纪饼联手 铲除新玄山派在东北的势力 纪饼得到消息 当即决定与严守一合作 他先铲除奸细 再想办法找到李根苗的藏身之处 以最快速度前来支援严守一 作为交换 严守一也不能伤害胡柴 按照严守一的推测 当第二天他和李根苗 从长白山天池回来的时候 就是他收拾李根苗的时候 长白山的风景 自是美不胜收 主峰被冰雪覆盖 白雪挨挨 山中是灰蒙蒙的枯树 山下却又有绿植覆盖 一眼所见四季皆在 自古有天下风水出昆仑的说法 昆仑山被认为是万山之祖 但这长白山也不弱 可谓是华夏风水龙首之位 据说当年朱元璋创立明朝 为了让明朝万寿无疆 命述是刘伯温斩尽天下龙脉 刘伯温何许人也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刘伯温当年一共斩了99道龙脉 可唯独建了长白山以后 扭头就走 虽然他放弃斩长白山龙脉的原因 后人已经不可知晓 但这个故事也足以说明 长白山的特殊之处 沿着几乎不存在的山路 严守一和李根苗默默地走了许久 严守一寻思着 自己难得能与李根苗单独对话 不从他嘴里多套点信息出来 似乎有点可惜 于是他开口道 戏子 当初在龙虎山 你为什么要杀你母亲 李根苗脚步不停 情绪没有半点波澜 淡淡地说道 张青素不是我母亲 李仲熙也不是我父亲 张青素过去对你不好 这事儿我知道 我再重复一遍 张青素不是我母亲 李根苗回过头 认真地解释道 严守一眉头一皱 听李根苗这语气 他似乎在陈述一个事实 而不是因为记恨张青素 而赌气才这么说的 这又让严守一 联想到更多 李根苗明明出生在中原 却说桃园村是他的故乡 他也不认张青素和李仲熙这对父母 更奇怪的是 他不是悬山十三太保的成员 却一心要创建新悬山派 突然 一个可怕的念头 出现在严守一的脑中 有没有一种可能 眼前的这个李根苗 早就不是过去的李根苗了 是记忆篡改 第二人格 又或者是 夺赦重生 这个世界有太多可能 尤其是发生在李根苗 这种角色的身上 怎么离谱都不奇怪 你对我很感兴趣 李根苗再次回头 颇有深意地笑着问严守一 严守一也不避讳 直接说道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你想了解的真相 可能会颠覆 你对我的认知 我与你母亲的关系 也有可能让你无法对我出手 李根苗再次打起哑咪 这世间轮回 怎一个妙子了得 这家伙 又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没等严守一追问 李根苗忽然开枪 朝着空荡荡的树林 唱起歌来 自古花舞酒宴 从来乐不长远 任君堆经机遇 难买长生不死 飞擎可有千年鹤 世上西逢百岁人 严守一本想在问点问题 但听到这凄凉的歌声 悲凉的歌词 便选择闭嘴 先听戏子 把这段唱完再说吧 生碌碌 死茫茫 要绝何时绝 想长哪得长 浮云烟所语 无事探严凉 李根苗唱到兴起之处 会丢掉登山棍 比划出唱戏的首饰 配合着一些表情动作 栩栩如生 山间 雪地里 二人走着 伴随着凄凉婉转的歌声 说什么功名富贵 夸什么锦绣文章 虚信到头中示唤 得燃献尽梦荒凉 三皇五帝归何处 历代公亲在哪方 但看青史上 谁能免无常 真凌若不昧 华言来心想 宫队临前 行三县礼 初殿九 亚殿九 初殿亚殿三殿九 杜康造九满钢香 最岛洞兵吕传阳 初线转 亚线转 初线亚线三线转 王母盘桃会上转 唯愿亡人早升天 初线博 亚线博 初线亚线三线博 阳间画指阴城前 亦指画为万文观 夕阳西下 夜幕降临 阎首一和李根苗 终于爬到了长白瀑布之下 晴朗的星空之下 长白瀑布宛若银龙 好似从天河里摇起的一瓢水 被仙女洒下人间 再不远处 是长白山的天然温泉巨龙泉 阎首一没有忘记 长白山是一座正在休眠的火山 不过长白山并没有猴子 想象中猴子泡温泉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李根苗在巨龙泉附近停下脚步 低声说道 上回我便是在这里 遇到那只黑熊精的 闻言 阎首一看向四周 寻找黑熊出没的痕迹 野兽通常用粪便标记领地 如果黑熊真的来过这儿 必定会留下一点东西 正在阎首一弯腰寻找的时候 他的眼角余光 突然在角落的树林里 瞥见一道一傻而过的影子 那影子 不过阎首一的膝盖高 白乎乎的 身上似乎还有红色的玩意儿 动作很是灵敏 阎首一眉头一皱 道 戏子 那边有动静 李根苗被吸引了注意力 平住呼吸 二人悄悄地朝着那道身影 消失的地方走去 拨开一片茂密的草丛之后 阎首一看到的 竟然是一个留着瘦桃头 脑袋上绑着两根小啾啾 穿着红肚兜 白乎乎胖嘟嘟的小孩 在这深山老林里 又是寒冬腊月 怎么会有一个 穿着红肚兜的小孩 出现在这儿 长白山夜里的气温很低 阎首一是天煞失愧的身体 所以还没什么感觉 但李根苗就不一样了 没有一身厚厚的保暖羽绒服保护 恐怕他都要冻死在山里 而在这种环境之下 怎么可能 有个穿肚兜的小屁孩 光着脚丫和屁股蛋 在黑漆漆的山里玩耍呢 阎首一第一直觉 认为这小屁还是妖怪 第二反应 便更准确一点了 人参娃娃 据说千年人参修炼成精 就会变成留着瘦桃头 穿着红肚兜的人参娃娃 人参娃娃很胆小 一遇到风吹草动 就会吓得钻进地里 用手是抓不住他的 只能用红绳子套住 他才不会溜走 长白山里最不缺的 就是人参了 阎首一以前也了解过 长白山下有不少百姓 是靠着采业人参过日子的 这些采参人尽畏自然 遵守自然规律 在遇到人参的时候 总会在人参的经验上 绑上红绳 等到第二天再来采摘 如果人参不见了 那说明命中与这只人参无缘 如果人参还在 那就是山神允许采摘这颗人参 采摘的时候 要先摇三下铃铛 感谢山神馈赠 然后再一点点地挖掘 甚至用小刷子 轻轻刷掉覆盖在人参上的黑土 尽量保持人参的完整 等到采摘成功 还要将人参的种子重新种下 让这株人参能够继续繁衍 让后人也有餐可采 这些都是题外话 眼前的小娃娃 显然就是千年人参成了精 阎首一她们来得赶巧 遇到她正在山里玩耍呢 眼首一也是第一次见到人参娃娃 觉得很是好奇 便躲在草丛后面认真观察 一旁的里根苗小生说道 人参娃娃可是难得一遇 要是把她抓住了 韩三的病情应该能很快恢复 千年人参的药用价值极高 要是老金出手 这药效还能再翻几倍 里根苗说得不错 眼首一也有些心动 她从胯包中摸出一条红绳 套出一个圈 对比了一下大小 应该正好能将人参娃娃套住 你要抓她 李根苗问道 眼首一反问道 不是你说的难得一遇吗 文言 李根苗双手环抱胸口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眼首一不理会李根苗 捏手捏脚地走出草丛 小心翼翼地来到人参娃娃的身后 人参娃娃正坐在地上逗小虫子呢 玩得不亦乐乎 脑袋上的小啾啾 左摆一下右摆一下 根本没注意到 身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等到走到人参娃娃身后 确认可以套住这小家伙了 眼首一便深吸一口气 拿着红绳缓缓靠近 可就在这时候 李根苗突然黑地喊了一声 把眼首一吓了一跳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面前的人参娃娃居然消失不见了 地上只留下一个小坑 这小家伙动作居然这么快 眼首一感到惊奇 他根本没有察觉到 人参娃娃的动作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随后他有些恼怒地看向李根苗 质问道 你喊什么 李根苗笑道 我能留韩三一条命就不错了 你还真以为我会看着你救他 眼首一无言以对 这一天来和李根苗的相处 他竟然有些忘了二人的敌对关系了 这家伙在关键时刻使坏 让眼首一吃了亏 他心情颇为不爽 收了红绳 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道 继续上山吧 别耽误时间了 泽泽泽 不就坏了你一桩好事吗 怎么还生气了 李根苗泽泽笑道 你和你老爸可坏了 我不知多少好事 你们听我抱怨过什么吗 其实眼首一也不是特别生气 毕竟人生娃娃这种宝贝 一辈子能见到一次就算不错的了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况且 如此可爱的一只人生娃娃 眼首一要是真抓住了 还不知该怎么处理呢 毕竟从外表上来看 人生娃娃和一个人类又宰没什么区别 吃它就好像吃婴儿似的 心里那关过不去 李根苗见眼首一越走越远 不自觉地得意一笑 然后跟了上去 很快 倒霉的事发生了 本来晴空万里 漫天烦心 等到二人越过长白瀑布之后 天气骤变 竟然下起了大雪 风雪不仅减短了可视距离 还掩埋了原本的山路 就连眼首一带在身上的指南针 磁场都开始紊乱 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简而言之 二人迷路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 迷路可不是什么好事 李根苗拍掉肩膀上的鸡血 拽了拽围巾 陈生说道 不能再继续了 必须找个地方先避一避 刚刚吃瘤的眼首一打去道 我要是把你丢着不管 你岂不是会冻死在山里 我要是死了 柳一人也活不成 李根苗回答道 你知道我的本事 我死后 你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严守一一阵沉默 他当然知道 现在李根苗还不能死 最好的状况 是在二人下山以后 严守一想办法联系到龙虎山 同时乌神山的人赶到 把李根苗等人全都收拾了 他默默地从胯包中 拿出黄金浮宴三元 又派出珠山灶 二者一起出去寻找庇护所 不一会儿就有了回报 三元发现 前方不远处 有一座小山洞 正好用来避雪 走吧 今晚你死不了 严守一颇为遗憾地说道 李根苗则是打量着三元 这小家伙 来历不小啊 三元的身体是黄金浮宴 来自秦始皇陵墓 你应该知道 嗯 我知道 所以我指的不是黄金浮宴 而是你说的三元 严守一没继续解释 似乎在防备着李根苗 二人顶着风雪 在三元的指引之下 找到山洞 沿途还顺便捡了一点枯树枝 到山洞以后 便点起了篝火 李根苗坐在篝火边 不停地揉搓着双手 嘴里哈着白雾 严守一则站在洞口 打量着外面的风雪 这风雪下得太突然 是我母亲的阵法吗 依我所看 不是 李根苗笑道 你一个唱戏的 比我更懂阵法 严守一质疑道 李根苗答道 我比较好学 李仲西不也一样吗 外头风雪很大 严守一闲着也没事干 就拿出铁桶装了一些血 放在篝火上烧 同时 他又拿出一些饼干 自顾自地吃着 补充体力 李根苗也有自己的储物法宝 他拿出了一棵洞里 以及一包茶叶 想等水开以后 泡一杯热茶喝 突然 李根苗诧异地问严守一 你看到我的茶叶了吗 严守一懒得大理李根苗 摇了摇头 李根苗疑了一声 站起身在原地找了好几圈 愣是没找到茶叶 奇怪 我刚刚明明把茶叶放在这儿的 怎么好端端地消失了呢 李根苗万分不解 严守一不得不开口 他把饼干放在一旁 道 是不是你收起来忘了 不会的 我的记性很好 哼 记性差的人是不会意识到 自己记性差的 说完 严守一去抓自己的饼干 结果竟然也抓了个空 嗯 严守一挠了脑脑袋 有点懵 难道我也记性不好 下一秒 李根苗骂道 我吃一半的洞里呢 谁给拿走了 二人对视一眼 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山洞里 还有第三个人 在偷他们的东西 可是山洞就这么大 两人都不是普通人 谁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不声不响地偷东西 不对劲 不对劲啊 饶是严守一 也感觉后背一凉 这长白山 果然名不虚传 山里怪事真多 随后 严守一忽然有了发现 他在自己屁股底下的岩石缝里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 洞边还有新鲜的泥土 好像是刚刚挖出来的 他瞬间知道 是谁来了 人参娃娃 严守一道 没想到这小家伙 报复心这么强 居然一路跟着 我们到山洞里来 还偷我们的东西 李根苗也气笑了 想自己堂堂 新玄山派的领袖 竟然被一个千年 人参金给戏耍了 二人心里都冒出一团火 今晚怎么说 也要把这只人参娃娃 抓出来教训一顿 你来还是我来 李根苗问严守一 严守一本想亲自动手的 但他转念一想 这种机会应该让给李根苗 自己趁机看看李根苗的本事 否则回头动起手来 自己连李根苗有什么本事都不了解 打起来肯定吃亏 你来吧 李根苗点头 好 二人都清楚 人参娃娃 现在肯定还躲在地底 等着趁他们不注意 出来偷东西 所以 严守一起身给李根苗腾位置 而李根苗则是低着头观察了一番 然后俯身冲着那洞口轻轻唱歌 只是他唱的是挪鬼戏 声音沙哑难听无比 曲调尖锐 节奏还十分古怪 声音经过山洞的放大 都让严守一头晕眼花 他赶紧捂着耳朵跑到洞口 这才感觉好一点 他唱了一阵 山洞里却没有任何动静 李根苗停下唱歌 回头问严守一一个 让二人都沉思许久的问题 人参娃娃有长耳朵吗 严守一沉默许久 回答道 应该有吧 否则之前我抓他的时候 他就听不到你 叫唤了 李根苗露出诧异之色 那他怎么不出来呢 唱歌的方法逼不出人参娃娃 李根苗便决定来个强硬路线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气沉丹田 一掌拍在地上 砰的一声 严守一清楚地看到 洞中的篝火 竟然悬浮在半空中 至少三秒的时间才落地 而在那三秒的时间里 洞内的碎石 细沙 全都跟着篝火一起漂浮 每一等篝火落地 李根苗的身后 人参娃娃突然捂着脑袋钻了出来 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嘴里咿咿咿咿的喊个不停 最后他不动弹了 倒在地上似乎晕了过去 嘴角还吐着白沫 严守一十分惊讶 他不知人参娃娃 是被李根苗给唱吐了 还是被刚才那一掌给拍吐了 刚才李根苗的那一掌 其实严守一也看出了一些门道 那似乎是 融合了透镜与八卦掌的招数 是严守一之前 从未在别处见到过的 倘若这是某个门派的绝学也就罢了 但这若是被李根苗融合创造的 岂不是说明 这家伙也会透镜和八卦掌 回过神来后 严守一赶紧拿出红绳 将人参娃娃给套上 过程中 他无意间从人参娃娃的肚兜里 抖落了不少东西 大多是一些长得奇形怪状的石头 其中也有严守一的饼干 和李根苗的茶叶与洞里 破案了 果然是这小家伙偷的 二人抓住了人参娃娃 李根苗直接从衣袖里 抽出一柄匕首 面无表情地走上前 严守一眉头一皱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先把他弄死 李根苗答道 倒不是严守一圣母心泛滥 只是他看到人参娃娃 一副小孩模样 再加上他自己也即将为人父母 一时间有些心软 不想看到人参娃娃就这么死了 正当他准备和李根苗 谈谈条件的时候 李根苗忽然脸色一变 忍不住后退半步 嗯 戏子这是怎么了 看他的表情 似乎非常激惮我 可这他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激惮我 严守一还在诧异 李根苗已经道出答案 严守一 我说的那只黑熊精来了 黑熊精 严守一猛地转过身 赫然看到山洞外 有一只体型巨大的熊瞎子 熊瞎子身上还挂着鸡血 身上冒着白气 嘴里滴着口水 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二人 来者不善 他一手拎起人参娃娃 一手从胯包中拔出斩破刀 与李根苗并肩而战 警惕地与黑熊精对峙 黑熊精似乎认出李根苗来了 他愤怒地质问 上次留你一条狗命 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然又来山上找死 李根苗音笑一声 指着严守一说道 这次我可不怕你了 我带了帮手来 严守一心里破口大骂 李根苗这是在转移仇恨啊 果不其然 黑熊精立刻就盯上严守一了 又是讨厌的人类 竟然还绑架了二鸭 二鸭 严守一一愣 难道黑熊精口中的二鸭 是自己手里的人生娃娃 人类放了二鸭 黑熊精低声吼道 否则就永远留在长白山吧 山洞外大雪纷飞 山洞内的严守一和李根苗 同样被阴影笼罩 黑熊精体型巨大 带来的压迫感极强 他呼吸的时候 鼻子里醒出的热气 几乎是喷在严守一脸上的 李根苗将黑熊精的注意力 转移到严守一身上 黑熊精果然便紧紧地盯着严守一 妈的 狗日的李根苗 严守一心里暗骂一声 随后直接拎起人参娃娃 冷声说道 你认识这只人参娃娃 他叫二鸭 黑熊精似乎很在乎人参娃娃 见严守一如此粗鲁对待他 黑熊精怒火中烧 原来这两只家伙是认识的 而且关系不一般 严守一得出结论以后 直接把斩破刀架在 人参娃娃的脖子上 人类 黑熊精顿时紧张不已 不要一错再错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严守一道 李根苗看着严守一 呵呵笑道 在威胁人这件事上 你我不奋伯众 晦气玩意儿 滚一边去 严守一头也不回 李根苗挨骂了 不过因为刚才转移矛盾的操作 他有点心虚 也就不介意严守一骂他 严守一后退两步 黑熊精便前进两步 严守一立刻拉下脸来 我的话听不懂吗 黑熊精连忙向后退 与严守一保持距离 这时 严守一才稍微放松一点 他不知道 黑熊精的实力深浅 要是距离太近 这黑熊精突然出手 他未必有把握对付 黑熊精强忍着怒意说道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上山 严守一淡淡道 上次你阻拦我身边这人上山 是为了什么 黑熊精犹豫了一下 不太聪明的眼珠子 透露着智慧的光芒 随后他解释道 长白山上有一颗千年灵草 我和二鸭已经守护了三百年时间 只等成熟就将之吃掉 我担心有人类上山 会抢走我们的灵草 灵草 严守一露出思索的表情 那黑熊精紧跟着说道 但你们若是愿意放了二鸭 我也愿意交出灵草 哦 这是让步了 人参娃娃 对黑熊精而言 果然十分重要 不过 黑熊精的演技太过拙劣 严守一一眼就看出 这家伙在撒谎 他冷笑道 长白山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灵草 你只是在编借口 骗我放了二鸭吧 黑熊精眼珠子一瞪 似乎被严守一看穿了心思 令他感到非常意外 是我的演技不够好 还是这个雄性人类太聪明 又或者是哪里露馅了 黑熊精想不明白 他自诩是长白山第一大聪明 却常常搞不清楚 人类在想什么 不过 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李根苗似乎察觉到什么 他注意到 严守一身后 居然多了一排奇怪的小脚印 看着像某种体型不大的琴类脚印 突然 严守一眼前一花 一道黑影凭空出现 一闪而过 直接抢走了严守一手里的二鸭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黑熊精就突然咆哮着扑过来 巨大的熊掌直拍严守一脑门 严守一赶紧弯腰闪躲 只听砰的一声 黑熊精一巴掌拍在岩壁上 整个山洞都震站起来 岩壁上的岩石像是豆腐似的 被黑熊精拍下一块 上面还留着长长深深的抓痕 乖乖 这一巴掌要是拍在我脑袋上 就算我是天煞失魁的身体 脑袋也会被拍成肉泥吧 要是拍在李根苗身上呢 严守一忽然明白 李根苗为何如此忌惮这只黑熊精了 倘若近距离肉身战斗 李根苗可能根本不是黑熊精的对手 不过 刚才那抢走人生娃娃的东西是什么 严守一弯腰之后 立刻使用纵地金光 躲到山洞深处去 距离黑熊精最近的人 反而变成了李根苗 正在看热闹的李根苗 变成了黑熊精的目标 他回过神来 脸色一变 严守一 你不讲武德 严守一躲在后头 冷笑道 刚才你不也是这样的吗 虽然严守一在看热闹 但他却没有掉以轻心 李根苗现在还不能死 但他不信 李根苗会连黑熊精都对付不了 所以想要趁此机会 让黑熊精试一试李根苗的底子 李根苗叫骂过后 也露出认真的表情 见黑熊精炒自己扑来 李根苗一个剑步冲向岩壁 身体静顺着岩壁跑了一圈 落在扑空的黑熊精身后 黑熊精体型巨大 显得有些笨重 想要转个身都费劲 而这时 李根苗拿出一个小葫芦 拔掉木塞之后 无数白色的没有意识的恶鬼魂魄 飘了出来 他随手一指 这些魂魄便扑向黑熊精 不过 它们并没有缠着黑熊精 而是直接钻进黑熊精的身体里 这 这是什么东西 黑熊精大惊失色 不停地在地上打滚 想要把这些钻进他身体里的东西蹭出去 李根苗见时候差不多了 便唱起歌来 牛头马面勾魂屎 黑白无常取命来 阎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这是什么招数 眼手一默默又仔细地观察着 只见黑熊精露出痛苦之色 那黑色皮毛之下的肌肉不停地抽搐 好像有什么寄生虫在他体内肆虐 砰砰砰砰 毫无征兆的 黑熊精的身体长出了好几个大炮 像是鼓胀的气球似的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便撑裂了皮肤 爆出一片血浆 黑熊精再也不动弹了 鲜血喷溅在山洞的岩壁上 见了李根苗满身都是 但李根苗不仅不嫌弃这些鲜血 反而在篝火火光的映照之下 露出残忍至极的笑容 好久没有杀生了 我甚至有些手伤 李根苗略带歉意地对眼手一说道 眼手一侧着脸 心里很是不是 刚才那一招 李根苗释放出一些他提前抓住的魂魄 让他们钻进黑熊精的体内 再像是点燃炸弹似的 让那些魂魄爆炸 黑熊精皮糙肉厚 但内脏一样脆弱 没想到竟以这种方式 爆体而亡 上次我就应该杀了这只畜生的 只可惜没有准备 李根苗笑道 这一次他不太走运 山洞里的血腥味盖过一切 混着这冰冷的空气 钻进眼手一的鼻子里 尽管他早就熟悉了鲜血的味道 但再一次见到李根苗杀生 也再度给眼手一一个警醒 别看李根苗表现得温文尔雅 好像是个正常人 但他的骨子里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狂 和深渊靠太近 是会被深渊同化的 眼手一的眼神也逐渐冷下来 就在此时 山洞不起眼的角落 突然冲出一只棕灰色的走地鸡 扑腾着翅膀 跑到黑熊精的尸体旁 帖子 这只山鸡大声喊道 眼手一和李根苗都很意外 因为他们刚才根本没有看到这只山鸡 它不是躲在那的 而是突然凭空出现 二人的脑子里 同时涌出许多疑惑 这只山鸡和黑熊精 是一伙的 它不仅会说话 而且还会闪现 或者隐身的本领 眼手一想起来了 刚才就走人生娃娃的 多半就是这只山鸡 山鸡暴风哭泣的时候 人生娃娃也从土地里钻出来了 抱着黑熊精的尸体 娃娃大哭 一时间就连李根苗 都不知要如何面对这个场景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 李根苗再度露出凶狠的笑容 人生娃娃又出现了 你不抓它吗 另一只奇怪的山鸡就交给我吧 眼手一本就不想杀人生娃娃 再加上刚才黑熊精被杀的时候 让眼手一再度认清李根苗的本质 所以这回他选择不出手 他摇头道 不要人生娃娃了 黑熊精也死了 没人能拦着我们上山的路 走吧 哦 你对这只山鸡难道就不好奇吗 李根苗疑惑道 如果你上山是为了抓山鸡的话 那你就出手好了 眼手一嘲讽道 李根苗冷哼一声 不理会眼手一的嘲讽 他的确对这只会奇怪的山鸡很感兴趣 不过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山鸡的本领 不管是闪现还是隐身 要是能学会的话那可是不俗的本领 于是李根苗静止走到山鸡身后 伸手想要直接将他抓住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变突生 山鸡突然带着人参娃娃再度消失 而本来已经爆铁王的黑熊精 竟然突然醒来 一巴掌拍在李根苗的胸口 碰 李根苗如炮弹似的飞出 直接撞在墙上 落地之后的他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颜首一也大惊失色 这黑熊精怎么复活了 只见黑熊精晃晃悠悠地爬起来 身上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伤口 竟然快速愈合了 这简直和颜首一天煞尸馗的身体 有得一平 山鸡和人参娃娃出现在洞口 二者竟然在嘲笑李根苗 哈哈哈哈 就凭你们也想杀死帖子 真是太搞笑了 哈哈 开口嘲讽的是山鸡 而人参娃娃则在一旁半鬼脸 吐着舌头对李根苗略略略 堂堂星玄山派的领袖 居然被一只山鸡和一根人参给嘲讽了 颜首一想笑 甚至想加入嘲讽队伍 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禁地和李根苗差不多 待会儿黑熊精收拾了李根苗 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而且更操弹的是 颜首一现在还不能让李根苗死 人类 你的死期到了 黑熊精咆哮一声 扑向李根苗 巨大的熊掌直直拍向李根苗的脑袋 千钧一发之际 颜首一闪身出现 拦在李根苗身前 用斩破刀阁挡住黑熊精的攻击 黑熊精的力道之大 让颜首一整个身体一沉 双脚深深陷入土地当中 嗯 黑熊精似乎没想到 这个人类能硬抗自己的攻击 收手之后 他嗅了嗅鼻子 惊讶道 你 你和我一样 颜首一一愣 什么叫我和你一样 等等 力大无穷 身尖如铁 超强的自愈能力 眼前的这只熊瞎子 竟然是天煞诗魁 颜首一不敢相信地看着黑熊精 他眼中的震惊之色 要比黑熊精多得多 天煞诗魁的炼制条件 非常苛刻麻烦 颜首一也是凑巧才拥有的 这黑熊精是怎么获得的 不会有人无聊到 炼制一只黑熊吧 李根苗倒在颜首一身后 嘴角还在流血 却不忘嘲讽道 你们都是天煞诗魁 岂不是要拜个霸子 黑熊精回过神来 眼前这个人类 就算是天煞诗魁 也改变不了 双方是敌人的事实 更何况 另一个人类 刚才还杀了他一回 这梁子可是结下了 老子管你是谁 擅闯长白山 格杀勿论 黑熊精再次出手 和颜首一缠斗在一起 双方打了几个回合 颜首一的实力 也逐渐显现出来 他没有使用任何法术和神通 光凭肉身的本事 就能和黑熊精 打得平分秋色 一开始喊着加油的山鸡 和人参娃娃 此时也全都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都看出来了 颜首一不是什么善茬 就算帖子厉害 也还是有可能 败在这个人类的手里 李根苗则是饶有兴趣地看着 丝毫不在意 自己身上的伤 最后是黑熊精先忍不住了 他发现这个人类很是难缠 不动点真本事 恐怕是收拾不了 于是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黑熊精后退几步 咬破自己的爪子 然后凌空画幅 掌心迸发出银色的电蛇 角击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无者生 逆无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绿令 掌心嘞 嘖嘖嘖 电蛇直奔眼首一而去 而严守一都看呆了 直到最后一秒才闪躲 就连里根苗 也是瞪大了眼睛 不过他立刻就恢复正常 嘴角带笑 似乎想通了什么问题 严守一躲开电蛇 吃惊地喊道 掌心雷 你一只长白山里的黑熊精 怎么可能会毛山派的本事 黑熊精哈哈大笑 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 老子垫死你 紧接着 又是几道掌心雷劈向严守一 山鸡和人参娃娃士气大增 又开始笑嘻嘻地喊着加油 直到严守一忍无可忍 同样以掌心雷反击 狡击之精 假以神灵 妈的受不了 直接给我垫 粗壮的电蛇 瞬间涌现在严守一掌心 比黑熊精的电蛇 要可怕十几倍 这回傻眼的换作是黑熊精了 你 你怎么也会掌心雷 难道你是毛山派的倒是 黑熊精使用掌心雷 着实让严守一大吃一惊 而严守一使用掌心雷 同样把黑熊急吓了一跳 一人一雄 大眼瞪小眼 山洞里的气氛 一时间竟然有些尴尬 毛山的寨主找上门来了 这时 那只奇怪的山鸡 突然开口喊道 帖子 要不咱们还是开溜吧 反正他们也找不到上山的路 山鸡的声音 听着像得难声 但年纪应该不大 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得出来 这家伙怂得很 而黑熊精的性格和山鸡 就完全不同了 只见帖子摩拳擦掌 眼里迸发出战意 好久没有遇到 这么有本事的人类了 老子手痒痒 必须和他打上一场 人生娃娃二鸭 见有好戏看了 拍手喊道 你们要打架吗 好呀好呀 我最喜欢看打架了 哼 刚才这两个 臭人类想抓我 帖子哥 你一定要帮我 收拾他们俩 眼手一冲着二鸭 兹了兹牙 心说 你这小屁海嘴 怎么这么碎呢 要不是 我刚才手下留情 你现在指不定都被戏子 拿去炖汤撞羊了 喂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飞熊精指高气羊地问 眼手一想都没想 就回答道 龙飞成 哼 名字倒是够酷够赚 但和我帖子哥 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黑熊精自信地嘲笑道 眼手一愣住了 这黑熊精哪来的 自信嘲讽龙飞成这个名字 你这个叫帖子的 能好到哪里去 你咋不叫杆子 不叫钢子呢 根据眼手一的判断 这只名叫帖子的黑熊精 那么普通 却又那么自信 简称普姓熊 普姓熊笑道 你有本事 但不多 虽然想要成为我的对手 还有一点距离 但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我 哼 别废话了 出招吧 我 怎么 怕了吗 怕就对了 扑啊 眼手一一全轰在普姓熊的肚子上 毫无防备的普姓熊 连退好几步 后背撞在煽动岩壁上 才停下来 他本来是不想再动手的 但奈何这普姓熊 实在是太中二了 他忍不住啊 普姓熊撞在岩壁上 脑袋上被震下不少石头 咣当咣当地砸在他的脑袋上 普姓熊捂着肚子郁闷道 大意了 我没有闪 二鸭捂着脸 叫喊道 好丢人呀 山鸡拍着翅膀 帖子 你行不行啊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搬救兵吧 这三个奇葩 还有救兵 眼手一心里一沉 虽然早有心理建设 但他也没想到 长白山上妖鬼精怪这么多 看来这上山的路 真是不好走啊 既然如此 他就不能仁慈 放走普姓熊他们了 普姓熊缓过神来 气呼呼地出手 照出好几道掌星雷 披向眼手一 这一次 普姓熊拿出了真本事 召唤出来的掌星雷非同反响 与眼手一之前全力使用的掌星雷 相差无二 眼手一使用纵地金光 在几道掌星雷之间闪躲腾挪 尽管普姓熊招数秘籍 但眼手一还是游刃有余 片叶不沾身 哎呦我去 真有一手哈 普姓熊黑黑一笑 突然抓起一把地上的泥土 面了声咒 眼手一当即感觉脚下一滑 咣当一声摔倒在地 紧跟着便是三道电蛇同时冲来 摔得七昏八速的 眼手一来不及想太多 伸手弹出袖子里的飞虎爪 飞虎爪瞬间抓住后方的岩壁 然后快速收缩 拽着眼手一后退 这才躲过三道掌星雷 普姓熊见状 大呼卧槽 怎么还带用道具呢 这是飞虎爪吧 你小子原来也不是毛山道士 而是摸金校尉 来长白山里捣斗 眼手一揽的解释 不过有一点令他很在意 刚才普姓熊让自己摔倒的那一招 不正是鲁班书中的招数吗 这普姓熊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仅会毛山的掌星雷 还会鲁班书里的招数 不过眼手一也不会坐以待毙了 他收了飞虎爪 见身边的李根苗 还是一副看性模样 刚才把他抓到面前 一拳垂向他的胸口 李根苗脸色一变 你要干什么 结果这一拳下去 李根苗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 反倒是他身后的普姓熊惨叫一声 连退好几步 透镜 李根苗和普姓熊同时反应过来 咱们一起上山 你好歹做出点贡献吧 眼手一应笑道 李根苗正要回答 却被眼手一直接扔到一旁 只见他飞速冲向普姓熊 普姓熊赶紧摆正姿态 周身覆盖了一层金光 竟然是龙虎山的金光咒 来不及惊讶 眼手一已经来到普姓熊的面前 普姓熊仰起巨大的熊掌 拍向眼手一 而眼手一则是放弃使用斩破刀 徒手迎上去 四两拨千斤 太极拳法被眼手一融会贯通 面对普姓熊的巨大熊掌 也丝毫不切 带着万军之力拍下的熊掌 被眼手一轻松推到一旁 眼手一此时心生一技 顺势给了普姓熊 一个不痛不痒的耳光 普姓熊顿时傻眼了 这是羞辱啊 这是奇耻大如 山姬和二鸭也看呆了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帖子哥 竟然被一个人类 打了一个大逼动 二鸭抱着大脑袋 满脸惊讶 一鸭 帖子哥挨打了 山姬晃了晃脑袋 完了 帖子要生气了 二鸭 你钻地跑得快 快去把爷爷请过来 为什么不是你去 二鸭不太情愿 人家想在这里 看帖子哥打架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山姬哥了 山姬怒道 快去 否则我就把你偷吃 帖子蜂蜜的事情说出去 不要嘛 我这就去 二鸭说完 羞的一声就钻进土里 请帮手去了 而普姓熊 则是痴痴呆呆地 看着颜首一 你打我的脸 颜首一诧异地 看着普姓熊 不能打脸吗 你事前也没说啊 普姓熊怒吼道 我爸都没打过我的脸 颜首一 普姓熊直接炸毛了 不知是不是错觉 颜首一感觉 这家伙的体型 都变大了几分 打熊不打脸 没听说过吗 你这个人类 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 不行 我忍不了 这回我真削你了 普姓熊给颜首一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 未经世事 但却故作高深的中二少年 这家伙浑身上下 都透露着装逼的气息 但他装逼的手段 和龙飞城相比 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眼看普姓熊认真了 颜首一也打算 尽快将这只普姓熊给放倒 否则就他这画老鼠性 就算颜首一不被他打败 也会被他给烦死 可接下来普姓熊的动作 着实让颜首一又一次开眼了 只见普姓熊不知 从哪里掏出一张 皱巴巴脏兮兮的道符 放在面前吹一口气 就烧着了 紧接着 他甩了甩道符 道符瞬间变成一根长棍 燃符取物 颜首一惊了 这普姓熊 怎么什么都会 见颜首一露出惊讶的表情 普姓熊哈哈大笑 小子 看傻了吧 这一招可是神仙姐姐教我的本领 说完 普姓熊大喝一声 甩着棍花巢颜首一靠近 既然普姓熊开始用武器了 那颜首一也不惯着 他伸手拔出之前 插在地上的斩破刀 直接解除刀上的佛家 六字真言封印 黑色的煞气喷涌而出 席卷整个扇动 普姓熊脸色一沉 如此重的煞气 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是杀之人 那我可就不留情了 普姓熊一棍打下 颜首一双手握住斩破刀打刀柄 横在身前格挡 然后借力将长棍推向一边 转身横扫普姓熊下盘 然而普姓熊也是用棍好手 他一跃而起 手里的长棍忽然换了个方向 用棍尾击打颜首一的肩膀 颜首一也不甘示弱 提表有金光泛起 他直接用佛门金身 硬抗了普姓熊这一棍 杀伤力可以无视 但棍子上的力道却不会消失 这一棍之下 颜首一竟然半个人都陷进土里 可见这一棍的力道有多大 这一棍 我要直接把你打进地底 普姓熊大喝着再次举棍 颜首一心中一领 直接启用棋门盾甲 108层罗盘瞬间将二者包裹 普姓熊脚下的泥土变成沼泽 让他陷入其中 而颜首一则是被一块凸起的岩石 顶出地面 当颜首一撤掉棋门盾甲之时 普姓熊便被困在地下 双脚都动弹不得 风水轮流转 这回换我了 颜首一连劈三下 都被普姓熊用长棍给挡住了 这长棍的材质也不普通 竟然能抗住斩破刀的劈砍 想要打负这只普姓熊 必须先搅了他的蟹才行 颜首一灵机一动 一箭劈向普姓熊 就在普姓熊举起长棍格挡的瞬间 他又一脚踹向普姓熊的脸 普姓熊对自己的脸果然格外在意 在那短短的一瞬间 普姓熊纠结了至少有一万次 究竟是格挡攻击 还是保住自己的脸 普姓熊选择了后者 就在普姓熊收招的一瞬间 颜首一的斩破刀已经落在长棍之上 而后贴着长棍横削 普姓熊吓得直接松开手 破绽出现了 原本要踹普姓熊脸的脚 突然一个上踢 直接将普姓熊手里的长棍踢飞 糟了 普姓熊脸色大变 颜首一的斩破刀 下一秒就抵在普姓熊的脖子上 你说了 颜首一淡淡地说道 普姓熊深吸一口气 不甘地看着颜首一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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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根苗背靠着颜臂坐在角落 为这一场精彩的笔斗鼓掌 普姓熊低着头说道 既不如人 我甘拜下风 颜首一没有收刀 而是问道 输了就没点惩罚什么的 你想要什么 普姓熊皱眉道 只要不上山 随便你怎么样 可我除了想上山 你身上也没什么值得我图的 颜首一说道 难道我要你切下两个熊掌 回去给我炖汤喝 也不是不行 滚 我还不稀罕呢 颜首一现在一心想上山 奈何外头风雪太大 贸然出去肯定迷路 如果这只普姓熊愿意带路的话 肯定能胜不少事 就在颜首一打算进一步审问普姓熊的时候 山洞外忽然响起人参娃娃二压稚嫩的声音 爷爷爷爷走快点 帖子哥就快要被那两人坏蛋给打死了 嗯 要是帖子哥被打死了 他的蜂蜜是不是就归我了 爷爷爷爷 要不我们回去吧 山洞里的普姓熊满脸黑线 颜首一闻声 看向山洞外 只见那二压光着脚丫子 捂着正在冒烟的脑袋 眼里带泪 委屈巴巴地走进山洞 而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位拿着手杖 背着药箱的白胡子老头 令人惊讶的是 老头竟然骑着一只梅花鹿 颇有一股先锋倒鼓的意思 山鸡见到老头立刻飞了过去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爷爷 老头恩了一声 看向山洞里的情况 脸色有些阴沉 他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没想到 这两个外来者竟然能把帖子打败 于是老头开口说道 二位 长白山上没有宝贝 你们不要再来自寻烦恼了 今晚老朽可以当没见过你们 速速下山去吧 事已至此 颜首一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他一路从荣城北上 经历了这么多才到了长白山 他抱拳说道 老前辈 我要上山寻人 此事关系重大 还请行个方便 不方便 老头尤言不敬 竟然直接拒绝 甚至连了解颜首一上山的原因的兴趣都没有 不过老头还是给出了一点解释 你们二人身上杀伐之气太重 显然不是好人 长白山已经安定多年 不想多惹事端 二位请回吧 颜首一郁闷不已 李根苗身上杀气重 是因为他真的是杀 但我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就在他准备辩解之时 原本受伤的李根苗 忽然像是没事人似地爬起来 上前指着颜首一说道 老头 这小子是江庆雪的儿子颜首一 此次是特地过来上山寻母的 你确定连他都不能上山 文言 老头原本无精打采的眼睛里 突然迸射出一道金光 他认真打量着颜首一 就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当李根苗点出颜首一的身份的时候 老头的表情有了剧烈的变化 差点就失去表情管理能力了 同时颜首一也反应过来 那只朴信雄会的招数 不正是鲁班传人会的吗 长白山上应该只有一个鲁班传人 那就是他的母亲江庆雪 也就是说 这只黑熊精的本事 是他的母亲教的 而李根苗恐怕早就看出了端倪 只是一直忍着没说 直到现在才点破 想到这里 颜首一气愤地转过头 瞪着李根苗 你早看出来了 你想试探我 我也想试探你啊 李根苗耸奸 奸计得逞 颜首一冷哼一声 抓了一把地上的泥土势重 结果李根苗站着好好的没动 也凭空脚滑摔了一跤 这是颜首一对李根苗的报复 李根苗也不生气 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巴 这事就算过去了 此时老头走进山洞 双手颤颤巍巍地扶着颜首一的肩膀 一 你真的是小姐的孩子 需要我怎么证明吗 颜首一问完 提了提自己身上的胯包 这是母亲的胯包 凤仪轩做的 后来爷爷给了我 老头摇摇头 似乎并不在意那个胯包 他说道 您长得与您母亲 很像 只是老朽之前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到长白山来了 没等颜首一说上几句话 老头居然热泪盈眶 似乎等着一天等了好久 一旁的黑熊精他们四个 则是大眼瞪小眼 表情异常精彩 山鸡飞到黑熊精的肩膀上 小声说道 这这这这 这这小子难道是神仙姐姐的孩子 咱们的小主人 我的天啊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帖子 这回你可倒霉了 黑熊精用毛茸茸的熊掌捂着眼睛 耳朵也害怕地搭拉下来 我哪知道他的身份啊 不过我刚才还纳闷呢 他怎么也会掳斑的法术 二鸭咬着一根手指头 似乎在思考 而且还不知不觉地 把脑子里在想的话给说出来了 小主人会不会给我买好吃的呀 我好想吃糖呀 你们怎么光想着自己 梅花露说道 小主人来找神仙姐姐了 神仙姐姐总算能够重获自由了 四只神奇的动物 用人类的语言交流着 眼神还时不时看向眼手一 他们本来就很少见人 对人类的世界好奇不已 但奈何爷爷管得太严 他们都不能下山 遇到上山的人类也必须驱赶 这是他们第一次 和外来的人类 有这么长时间的交流 而且 他们即将迎来小主人 大家都十分激动兴奋 眼手一搀扶着老头 安慰了几句 老头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他实在忍不住 询问老头的身份 老前辈 我该怎么称呼您 您和我的母亲 是什么关系 小主人 您喊我温伯伯便好 我是您母亲师父的管家 一辈子都在照顾您母亲的师父 后来您母亲的师父 与话登仙了 我便继续照顾您母亲 一直到现在 温伯伯又提了提手里 造型古怪的手杖 解释道 但小姐不怎么需要我照顾 我便在这长白山里 做一名踩身人 这是我的锁宝棍 我一边做踩身人 一边保护天池 让小姐在闭关之时 免受外人的打扰 得知温伯伯的身份 严守一对这位长辈 更加尊敬了 不过她也注意到 温伯伯话中的一些 特别的信息 妈妈的师父 也在长白山 虽然妈妈的师父 已经嫁和西去了 但她的存在 依旧让严守一很感兴趣 妈妈是鲁班传人 她的师父 也一定是鲁班传人 只是不知道 这位前辈和爷爷比起来 谁更厉害一些 温伯伯抓着严守一的手 她的手很干燥 上面布满了皱纹 像是一棵即将枯死的老树 冰冰凉凉的 小主人 我们等了您许久 您总算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 温伯伯的语气 再次激动起来 严守一连忙安抚 疑惑道 你们一直在等我 一直在等 已经等了快二十年了 为什么要等我 妈妈她不能自己出来 找我吗 关于此事 说来话长 不过等您见到了小姐 自然会知道一切的 温伯伯慈祥地笑着 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回头对黑熊金四个喊道 你们四个呆头呆脑的东西 见到小主人也认不出来 还不快点过来 温伯伯对待严守一的时候 慈眉善目温声细语 对待黑熊金四个 则是凶巴巴的 这双标的 简直不要太明显 主仆关系一下就区分出来了 黑熊金四个 全都表情古怪 不情不愿地一点点 挪到严守一面前 他们一字排开 动作扭扭捏捏 好像特别不好意思 不过二鸭稍微好一点 他一靠近 就用水灵灵的大眼睛 盯着严守一 问道 小主人 你会给我买糖吃吗 山姬用翅膀 拍了一下二鸭的脑袋 小声说道 别逼逼 万一小主人 想吃你怎么办 二鸭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和其他三者的身份不同 他才是食物 哇 天真的二鸭 顿时吓哭出来 脑袋摇得像的波浪鼓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啊 我把帖子割藏的蜂蜜 全都给你 哎哟我去 黑熊金满脸震惊地 看着二鸭这个小叛徒 严守一赶紧安慰道 你别哭呀 你不哭我就不吃你 山姬补充道 小主人说 你再哭就吃了你 哇嘎 刚才还在嚎啕大哭的二鸭 顿时哑火了 捂着嘴巴 尽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死 翁伯伯咧着嘴吸气 然后举起锁宝棍 敲在山姬的脑袋上 就你话多 显得你最聪明 是不是 山姬用翅膀捂着脑袋 不敢多嘴了 严守一发现 这四个家伙的性格 都特别有意思 大家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他问道 翁伯伯 他们四位又是什么身份 身份 翁伯伯以前似乎 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被严守一这么一问 他只能现场给答案 应该算是宠物吧 宠物 严守一满脸黑线 妈妈这养宠物的爱好挺别致啊 养了一只黑熊 一只山鸡 一只梅花鹿 还中了一颗千年人参 翁伯伯招招手 你们自己做自我介绍吧 二鸭性子最急 第一个跳出来 哪声哪气地说道 我叫二鸭 严守一伸了伸脖子 眉毛挑了挑 山洞里沉默了一阵 严守一忍不住问 没了 二鸭思考了一阵 捏着自己白花花的肚皮 悠悠地补充道 我的肉肉是苦的 不好吃 真的 我不骗你 严守一汗言 我也不吃你 真的 好的呀 二鸭高兴不已 退回队伍 黑熊精不好意思地挠着脑袋 我叫帖子 我的本领都是神仙姐姐 哦不 是你母亲交的 严守一对黑熊精伸出手 不打不相识 以后我来长白山 得靠你罩着点了 见严守一如此好说话 黑熊精乐呵呵道 都几把哥马 Doing 翁伯伯又给了帖子一棍 怎么与小主人说话的 帖子连忙抱头退回队伍 如你所见 我是一只梅花鹿 梅花鹿刚要继续介绍 一旁的山鸡插嘴道 它叫山炮 严守一惊了 这么漂亮的一只梅花鹿 怎么起了个山炮的名呢 这也太不优雅了吧 梅花鹿叹了口气 我的名字是帖子起的 大家都叫习惯了 不过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起了个更儒雅的名字 什么名字 铁蛋 好的 我以后还是喊你山炮吧 严守一叹气 我在期待什么啊 眼前这四只 可是没离开过长白山 没读过书 没上过学的文盲 我还真指望 他们能起出什么好听的名字 山炮郁闷地低下头 一旁的帖子哈哈大笑 拍着山炮的后背 炮 你看吧 我就说了 放眼整个长白山 论文学识 除了爷爷和神仙姐姐 就没有我的对手了 严守一在心里吐槽 是啊 毕竟你的对手 只有一头梅花鹿 一只山鸡和一只人参娃娃而已 最后轮到 那只拥有神奇能力的山鸡了 只见这只山鸡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出来 清了清嗓子说道 我 我知道 你是山鸡对不对 严守一忙猜了一下 试图拉近双方的距离 结果山鸡瞬间垮了 我是一只花尾针鸡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唐突了 严守一十分抱歉地问道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山鸡 嗯 我叫山鸡 也是帖子给起的名字 严守一 这不还是山鸡吗 看来母亲在长白山二十年 也不无聊嘛 毕竟有这四个活宝 在这闹笑话 要是严守一在这里 光是听他们四个的名字 就能笑十年 四个宠物做了自我介绍 翁伯伯才笑眯眯地说道 小主人 您别看他们 四个笨笨的 其实他们都受过小姐的点拨 各个身怀绝技 哦 他们有什么能力 严守一好奇 其中他对山炮最感兴趣 山炮的能力 到底是隐身 还是瞬间移动 二压能够遁地 还能与植物对话 铁子是天煞尸馗之身 还会一些鲁斑法门 山炮能控制天气 这场暴风雪 就是他制造的 除此之外 他还有另一个神秘的本领 那就是 能看穿他人所剩余的羊兽 至于山鸡 他不仅可以控制飞禽 还能够隐身 四个宠物 果然身怀绝技 每一个本领都神乎其神 不像是靠修炼 就能够获得的 尤其是山炮的本领 控制天气 看穿他人剩余羊兽 这简直是传说中的灵兽 才拥有的能力 这让严守医 忍不住想到了 他所见到的唯一一个神仙 陈家村的山神炎泽 那家伙还喜欢骑青牛 青牛也有一些 特殊的神奇能力 同时 严守医心里的 另一个疑惑也解开了 山鸡的能力是隐身 不是瞬间移动 不过 隐身这个能力 已经足够变态了 老天有眼 小主人总算是到长白山来了 翁伯伯微笑地说道 小主人 我这就带您去天池吧 说话间 山炮发出一阵路鸣 山洞外的风雪果然停止 抬头又是明月与星空 明亮的月光 照亮了上山的小路 严守医当然想要尽快上山 但他也没忘记 和自己一同上山的里根苗 他回头看向里根苗 这家伙自打刚才开始 就一直故意减弱自己的存在感 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翁伯伯也注意到了里根苗 于是皱眉问道 小主人 此人是您的朋友吗 不 他是我的死敌 只不过出于某些原因 我不能杀他 还必须带他去见母亲 严守医无奈道 翁伯伯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帖子他们也露出敌意 这家伙居然威胁小主人 他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翁伯伯冷声道 既然你和小主人是敌非友 那树老朽无法带你上天池 对此 里根苗似乎早有准备 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其身说道 翁老头 在长白山三十年 你就不想家吗 翁伯伯忽然一震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复杂 似乎想起许多往事 最后 所有复杂的情绪 化作一声长叹 他问严守医 小主人 您一定要带他上山吗 要的 严守医也没有选择的机会 不把里根苗带上山 柳一人就危险了 在他的计划当中 里根苗可以上长白山 但在下山以后 里根苗必须死 既然如此 就带上他一起吧 翁伯伯这话 又像是对严守医的妥协 又好像是找到了台阶 他说完 示意严守医骑上山炮 严守医犹豫了一下 爬到山炮的背上 山鸡直接飞到严守医的肩膀上 高兴地喊道 走喽 去见神仙姐姐喽 四个宠物 似乎都特别喜欢母亲呢 严守医的心情突然变好了 在这人际罕至的长白山 四只宠物 却被母亲带得如此欢乐 想必自己那素未蒙面的母亲 应该也不是什么特别严肃的人吧 里根苗与严守医等人 保持着一定距离 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 长白山上无风无雪 十分平静 三人外加四只小妖怪 一起走在山中的小路上 严守医没忍住 向翁伯伯询问道 翁伯伯 您照顾了我母亲多久 翁伯伯回忆了一阵 感慨到 老朽上山多久 便照顾了小姐多久 只可惜 小姐中途离开了几年 这离开的几年 严守医心里门清 那肯定就是 母亲跟着父亲下山 然后生自己的那几年 严守医又想起 刚才李根苗对翁伯伯所说的话 言语中提起翁伯伯伯 似乎在长白山守了三十年 按照年龄推算 母亲大概十岁之前 就在长白山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 李根苗为何对翁伯伯如此了解 他是提前打探了消息 还是因为与母亲是旧相识 所以才知道翁伯伯的情况 翁伯伯 我从小跟着爷爷生活 父亲和爷爷对母亲的事很少提及 所以我对母亲一点也不了解 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这话说得有点别扭 儿子对母亲竟然如此陌生 还需要其他人来介绍 不过翁伯伯看到的 却是严守医从小缺失母爱 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只能选择坚强 所以他的表情里多了一丝怜惜 当然没问题 小姐原本出生名门望族 好像是国都燕京人士 她十岁那年生日 被云游的高人看中 收为徒弟 而后就被带上长白山 可能是小姐的师父 不知该如何照顾小姐 因此才看中了我 让我上山照顾小姐 在长白山的那些年 小姐一直跟着她师父 潜心修炼 但是后来有一天 有一群年轻人闯入天池 闯进了小姐清修的地方 小姐因此 对外面的世界新生向往 终究还是没忍住诱惑 跟着那群年轻人下山了 等老朽与小姐的师父发现 小姐已经不知身在何处 带走小姐的那伙人 小主人您肯定知道是谁 严守医干咳两声 摸了摸鼻子 可不就是自己的流氓老爸吗 别看严筹现在一本正经 她年轻的时候 可比严守医现在疯狂多了 否则也不会惹上那么多仇家 以至于十几年后 还有仇家专门组建 反严筹联盟聊天群 小姐在外头生下了你以后 就突然收心了 很快就返回长白山 可是 等小姐回来的时候 她的师父已经羽化登险了 母亲的师父 去世了 严守医惊讶地问道 翁伯伯点点头 事实上 在小姐下山的第二个月 小姐的师父就死了 她在临终之前 让我不要碰她的遗体 非要等到小姐回来 再由小姐亲手处理 从那之后 我便没有再去过天池 一直等到小姐回来 母亲的师父 为何不让翁伯伯碰她的遗体 等到母亲几年后回来 师父的遗体 早就变成白骨了吧 难道是因为怪罪怨恨母亲 不告而别 为了让母亲心怀愧疚 关于小姐为何归来 我后来也问过原因 翁伯伯叹气道 也是那时 我才知道 小姐嫁给了另一位鲁班传人 生下的儿子 命中注定要经历生死大劫 小姐生下小主人以后 得知小主人未来将要遭遇死劫 于是她就狠心 回到常白山 想要向师父寻求破解命劫之法 但那时小姐的师父已经与化 小姐追悔莫及 于是化地为牢 立下了犹如佛门菩萨一样的大宏愿 一日不破解命劫 小姐就一日不能离开常白山 从那日以后 小姐就一直被困在天池中 每日只能研读她师父留下的古籍 推演经文 完善鲁班书下卷 天池已经成为她的监狱 这一关便是整整二十年 山鸡插嘴道 我们也是在这二十年间 被神仙姐姐所点化的 二十年来 江庆雪从未离开过天池 终日只能与这些动物为伴 这才培养出了四个如此神奇的宠物 听完了温伯伯的介绍 严首一沉默许久 她一直以为母亲心狠 不明白母亲为何弃她于不顾 二十年来从未露面 现在她终于明白 原来母亲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她 父母未经允许 擅自把严首一带到这个世界 却发现他们给不了严首一 一个完整的人生 于是母亲化地为牢 父亲锒铛入狱 二人的后半生 几乎都在弥补前半生的过错 为了拯救他们的儿子 妈妈 严首一眼眶有些湿润 但她很快就擦掉泪水 笑着看向前方 二十年的努力 很快就要到头了 因为她到长白山来了 一行人走到凌晨 总算是来到天池外 立在小路尽头的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石门 石门周围寸草不生 唯有顶部雕刻着一只 展翅的牧鸟 栩栩如生 翁伯伯在这里停下脚步 摸了摸山炮的脑袋 对严首一说道 小主人 您想要母子团聚 还需要过这最后一关 严首一从山炮的背上跳下来 问道 什么关 眼前这座石门 是长白山天门 被小姐布下了阵法禁止 倘若您无法破解禁止 便无法穿过天门 进入天池 严首一眉头一皱 这是妈妈给我的考验 她以为母子团聚是 双方共同的期盼 没想到母亲这个时候 还要给她设置一个难关 翁伯伯点点头 是的 小姐说了 您要是无法通过天门 即便见到她 也没有意义 不如不见 我妈的心还真是狠啊 严首一嘴角抽了抽 无奈上前查看天门 翁伯伯则是让到一旁 天门只是两根木桶的石柱 再加上一根横梁 横梁上雕刻着一只 栩栩如生的木鸟 似乎随时要挣脱束缚 展翅高飞 除此之外 天门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没有任何的机关 她尝试着穿过天门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了回来 仿佛是有狂风从天门中吹过 严首一退了几步 皱着眉 忽然 她瞥见里根苗正站在后头 无所事事地看风景 她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喝道 戏子 合着上天池 就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是吧 你也过来一起帮忙 否则我也要开始摆烂了 李根苗身份神秘 城府又深 本身年纪也比严首一大两轮 所以 严首一经常不明白 李根苗在想什么 只是刚才看到那家伙 无所事事的模样 心里就十分不爽 帖子是我对付的 翁伯伯也是给我面子 才带我们上山的 现在天门拦在前头 又要我一个人来解题 我要你何用 听到严首一发牢骚 李根苗微微一笑 走上前打亮着眼前这座天门 这座天门是谁建的 李根苗问 翁伯伯 严首一一愣 旋即回过神来 他都忘了身边还有可以询问的NPC 了解天门的来历 说不定有助于解开禁止 翁伯伯并没有刻意隐藏信息 而是如实回答 天门原本并不存在 是小姐云游回山之后建造的 天门上的木鸟 也是由他亲手雕刻 李根苗点点头 严首一接着问帖子他们 你们能穿过天门吗 发现了破解谜题的窍门以后 严首一便不用再等里根苗了 二鸭直接光着脚丫跑向天门 然后畅通无阻地穿过天门 到了另一边 回过头骄傲地说道 我们是可以随意进出的 绕过去呢 严首一说着 尝试着从天门外侧绕过去 毕竟天门只是一个实质门框而已 旁边也不是什么悬崖峭壁 结果果然一样 无形的力量把它推回来了 不过严首一对此早有预料 如果能直接绕过去那么简单 那就有点侮辱智商 侮辱自己的妈妈了 绕不过去的 梅花鹿山炮说道 翁伯伯能过去吗 老朽只能在小姐同意的时候进去 翁伯伯摇头 可二鸭他们却可以随便出路 严首一摸了摸下巴 思考他们的不同 因为翁伯伯是人类 而二鸭他们不是人 但其他的动物 似乎也不能随意穿过天门 二鸭他们应该是得到了 妈妈给的某种特权 天门拦在必经之路上 并且妈妈开出的条件 是由我自己通过 也就是说 我身上有某种东西 是和二鸭他们一样的 找到那个共同的东西 便可以穿过天门 严首一逐渐有了思路 便开始回忆 自己身上拥有的东西 和母亲有关的 她第一个想到的是胯包 但胯包就在自己身上 要是能过去 刚才就直接过去了 所以应该和胯包无关 天门上有木鸟 难道是三元 但三元是在妈妈回长白山以后 才来到我们家的 而且三元和二鸭他们 也没有什么共同点 应该也不是三元 难道是李琴给我的守心玉 也不对 守心玉是庆江将军留下的 和妈妈依旧没关系 严首一思来想去 还做好多次尝试 却依旧没有通过天门 一眨眼 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温伯伯似乎也不着急 静静地站在寒风中等待 李跟苗也没有闲着 认真地打量着天门的构造和材质 他的眼中有着一丝欣慰 你母亲的手艺很不错 应该是传承了 他师父的一波 他师父真是一位 了不起的鲁班传人 哼 用得着你夸 严首一冷哼一声 我母亲的师父 一定是和我爷爷一样 拥有高尚品德的前辈 只可惜这位前辈死得早 否则说不定 现在已经把你这个人间祸害 给消灭了 李跟苗哑然失笑 他不会的 不会 严首一眉头一皱 李跟苗和妈妈关系肥浅 但是却从未见过面 难不成李跟苗是妈妈的师兄弟 不对 还是不对 李跟苗是挪鬼系传人 他哪会什么鲁班传人的本领 暂时将这个问题抛在脑后 不过李跟苗的话 也给了严首一一些新的启发 相同的 未必是具体的物品 也有可能是身体里的血脉 练就的功法 某种印记 对了 严首一一拍脑门 有些自嘲地笑道 标准答案不就摆在眼前吗 我太傻了 现在才想到 李跟苗惊讶到 你想到答案了 没有 但我又有了新的突破口 严首一看向二压他们 你们四个过来一下 既然二压他们 能够穿过天门 就意味着答案就藏在他们身上 严首一不需要寻找自己身上 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只需要找到 他们四个身上的共同点就行了 四个宠物有点不好意思地 站在严首一的面前 严首一先是凑到帖子身边 绕着他打量了好几圈 帖子尴尬道 小主人 您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怪尴尬的 严首一叹了口气 这家伙浑身黑毛 从他身上实在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于是他将目光转移到山鸡身上 山鸡是花尾针鸡 他身上最独特的地方 莫过于漂亮的羽毛 但他身上的羽毛 其他的花尾针鸡身上也有 至于山炮 他是一只非常有灵性的梅花鹿 严首一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善良 二压 你过来 让我好好看看你 严首一招呼道 二压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咬着手指头走到严首一面前 这小家伙肉嘟嘟的很可爱 也很天真 最大的特点是贪吃 仔细一想 这四个宠物身上 似乎找不到任何共同点 它们物种不同 性格也不同 会的本领也不同 刚刚找到的突破口 居然再次走进死胡同 见严首一皱着眉头思考 二压有点自责 于是出胖乎乎的小手 抓住严首一的大手 摇摆道 小主人 你不要灰心 要不我去天池找神仙姐姐一趟 就说你来了 神仙姐姐肯定也会想要见你的 可就在二压抓住严首一手掌的一瞬间 他突然间有所感应 那是一种奇怪的共鸣 严首一惊讶地望着二压 随后伸出另一只手 摊开手掌 掌心之处 缓缓升起一团紫色的烟气 而二压的脑袋上 竟然也很快形成一团紫气 似乎是同类遇见以后产生的共鸣反应 在相互吸引着 这是 真龙子气 严首一突然间想通了 他和四个宠物的共同之处 是真龙子气 真龙子气 便是打开天门的钥匙 严首一暂时还不明白 为何四个宠物身上会有真龙子气 这种稀奇的东西 但若是他们五个有什么共同点的话 那就只有真龙子气了 二压 你可真是个幸运星 严首一捏了捏二压的脸蛋 笑着夸奖 二压迟疑了一下 小嘴里吐出的话 让严首一哭笑不得 娜娜娜娜 那小主人能保证以后不吃我 不把我拿去泡药酒喝吗 这小家伙看来 对我有很深的误解啊 严首一为了挽回自己大哥哥的形象 努力挤出温柔的微笑 放心 我不仅不吃你 还会给你买很多好吃的 叶仪 二压高兴的原地直蹦大 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 李根苗问道 你似乎找到破解天门静止的办法了 关你屁事 严首一冷脸回对 李根苗摸了摸鼻子 我现在真怀疑我的情报有误 你的心魔看样子 根本没有留在寒山寺 而且越来越强大了 李根苗还是低估了严首一对他的恨意 又或者说是低估了自己对严首一所造成的伤害 每当严首一与李根苗和平相处 快要忘了双方之间的深仇大恨之时 严首一就会在心里悄悄提醒自己 李根苗是个祸害 这家伙不出 早晚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死去 没有解释太多 严首一与李根苗擦肩而过 然后一个飞身跳到天门顶端 坐在木鸟身边 他伸手放在木鸟的脑袋上 从体内运出一丝真龙子气 灌输进木鸟体内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真龙子气钻进木鸟身体当中 木鸟的眼珠子竟然眨了眨 随后是脑袋左顾右盼 翅膀抖动 木鸟脱离了天门的束缚 适应了几秒钟以后 展翅高飞 他那虽然是木雕 但却灵动如柳条的尾巴 在长白山的夜空下 留下一片紫色的星芒 一直跟着他挥洒到远方 严首一跳下天门 再次尝试穿过 这一次 那股无形的力量果然消失了 他可以畅通无阻地去到天门对面 小主人成功了 山鸡激动到 语气中还有一点点小骄傲 四个宠物都把严首一当主人 主人得到了神仙姐姐的认可 他们这些做宠物的 当然会感到骄傲开心 虽然大家才刚刚认识几个小时 严首一仰望着那只越飞越远的木鸟 心里也大概猜到 母亲为何要设置这一道天门了 民间教派鱼龙混杂 很容易走上其路 如果严首一没能学好 去天池见到母亲也没用 只会徒增双方的烦恼 而如果严首一能够拥有真龙子气 便说明 他正走在正途上 穿过了天门 就有无限的可能 此时母子相见才有意义 事到临头 严首一反而有些紧张和怯场了 他看向翁伯伯 问道 翁伯伯 我能去见我妈妈了吗 翁伯伯慈祥地对着严首一点点头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便能去到天池 往常的这个时间点 小姐应该已经起床读书了 路就在前方 严首一直需要再往前走走 就可以见到那个无数次 出现在他梦中的母亲 严首一望向里根苗 里根苗刚走上前两步 帖子就拦住他了 这位兄台 小主人与神仙姐姐母子团聚的时刻 还是不要有外人在场 等他们母子团聚以后 你再上去吧 里根苗反问道 那你们也去吗 帖子双手插腰 我们可是神仙姐姐的家人 当然得去了 别的不说 普姓熊的脸皮是真的厚 山炮原本以为 爷爷此时会抄起索宝棍教育帖子 没想到这回爷爷出奇地没有出手 而是说道 你们四个也跟着上去 给小主人引路吧 老朽留在此处 陪着这位先生等待 是 爷爷 四个宠物领命 便迫不及待地领着严守医上山 如此安排 严守医当然赞成 他怀着忐忑和激动的心情 跟着帖子 他们上山 看着严守医走远 李根苗和温伯伯脸上的笑容 几乎在同时消失 二者的关系似乎很微妙 李根苗淡淡地问道 我还在天池的时候 没有这座天门 天门是用来考验严守医的 还是用来防我的 温伯伯的背 似乎更坨了 他低眉顺眼地说道 老奴不知 你现在似乎更倾向 听命于江庆雪 难道你不想下山了吗 温伯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以头枪地 低声说道 老奴万分思念家人 还请老祖能够念在老奴 这些年来忠心耿耿的份上 放老奴回家 李根苗并没有回答 温伯伯的问题 而是转过身去 仰头看着天门后方 小路的尽头 那里是漫天繁星 哎 光阴四剑 日月如梭 我闭关数百年的天池 如今虽然还是姓江 但已经不是我的那个江了 温伯伯浑身一颤 连忙说道 老左 天池永远是您的天池 老奴发过誓 要一辈子服侍您 您当年离开之后 老奴每日保护您的身体 从未让他受到过半点伤害 小姐回来以后 更是将您的身体 放进天煞玄关 保存完好 您嘱咐的一切 老奴都有办到 嗯 你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在眼里呢 李根苗微笑道 所以 我这不是回来 取回我的身体了吗 温伯伯这才想明白一切 脸上露出了然之色 但同时眼睛深处 又有一丝挣扎 他犹豫了一下 说道 老左 小姐 恐怕不会答应 将您的身体还给您 他毕竟是我交出来的 你认为他会是我的对手 李根苗冷笑一声 但随后又苦恼起来 不过 眼手一已经不能小觑了 以我现在的状态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胜过眼手一 最关键的是 那小子手里 有秦始皇的配件 祖龙剑可是号称 能够斩断因果的神剑 我遇上他 也有可能身死到削 魂飞魄散 翁伯伯思考了一阵 笛声说道 或许 老奴可以想办法 让二丫他们 取走眼手一组龙剑 哦 你有什么计划 李根苗笑着问道 银河将一尘不染的星空 一分为二 漫天的星星不停闪烁着 节奏与眼手一的心跳一样 二丫牵着眼手一的手 蹦蹦跳跳的 嘴里还嘟囔着 神仙姐姐可漂亮了 她是我们见过最漂亮的人类 哦 你们见过几个人类 眼手一笑着问 四个 二丫掰着手指头数到 爷爷 神仙姐姐 小主人 还有刚才那个奇怪的人类 眼手一 合着你们 就见过四个人啊 而且 我妈妈还是你们 唯一见过的女性人类 不过 眼手一丝毫不怀疑 母亲的颜值 毕竟能让老爸 一见清新的女人 全天下有几个 再说了 我眼手一的颜值 摆在这儿呢 越是接近天池 眼手一的心跳就越快 当她走到小路尽头 豁然看到眼前的视野开阔 看到星空下 如宝石一般 晶莹的天池之时 她的心忽然就平静了 目光在天池四周寻找 眼手一很快看到 一座亮着烛火的小木屋 帖子果然向着那个方向引 神仙姐姐就在那里 我们走快点 母亲的人员似乎很不错 这四个宠物的心情 居然没比我平静多少 似乎也很期待见到母亲 眼手一嘴角带笑 骑在山炮的身上 在小伙伴的带领之下 很快就来到木屋外 木屋里的人听到动静 缓缓推开门 手里还拿着帆 看到一半的骨骑 她穿着一身素衣 身上没有任何的事物 朴素的不像是现代人 当她看到 向她奔来的眼手一致时 她的眼神从茫然到惊讶 再到无比的欣喜 啪哒一声 手里骨骑掉落在地 她不自觉地 将额前的秀发撩到耳后 呼吸变得急促 手也忍不住颤抖 她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道身影 一直看着她来到面前 眼手一翻身下路 在木屋的台阶下站定 神仙姐姐呜呜 二鸭见到神仙姐姐 异常开心 本来想像往常一样 扑过去打个招呼 就被帖子一把给拽回来了 帖子捂着二鸭的嘴巴 小声说道 别打扰神仙姐姐和小主人 我们安安静静的 二鸭回过神来 小脑袋狂点 然后跟着帖子 一起绕到木屋后头 随后四个脑袋从木屋后头探出来 好奇地偷瞄着 神仙姐姐无奈地摇摇头 不过她并没有管这四个火宝 而是打量着眼手一 血脉上的联系 说不清道不明 她看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 不用多想 便知道她是谁 眼手一也同样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着眼前的女人 人到中年 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丝痕迹 但却不明显 那完美的脸阔上 是清秀的五官 眉宇间有善良和温柔 我和她 长得好像 眼手一仿佛看到了女版的自己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小时候 爷爷带着她走南闯北 那些长辈们 总是她夸她模样清秀 原来 我长得更像妈妈多一点 眼手一脸上露出生疏的微笑 她开口道 您好 我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江沁雪的眼眶立刻红了 眼手一见到母亲这样 一向要强的她 竟然也没忍住 鼻头发酸 眼眶湿润 孩子 你受苦了 江沁雪冲上前 轻轻将眼手一抱在怀中 她没把眼手一当做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而是好像一个刚出生 还在墙堡中的婴儿 她温暖的怀抱 好像能为眼手一挡下一切风霜 眼手一在这一刻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 眼手一抬起头 哽咽地喊了一声 妈 这一声妈 仿佛喊进了江沁雪的心里 江沁雪轻轻地抚摸着眼手一的头顶 歪着头温柔地答应了一声 妈妈在 眼手一没忍住 低下了头 用手抹去眼里的泪水 可不知怎么的 眼里的泪却越抹越多 根本停不下来 母亲的怀抱 永远是孩子避风的港湾 只是眼手一 漂泊了整整二十年 经历了人生无数的悲欢离合 失去了无数 才第一次 让身心彻底地放松休息 她一直很坚强 一直很坚强 即便不经意间 在林子彤面前流露出来的孤独 也会很快收拾好情绪 重新上路 可在这里 在母亲的怀抱中 她一瞬间想起了自己所受的所有委屈 想到了那些离自己而去的身影 爷爷 邹叔叔 老天师 驴金前辈 孩子 江沁雪看着气不成声的眼手一 却没有叫她别哭 而是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告诉她想哭就哭出来 把这二十年来的委屈 全部哭出来 在母亲面前 没必要装作坚强 看到眼手一哭泣的模样 江沁雪心里无比愧疚 她能够想象这二十年来自己的孩子所受到的困难和委屈 小主人为什么要哭啊 二鸭不能理解地问 大家看向长白山大聪明铁子哥 但铁子也露出了茫然之色 是不是刚才我在山洞里打疼小主人了 那你完了 神仙姐姐回头 肯定要教训你了 山鸡笑哈哈地说道 这四位活在山里的活宝 是很难理解人类复杂的感情的 眼手一哭了好一阵子 才勉强只哭 江沁雪温柔地擦去她脸上的泪痕 此时此刻 母子俩心里都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 他们虽然是轻生骨肉 但却二十年未曾相见 眼手一甚至以为 母子相认的场面会有些尴尬拘谨 搞不好会坐下来一起泡茶 相敬如宾 江沁雪也担心 眼手一见到自己的时候 会心生怨恨 怪罪她这个狠心的母亲 丢下他们父子二十年 结果现在好了 眼手一一见面就大哭 反而拉近了母子俩的距离 二十年未见的陌生感 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 眼手一一破涕微笑 第一件想到的事 便是向江沁雪 汇报自己的婚姻 妈 我已经结婚了 我的妻子叫林子彤 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 您要是见到她 一定也会喜欢的 还有 子彤怀孕了 是双胞胎 预产期就在下个月 能够娶到林子彤 是眼手一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所以她第一时间 便拿出来向母亲炫耀 林子彤 不是李琴吗 江沁雪的脸上露出错愕之色 而媳妇的名字 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眼手一也愣住了 为什么母亲会知道李琴 玄机她想通了一切 原来当初自己和李琴的婚约 并不是爷爷决定的 而是母亲 母亲也是鲁班传人 她应该是算到了什么 才叮嘱爷爷 有机会要去李家订婚的 我和李琴儿有缘无分 所以没能走到一起 现在李家已经不复存在 西湖是我的据点 我在那组建了一个民间教派事例 严守一微笑道 至于子彤 他现在是驴山派掌门 江沁雪只是短暂的错愕 随后注意到 严守一脸上幸福的表情 他意识到 儿子现在过得很幸福 便不再追究那些事了 他微笑着说道 看来这二十年来 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 严守一牵起江沁雪的手 简单地讲述了一些 这二十年来的变化 二十年前 手电筒 缝纫机 自行车 还是结婚三大件 谁家拥有这些东西 那可是备有面的事 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 已经截然不同 曾经的石子路 变成了宽敞的大马路 马上行驶着 来来往往的小汽车 变得不仅仅是事物 还有人 爷爷去世了 葬在陈家村 爸爸去年出狱了 但邹叔叔却走了 我们找到了奶奶的魂魄 他被封印在建王牧 也快二十年 二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即便说上三天三夜 也说不完 严守一从未一口气 说过这么多话 他很快就感觉到口干舌燥 心里怀疑自己 是不是说太多了 但江庆雪不这么觉得 他只是微笑地看着 静静地听着 仿佛是陪着严守一 走过这二十年的成长时光 他心里有着巨大的遗憾 聆听严守一的经历 或多或少能弥补一些遗憾 不过严守一也没有忘记正事 他轻了轻嗓子 表情变得严肃认真 妈 现在民间教派和民门大派 已经闹得不可开交 老爸才告诉我有关于您的事 所以我千里迢迢来到长白山 便是想要寻一个破局之法 老爸说 您一直在努力完善鲁班书下卷 一旦您将鲁班书下卷编写完整 民间教派就有可能转变为民门大派 这是真的吗 江庆雪也收敛了一些笑容 眼神凝重 这是真的 这是我师父传下来的办法 他说着 缓缓朝天池的方向走去 一边走 江庆雪一边解释 我的师父虽然已经语化 但他生前一直在研究 如何破解民间教派的死结 最后他得出结论 佛门吃斋礼佛 道门打坐近神 而我们民间教派向来不理佛不尽神 心里没有信仰 形式更没有道德约束 因此才招来天前 佛门有无数佛经 道门更是典藏无数 唯独我们民间教派 有法而无道 有数而无心 大家仅凭自己的喜恶做事 因此善恶都十分极端 如果我们也能拥有一部 属于民间教派的经典剧作 便能以此警醒同门 约束他们的行为 锤炼他们的思想 首页 你知道 为何我们鲁班教 放着自己的术法不去研究 千年来却只想着 如何窃取名门大派的本领吗 实际上 这是鲁班传人与生俱来的使命 我们研究名门大派的经典 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而是为了当作参考 从中吸取经验 编写出属于民间教派的道德经书 江庆雪来到天池边 缓缓蹲下 美眸看着平静的天池水 水中映着漫天繁星 严首一跟了上来 他的心里早已经掀起惊涛骂浪 原来鲁班传人 还有这等使命 难怪 不管是在前堂遇到银汤 许平志等前辈 还是在长安遇到李仲西 他们都认为 我才是能够引领民间教派的唯一人选 鲁班传人 几百家之所长 是天选的救世主 注定要成为民间教派的主心骨 那 妈妈 您这二十年来 可曾完善鲁班书下卷 严首一追问道 江庆雪没有回答 而是用手轻轻地从天池中 摇起一瓢水 然后洒向天空 清澈的天池水散开 化作水珠 但它们却并没有落回天池当中 而是悬浮在半空中 在明月与繁星的映照之下 缓缓形成了一幅天书 数千字洋洋洒洒 星罗密布 严首一双眼圆瞪 这一幕太过震撼 甚至可以用神迹来形容了 这是鲁班书下卷的内容 严首一仔细地阅读 只觉得字里行间 有道门的自然 有佛门的因果 有儒家的人意 更有其他万千 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这几千字中蕴含的天地道理 实在太多 以严首一的阅历 竟然觉得无法消化 别说看懂了 就连通读都有些做不到 这二十年来 我为了早日完善鲁班书下卷 便立下宏愿 一日不完成 便一日无法离开天池 没想到这化地为牢 却是足足过去了二十年 错过了你的前半生 江庆雪遗憾地说道 二十年来 我起早贪黑 研究无数经典 但也只是做到这一步而已 最后的四句话 我却始终无法将之完善 如今我也想明白了 或许这四句话 我永远都不可能想明白 因为我入室的时间太短 还没有领悟到 民间教派的真谛 所以当你父亲到来之时 我便对他发问 没想到他也答不上来 最后 我们将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 四句话 分别对应着四个问题 严首一想起了菱形之前 父亲严愁 对他说过的话 严首一仔细看去 果然发现在 鲁班书下卷的末尾段 有着显眼的四句空缺 眼前的天书无比融洽 毫不相干的几千字排列在一起 却又好像是一张白纸 但那空缺的四句话 就好像白纸上的四个窟窿 直接毁掉了整张白纸的整体性 显得那样显眼 首一 你父亲对你有信心 我也对你有信心 江庆雪轻声说道 我们都认为 这最后的四句话 应该由你来填为好 严首一仰着头 紧剩的一只眼睛 紧紧地盯着天上的字 只要我解开这四句话 就能破解死结 彻底解决两派的矛盾 鲁班书下卷 经过无数鲁班传人先辈的努力 已经十分完善 但唯独最后这四句 似乎是有意空着的 江庆雪可以随便写四句填上去 但那样并不会有什么效果 反而会毁掉 这部呕心力血之作 仿佛 鲁班书下卷等的 不是这四句话 而是某个人 这个人 不仅能够填上四句话的空缺 还能够带领着民间教派 走向辉煌 严首一静静地看着 江庆雪默默地等着 突然 天边飞来一只木鸟 正是江庆雪设置在天门之上 后来被严首一注入真龙子气 而飞走的木鸟 木鸟没有打扰严首一 而是降落在江庆雪的尖头 似乎在江庆雪耳边说了些什么 江庆雪听后 脸色缓缓阴沉 他看向严首一来时的方向 随后不得不打断严首一的冥想 问道 首一 你不是孤身来的 严首一被打断思绪 有些不舍地收回目光 他这才想起李跟苗的事情 嗯 我带了一个人来 此人的身份很特殊 他 江庆雪打断严首一的解释 我知道他是谁 这样吧 你先进屋里冥想 我把那人喊过来单独聊聊 这 放心 我对他知根知底 他伤不了我 尽管心里怀疑 李跟苗到天池来的目的 但严首一还是选择相信母亲 他记下鲁班书下卷的所有内容 然后走进江庆雪 建造在天池旁的小木屋 木屋里陈设简单 地上 墙上放置着无数古籍经文 而且看模样都被翻阅 不知道多少遍了 江庆雪过去的二十年时光 似乎都映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里很适合冥想 严首一坐在蒲团之上 恰好木屋的墙上 也已经刻上了鲁班书下卷的内容 他便盯着那空缺的四句话 抛除杂念 陷入沉思 而木屋外 江庆雪一挥手 在木屋的周围 设置了数道静置 这些阵法静置 不仅可以隔绝声音 还有防御效果 这足以看出江庆雪的认真程度 他喊来帖子四个 认真严肃地问道 与首一一起上山的人 你们知道是谁吗 山鸡摇头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那人不高 瘦瘦的 脸色很苍白 声音很难听 像个病秧子 山炮补充道 他身上杀气很重 而且 我竟然看不穿他的阳寿 山炮有能够看穿人 胜于阳寿的神奇能力 他甚至知道 江庆雪和阎首一 什么时候会死 但却看不穿里根苗 江庆雪叹了口气 望向帖子 帖子 你知道是谁 把你改造成天煞尸馈的吗 帖子两眼一瞪 他没想到 这事还能和他扯上关系 说来也奇怪 炼制天煞尸馈的要求 十分苛刻 有些人梦寐以求 都想要得到这样的身体 谁会无聊到 帮一只黑熊精 炼制天煞尸馈之躯呢 可帖子完全没有 这方面的记忆 他只知道 是神仙姐姐收养了他 并且教会他诸多本领 号称长白山 第一大聪明的帖子 当下没能想出答案 他只能用询问的眼神 看着江庆雪 就是你们在山下 见到的那个人 江庆雪叹着气说道 你们在山下见到的那个人 实际上是我的师父 当年我下山之后 他便舍弃身躯 夺舍了他人的身体 如今他回来了 他要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听说李根苗 是神仙姐姐的师父 四个火宝全都傻眼了 帖子不理解地发问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师父就是天煞尸馈之躯 但当年他布置好一切 不敢以身犯险 所以才把你丢进玄关当中 炼制成天煞尸馈 看到你成功之后 他才敢亲自炼制自身 困扰着帖子无数年的问题 终于解开了 四个火宝都感受到了 来自于山下那人的压力 山炮担心道 神仙姐姐 您师父会对您出手吗 要我说 他要什么 咱们就给什么得了 犯不着和师父过不去啊 山姬劝说道 你们不懂这其中的复杂 江沁雪十分无奈 他一直不希望这一天的到来 却又一直等着这一天 深吸一口气 他调整好状态 对帖子说道 你们下山去 把那人带上来吧 好 帖子点头 带头往山下走去 江沁雪再一挥手 那悬在天空中的鲁班书下卷 化作雨点 落回天池当中 而平静的天池 池底却暗潮汹涌 似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正在蠢蠢欲动 随时准备着挣脱束缚 浮出水面 天门前 李跟苗安静地等着 翁伯伯低眉顺眼 时不时偷看一下李跟苗的表情 他很怕老祖 别看老祖现在换了副面孔 似乎更有亲和力了一点 但翁伯伯绝对不会忘记 当年老祖在长白山时 拿活人炼丹的事情 翁伯伯很了解老祖 他知道老祖曾经手下 有一个巨大的人牙子组织 这个组织遍布全天下 在西川那边尤其横行无际 他们专门为老祖拐走幼童 然后送到长白山来 供给老祖炼丹 在小姐到来之前 天池可谓是人间炼狱 可小姐来了以后 老祖似乎就全身心地开始教导小姐 不再做那种人生共愤的事了 这时 帖子四个活宝下山来了 他们的表情和之前略有不同 不再鄙视或者排挤李根苗 而是有些畏惧 其中二压的反应最明显 他躲在帖子身后 身体还哆哆嗦嗦的 甚至不敢和李根苗对视 城府极深的李根苗 看到他们这幅反应 便知道江庆学已经识破他的身份了 李根苗也不装了 他不再表现得那样病奄奄的 而是抬头挺胸 眉宇间有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神 神仙姐姐 请请请你上山 帖子本来还想硬气一点的 结果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直接变成口吃了 不知道身份还好 知道此人的身份以后 帖子感觉到了极强的压迫感 李根苗点点头 动身上身 而温伯伯则是彻底表现出 一副老奴姿态 跟在李根苗的身后 因为已经得知了李根苗的真实身份 四个活宝 此时都有些害怕他 二压就差把害怕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李根苗看他一眼 他都要哆嗦一下 帖子表现得最正常 但他心里却对李根苗恨之入骨 虽然成为天煞诗魁的感觉很爽 但一想到李根苗当初自己不敢尝试 随便抓他当试验品 帖子心里就来气 四个活宝都与李根苗保持着距离 这时 温伯伯对山炮招手 炮 你们过来一下 山炮他们对视一眼 不情不愿地放慢脚步 与温伯伯并肩而行 而李根苗则是轻车熟路 根本不需要引路 自顾自地往前走 自大一千年前 国师从秦始皇陵墓中出来以后 便来到长白山隐居炼丹 一待就是上千年 他动用了某种秘法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才得以躲过死劫 并且获得了长生不老的能力 千年时光 他一直在长白山 桃园村便是他的第二故乡 他对天池的一草一木 都熟悉无比 看到李根苗走远 温伯伯这才压低了生意 开始向二压 他们交代 你们四个听爷爷说 这一次 无论如何 你们都要按照爷爷所说的去做 否则必然会惹上杀身之祸 天池旁 小木屋外 江庆雪用一根木簪子盘起头发 两缕龙须发 顺着鬓角垂下 江庆雪一尘不染 犹如天女下凡 远远的 他看到了李根苗的身影 江庆雪忍不住平住呼吸 即便二十年过去 即便师父已经换了一副面孔 但江庆雪还是能一眼将他认出 师父在他记忆中留下威严的形象 挥之不去 不过为了严守医 江庆雪的心里不再有恐惧 他深吸一口气 内心平静下来 等到李根苗走近 江庆雪却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这让李根苗十分不满 他冷声说道 好徒儿 二十年不见为师 连师徒之理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见到为师 怎么不行脸 江庆雪淡淡地回答道 当年我年少无知 不知你的真面目 如今我已得知你的目的 便不会再开口喊你一声师父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李根苗露出残忍的笑容 我本不知 只是上回阿筹上山的时候 才告诉我一切的 原本的李根苗 现在已经魂飞魄散了吧 江庆雪低声说道 这件事 恐怕守医还不知道 真正的李根苗 实际上是阿筹培养的影子 李根苗多年来一直在为阿筹办事 悬山十三太保里 虽然没他的名字 甚至连狗倒是 他们都不知道李根苗的存在 但他却是悬山的核心人物 如果严守医在这里的话 听到江庆雪所说的话 一定会万分惊讶 他一直不知道李根苗的身份 也不知道李根苗和父亲 有什么恩怨 李根苗的身份让他存疑 不论是说 东北是他的家乡 还是他与江庆雪的神秘关系 其实已经让严守医 十分接近真相了 桃园村里出现的潘石屹 郑又谦和蓝七欢 也让严守医怀疑 李根苗与旧悬山有关 但严守医绝对没有猜到 李根苗会是父亲严筹的影子 影子是鲁班传人的传统 每一名鲁班传人 都是天选之人 同时前世也是大凶大鳄之人 今生为了赎罪 他们必须多行善事 却又要少惹因果 因此 鲁班传人便会培养影子 让影子去替他们办一些脏事 严守医的影子是薛凯 但因为后来严守医的队伍逐渐壮大 而薛凯的修为已经跟不上了 所以严守医才渐渐摆脱影子 严守的影子是李根苗 二人本是非常要好的兄弟 李根苗也为玄山做了很多事 但为了保持起影子身份 就连关系最好的狗 倒是妙纪武僧他们都不知道李根苗的存在 可是后来 李根苗叛变了 严格来说 是李根苗遭到国师的夺赦 然后才叛变的 结结结结结 李根苗的嗓子里 发出沙哑难听的笑声 他嘲笑道 严守医现在已经很强大了 但你们瞒着他太多事情 导致他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说实话 我现在很期待真相大白石 严守医的反应 江庆雪不急着把话题转移到严守医身上 而是继续围绕着李根苗展开 他说道 算着时间 大概在我回山的前几个月 你就假死脱身了 当时你已经夺赦了李根苗 李根苗摇了摇头 我夺赦了一名到长白山里探险的富豪 利用他的身份离开了长白山 之后做了许多的准备 也寻找了许多目标对象 但最后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 才选中了李根苗 他想要布局 人脉 金钱和权力 一样都不能少 所以 李根苗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准备 在严筹入狱之后没多久 李根苗就看中了现在的身份 然后找机会进行夺赦 控制了李根苗以后 他又在悬山派潜伏了一段时间 确认严筹不会出狱以后 他才开始实行计划 当时的悬山派 是民间教派当中 最有潜力的势力 李根苗趁着严筹不在 私下与成员们聊天 诉说自己心里的理想 他的理想得到了潘石屹等人的认同 渐渐地 他们不再认同自暴自弃的严筹 转而投入李根苗麗下 从那一刻起 新玄山派就诞生了 李根苗带着一群 曾经的玄山派成员 创立了如今的新玄山派 并且依靠着之前的筹备和铺垫 迅速发展壮大 不少厉害的民间教派成员 都被李根苗收入麗下 作为活了上千年的老妖怪 李根苗玩弄人心也很有益手 正如严守一之前发现的那样 他分别通过贪婪 仇恨和信仰 控制了民间教派的上中下三流 驱使他们为自己卖命 这些愚昧贪婪的民间教派成员 为了一己之私加入新玄山派 从而犯下了种种大错 直到后来严筹出狱 开始重新面对生活 才发现 玄山派早就已经人去镂空 而强大的新玄山派 已经如同一座大山似的 挡在他的眼前 后来李根苗更是一手策划了 龙虎山逼死天师的戏码 彻底将新玄山派 展现在玄门中人的面前 李根苗的出生就是个悲剧 他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一个疯了的母亲 长大以后又成为了严稠的影子 见不得光 没有朋友 他满身是伤 一身疲惫 却又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其实 我在夺涉他之前 是征求过他的同意的 我与他说了 我的所有计划和理想 李根苗被我所描述的世界打动 就好像新玄山派的其他人一样 心甘情愿地为我奉献出一切 然后 我才夺涉他的身体 李根苗似乎在撇清自己身上的污点 这是他的惯用伎俩 严守医甚至好几次都被他给误导了 但了解李根苗本性的江庆雪 不为所动 他低声说道 不论你如何粉饰自己 都改变不了 你是一个刽子手的事实 只是你杀人 从不用自己动手罢了 想要改变 总是要流血牺牲的 与其让他们卑微侮辱地死去 倒不如为了心中的理想奋斗而死 难道不是吗 现在 已经不再是五代十国时期了 现在没有战乱 每一条人命都很珍贵 没有任何人可以随便放弃生命 但世界的规则永远是不会变的 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沁江国吞掉了鱼鼠国 北方大国又吞掉了沁江国 如果民间教派不奋其反抗 就永远会被民门大派踩在脚下 那些真正无辜的人 还要忍受着五必三缺 饱受死劫的威胁 世界一直在变 变得更加进步 每个人都活得更有尊严和价值 只是你不愿意尝试着和解 你永远活在过去 妄图用千年前的思想 衡量千年后的世界 来自千年前与千年后的观点 正在激烈碰撞 但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 里跟苗冷哼一声 我经历过两国战争 经历过千年时光 我所认知的一切 皆是经验之谈 而你们的想法太过于理想 徒儿 你要知道 过于理想 可是会付出血的代价的 可人们往往被经验所误导 你活了千年又如何 经验若是有用 王朝便不会更迭 天下本应该越来越好才是 可人们总是在经验中犯错 你依旧被困在你的世界里 循环往复 江庆雪气势丝毫不输理跟苗 没想到 先服软的竟然是理跟苗 他苦笑道 不愧是为师的好徒儿 严守一的毒蛇 应该也是继承了你的性格 对方突然提到自己的儿子 江庆雪反而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这个人 一向小心谨慎 所以我做了两手准备 此事就连严仇也不知 理跟苗坦白道 我已经对新玄山派所有人宣布 严守一是我的继承人 一旦我启示失败 所有成员投靠严守一 认他为主 用他的方法解决问题 江庆雪颇为意外 他突然间想起 过去师父教导自己的时光 语气稍软了一些 手艺他会做到的 我希望你们能证明 给我看 理跟苗说道 他也研究过鲁班书下卷 但却迟迟没有完善 他也知道自己等不了了 所以才选择了另一种方法 要是严守一无法完善鲁班书下卷 他就准备用自己的方法 用绝对的力量 夺取名门大派的资格 龙虎山的老天师张印 寒山寺的方丈严颂 老一辈已经全部死去了 理跟苗再无后顾之忧 现在就是他宣战的最好时机 所以理跟苗到天池来了 他要取回他的身体 获得完整的力量 一旦成功 整个道门将 无人是他的对手 江庆雪深深地看了理跟苗一眼 随后顾及重施 再次从天池中 拽出他呕心力血二十年 所完善的鲁班书下卷 当着洋洋洒洒的几千字 出现在理跟苗面前的时候 他也控制不住的眼睛一亮 与颜首一的反应相同 甚至有有过知 理跟苗不得不感叹 有些事情光有经验是不够的 天赋才是决定上线的东西 他花了近千年时间 都没能完善鲁班书下卷 但江庆雪只用了二十年 就已经将鲁班书下卷 完善到如此地步 理跟苗越看越激动 如果鲁班书下卷完全编写出来 说不定真的可以避免两派之争 理跟苗自己也避免了殉道的可能 可是当理跟苗看到末尾 发现少了四句话的时候 他愣住了 怎么少了四句 为何少了四句 理跟苗盯着江庆雪 难道你害怕我记住这些内容 然后气大家而不顾 江庆雪摇头 这最后四句我写不出来 为何会写不出来 我所做到的事 您穷极一生不也没做到吗 我穷极一生也做不到的事 总有人会做到 江庆雪淡淡地说道 那个人就是首一 严首一在哪 你确定他可以写出最后四句 理跟苗着急道 江庆雪再次摇头 他不想回答 不过理跟苗也能猜得到 严首一现在肯定就在 江庆雪的小木屋里 冷静下来以后 理跟苗再次做出 两手准备的决定 鲁班书下卷 还没有编写完成 但两派之争刻不容缓 这次回来 为师是打算收回真身 下山对抗名门大派 好徒儿 你快把为师的身体 交出来吧 他终于提出了 自己的真正目的 江庆雪冷漠的摇头 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他的立场很坚定 即便现在两派之争 愈演愈烈 每天都有人 在拼杀中死去 但他更清楚一点 一旦理跟苗下场 死伤的人可就 不止这么点了 好徒儿 为师不是在请求你 理跟苗叹了口气 与其变得阴森起来 为师是在命令你 灵力的气势 突然从理跟苗体内爆发 江庆雪眼神一冷 不退反进 二者没有真正动手 但他们的气势碰撞 已经搅动一旁的天池水 掀起刀刀大浪 两人若是真动起手来 恐怕能把这天池 给搅得天翻地覆 可就在二人针锋相对 即将拔剑相向的时候 木屋的大门 突然被严首一撞开 满脸兴奋的严首 一冲出木屋 对着天池上方的 鲁班书下卷内容大喊 我想出来了 我想出来了 最后四句 我想出来了 想出来了 李跟苗和江庆雪 同时望向严首一 二人的眼中 都有着无比的热切和渴求 两派之争的根本 在于民间教派有数而无道 因此 名门大派无法接纳民间教派 鲁班书下卷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民间教派传人的根本痛苦 在于必须承受舞弊三缺 每隔三代 还要被死劫所困扰 鲁班书下卷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民间教派传人 很容易走火入魔 心术不正 便成利用本事 肆意妄为的坏人 鲁班书下卷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旦鲁班书下卷 被编写完整 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许多纷争都会消停 在里根苗和江庆雪 即将因为观念不同 而动手的那一刻 严首一冲出木屋 高喊着他 想出最后四句了 或许 矛盾就能解决了 苦日子到头了 快 快写出来 里根苗呼吸急促地催促道 严首一看向江庆雪 只见江庆雪微微点头 他这才放心 他望向星空下 挂在半空中的鲁班书下卷内容 而后缓缓走到天池边 从胯包中 拿出他的狼嚎象牙笔 沾了点天池水 然后凌空写起了大字 我等生于微末间 受尽人间苦与恨 一个又一个大字脱离 飘到半空中 他本该存在的位置上 慢慢挽上空缺的四行字 看到这开头一句 里根苗似乎有所领悟 这写的是民间教派传人的宿命 江庆雪眼睛一亮 我苦恼于最后四句的真谛 原来应该写的是 民间教派传人的宿命 正因为我入世时间太短 没有真正体验到人间疾苦 才无法独自完善鲁班书下卷 只有严首一 一位年纪轻轻 却走过大江南北 体验过事态炎凉 了解人间疾苦的民间教派传人 才能发自内心的 有如此感悟 严首一没有停顿 接着写道 前世犯下弥天罪 今生只还灭债员 庆江将军和鱼鼠公主的故事 在严首一脑海中 如加快的电影一般 飞快闪现 每个民间教派传人 前世都是作恶多端 或者犯下弥天大罪的恶人 此生他们生来 就是为了还债赎罪的 因此 大家都被困在前世的阴影梦魇当中 很难活出自我 然而 正当大家以为 严首一会继续速写 民间教派传人悲惨的命运之时 严首一却比风一转 万法千数皆随我 唯独不爱公与名 随着此剧的出现 原本暗淡的鲁班书下卷 忽然亮起光芒 这一句 给人一种峰回路转的希望 像是一盏明灯 照亮了民间教派传人未来的路 前世是恶人又如何 今生要还债又如何 只要我一心向善 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救苦救难 一样能活出自我 受百姓爱戴和敬养 鲁班书下卷 似乎获得了生命 光芒越来越亮 还有最后一句 里根苗眯起眼睛 她的心跳飞快 沉寂了千年的鲜血 在这一刻几乎要起来 最后一句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重新沾水 认真书写 忍辱负重得经典 名叫一线开太平 写完最后一句 遍布天空的鲁班书下卷 突然间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严守一体内的真龙子气 似乎受到召唤 从她体内溢散而出 与半空中的鲁班书下卷 结合在一起 紧接着 金紫色的光芒冲天起 直观明月 紫气观月 得开太平 江庆雪不由自主地喊出来 她如今能够确定一件事 自己的儿子严守一 就是这个时代的救世主 她一定会引领着 民间教派传人 一路披荆斩棘 创造真正的太平盛世 我等生于微末间 受尽人间苦与恨 前世犯下弥天罪 今生只还灭债源 万法千数皆随我 唯独不爱公与名 忍辱负重得经典 名叫一线 开太平 严守一写完以后 自己认真地朗读了一遍 随后只觉得心里的浩然之气 得以吐出 她随手扔掉了狼嚎象牙笔 激动地说道 从此往后 民俗研究会改名为 名教 所有名教成员 都要认真研读鲁班书下卷 不仅要修术法 更要修心得 我们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生计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她的声音 回荡在天池上空 久久不停 李根苗和江庆雪 也陷入了长时间的震惊 和沉默当中 他们在细细品味着 严守一补充的四句话 也在感受着 严守一的雄心壮志 不远处 温伯伯和四个活宝 也是一样 全部呆立在原地 严守一 仔仔细细地 欣赏了自己的点睛之笔 许久才回过神来 这时 李根苗 由衷的鼓掌 啪啪啪啪 严守一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李根苗夸赞道 你竟然真的完善了 鲁班书下卷 你知道这部剧作的现身 能减少多少争斗和死伤吗 严守一眉头一皱 她还不知道 李根苗的真正身份 觉得这话 从李根苗嘴里说出来 总感觉怪怪的 江庆雪叹了口气 将关于李根苗的一切 都告诉了严守一 得知真相的严守一 反应却十分淡然 似乎早就知道了一切 根据之前 李根苗的种种表现 严守一 其实已经猜到了许多 如今他所知道的真相 也唯独只有李根苗 曾是父亲严筹的影子一事 让他略微吃惊而已 不过 知道真相 总比一个人瞎菜有用 他看向李根苗 询问道 既然鲁班书下卷已经完成 你是否打算放弃 挑起两派矛盾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将 鲁班书下卷传阅出去 让每一个民间教派传人 都认真言习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江庆雪也希望李根苗 能够改写归正 他满带诚意地说道 师父 知错能改善莫大烟 现在一切都还有挽回的机会 鲁班书下卷已经编写完整 事实证明 守一所选择的路 是能走得通的 您不必再抱着千年前的夙愿 执迷不悟了 如果事情能够和平解决 严守一和江庆雪 都不想再对李根苗出手了 他们不得不承认 李根苗这个人身上 也有一定的闪光点 一千年了 李根苗兴奋的神色 忽然放松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惆怅 是思念 是追悔 他侧过头 看着美丽的天池 看着远处的繁星 不由地想起 那个已经覆灭千年的遥远国都 在千年前的沁江国 我也有亲人 也有妻子 也有孩子 但那些已经随着我的追求 而化作泡影 他们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徒儿 严守一 如果你们能早出生一千年 该有多好 如果鲁班书下卷早一千年完成 或许沁江国就不会灭国 那些人也就不会死了 李跟苗表现得很是悲伤 似乎在鲁班书下卷 被严守一完善以后 他这千年来所努力的 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有人替他完成了 你们说得对 鲁班书下卷已经完善 我没有理由再挑起两派矛盾 我放弃了 李跟苗深吸一口气 坦然地打算结束一切 江庆雪的眼神 也变得柔和一些 如果李跟苗能够痛改前非 他依旧会认这个师傅 不过严守一 却一时没能接受李跟苗的屈服 虽然他做梦都希望李跟苗屈服 但当李跟苗屈服之时 他又会忍不住想起 李跟苗所做过的坏事 难道犯了错 只需要低头认个错就足够了吗 那些死去的人 严守一又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倘若在梦里再见到他们 被问起报仇之事 严守一又该如何回答 似乎是看出严守一的顾虑 李跟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竟然跪在严守一的面前 师傅 江庆雪有些受不起这一跪 赶紧闪身到一旁 然后望向严守一 严守一却心安理得 他站在李跟苗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严守一 我知道我过去做了许多错事 我也没期望 能够得到谁的原谅 但我心甘情愿 留在天池面壁赎罪 此时此刻 就连翁伯伯都认为 李跟苗真的承认自己的罪行 打算用余生来赎罪了 但严守一依旧无动于衷 他还在迟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李跟苗低着头 一一算起自己所犯下的错 我派人追杀王之来 结果逼死了揍瞎子 我密谋偷袭龙虎山 逼死老天师 我派十二元城去假冒驴心 挑起两派矛盾 我还蛊惑齐东强 让他屠戮额眉派满门 驴经也是我派人杀的 你的孩子 也是我派人抢的 闭嘴 严守一突然咆哮 表面上李跟苗 是在细数自己犯下的罪孽 但实际上 他却是在一次次揭开严守一心里的伤疤 那些死去的人 全都是他万分在意的人 而始作俑者李跟苗 却丝毫没有半点愧疚之意 他在提起那些人的名字时 语气是那样的淡然 你不配提他们的名字 更不配在天池面壁 你最好的结局 应该是下十八层地狱 那里才是 你该赎罪的地方 暴怒的严守一 直接从胯包中取出祖龙剑 打算利用真龙子气 直接斩了李跟苗的因果 他还不知道李跟苗到底有多强 但斩他的因果 必然能让李跟苗 死无葬身之地 慢着 李跟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展示在严守一面前 那是一枚令牌 上面刻着一个戏字 这是新玄山派的令牌 拿着它 你就是新玄山派的主人 李跟苗认真的说道 就算你要杀我 也必须先接受新玄山派吧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 所以即便你想杀我 我也无话可说 但我手底下的那些人 他们还有挽救的机会 请你给他们一个机会 很难想象 李跟苗的嘴里 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严守一不得不承认 他被李跟苗说动了 杀人不是严守一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 为了给所有的民间教派传人 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而新玄山派中许多 被李跟苗所蛊惑的成员们 他们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接下这面令牌 相当于严守一承诺 会对那些人负责 李跟苗的眼神很诚恳 严守一在犹豫许久之后 最终伸手要接下令牌 不过 江庆雪抢先一步 拿到了李跟苗手里的令牌 他说道 守一身上背负的责任 已经够多了 新玄山派的那些人 和严守一没有关系 江庆雪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 一辈子都在为救赎别人而操劳 李跟苗见状 倒也没有反对 他转头看向严守一 与其平淡地说道 现在 你可以杀我了 严守一眼神一冷 他没有任何犹豫 便举起祖龙剑 不能再受李跟苗的言语影响了 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隐患 然而 就在祖龙剑即将落下之时 江庆雪猛然发现 手里的令牌有问题 那块令牌 突然间爆发出 无数黑色的丝线 像是女人的头发 密密麻麻的 直接将江庆雪束缚 妈 严守一大惊失色 同时他的心里 也涌出一个念头 李跟苗果然没安好心 下一秒 山姬突然出现在 严守一的身边 用锋利的爪子 抓住祖龙剑 然后扇动翅膀 将之抢走 祖龙剑也丢了 严守一想要去追 但又担心母亲的安全 他不得不放弃祖龙剑 召唤斩破刀 斜着江庆雪往后撤 同时尝试着用斩破刀 斩断那束缚在 江庆雪身上的发丝 与此同时 李跟苗缓缓站了起来 他的脸上 不再有真挚和诚恳 有的只是细血的笑容 你难道真的相信 我会真心悔过 任你宰割 李跟苗嘴角 几乎要裂到耳根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努力了千年 怎么可能在这 最后时刻放弃 严守一死死地 盯着李跟苗 目自欲裂 他一直没有放弃 怀疑李跟苗 但李跟苗总是剩他一步 在玩弄人心仪式上 李跟苗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没想到 就连翁伯伯和四个活宝 也叛变了 江庆雪咬牙质问 鲁班书下卷 已经编写完整 民间教派传人们 也看到了希望 你为何还要对我们出手 李跟苗仰天大笑 用尖锐的声音大喊道 完整的鲁班书下卷 可是无价之宝 它的潜力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只有你们这些 爱做梦的家伙 才会想要将它公之于众 而我想到的却是 利用鲁班书下卷开宗立派 将天底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尽收麾下 届时鲁门大派 也会被我一一除掉 往后百年 千年 万年 这世界上只会有一种声音 那就是我李跟苗的声音 李跟苗从始至终 都不是什么好人 尽管他一直披着羊皮 假装大意凛然 假装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民间教派 但严守一总能从他的羊皮之下 看到如狼似虎恶毒的眼神 他从没有相信过李跟苗 一个真正大意凛然的人 绝不会依靠着卑劣的手段达成目的 也不会用牺牲他人的性命 来铲除那些拦路石 李跟苗所做的一切 只为他自己 在鲁班书下卷没有编写 完整之前 李跟苗想要用直接了当的手段 夺得悬门大权 掌控天下 但他知道 这么做有风险 他很有可能失败 所以他早就做好不成功变成人的打算 计划着在自己死后 将新玄山派传给严守一 实际上却是不希望自己在死后背负骂名 而如今 他看到鲁班书下卷已经编写完整 便看到了对他更有利的手段 所以他果断舍弃掉过去的一切计划 一个新的计划孕育而生 李跟苗要杀掉在场 所有见过鲁班书下卷的人 然后赌掌鲁班书下卷 依靠着他来掌控全天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想要避免舞弊三缺和死劫的困扰 民间教派传人就必须研读鲁班书下卷 而想要得到鲁班书下卷 就必须替李跟苗卖名 便是能够号令全天下民间教派传人的令牌 有此物在手 不愁未来启示失败 你们太天真了 太天真了 我想尽各种办法 努力了千年光景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区区那点迎头小烈 哼 我要的是天下 我要的是 复辟当年庆江国的强大 李跟苗用讥讽的语气 嘲笑严首一和江庆雪 你们太过愚蠢 手里用质宝 却不知该如何使用 还是将鲁班书交给我 让我来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 严首一咬了咬牙 他对李跟苗的实力 还没有确切地了解 但如果有祖龙剑在手 杀李跟苗并不是什么男士 麻烦的是 他没料到温伯伯他们竟然是叛徒 祖龙剑竟被山鸡给抢走了 老汪 老奴在 温伯伯毕恭毕敬地 走到李跟苗身后 他弯着腰满脸讨好 山鸡等四个火宝 就跟在温伯伯的身后 就连二鸭的表情 都十分认真严肃 李跟苗满意道 你们做得不错 等我杀了严首一等人 自然对你们有重赏 谢老祖 温伯伯露出狂喜之色 可就在李跟苗以为 胜券在握之时 却不料温伯伯突然 抄起手里的锁宝棍 从后方偷袭 一棍敲在李跟苗的后脑勺上 李跟苗挨了一个闷棍 脚步一阵亮强 意识都变得有些迟钝 温伯伯大贺 山鸡 快把祖龙剑还给小主人 让小主人斩杀此贼 温伯伯没有叛变 他虽然最早是李跟苗的仆人 但他一直照顾着江庆雪 心里早就把江庆雪 当作女儿般看待了 而且 李跟苗对自己的徒儿都下得去手 要对见过鲁班叔下军的严首一 赶尽杀绝 他又怎么可能会放过温伯伯等人 温伯伯心里一直很清楚 他想要下山 只有反抗李跟苗这一个选择 所以他表面上向着李跟苗 还帮忙出谋划策 暗中却告诉二压他们 一定要想办法除掉李跟苗 山姬身体消失 下一秒就出现在严首一的面前 将祖龙剑还给了他 严首一也明白了 刚才就算山姬不抢走他的祖龙剑 李跟苗也早有防备 不可能会坐以待毙的 反倒是眼下 李跟苗猝不及防 计划被打乱的时候 才是杀他的最好时机 混账东西 李跟苗勃然大怒 要对温伯伯这个叛徒出手 但一直在旁边等待时机的帖子 直接扑了过来 以巨大的身躯和强大的力量 死死地用双手锁死李跟苗 李跟苗体型本就不算高大 被帖子死死地抱在怀里 一时半会儿竟然无法挣脱 同时 翁伯伯再次使用锁宝棍 锁宝棍顶端的锁宝绳 直接套住李跟苗的脖子 山炮急忙上前 一起拽着往后拉 李跟苗就这么被大家强行控制住 甚至直接露出脖子 等待着严首一出手 快 出手 翁伯伯奋力喊道 严首一不敢单个半秒 直接冲到李跟苗的面前 手里的祖龙剑高高举起 以血为影 以气为霉 诸天荡荡 正无剑心 天地万物 皆为神剑 听我号令 扶妖灭魔 一剑问天 体内的真龙子气喷涌而出 尽数灌入祖龙剑的剑身 祖龙剑的剑刃 爆发出刺目的紫光 凌厉无比 李跟苗的脖子位置 似乎出现了一条丝线 这条丝线连接着的是他的未来 只要祖龙剑将这根线斩断 李跟苗就失去了未来 不管它有多么强大 都难逃一死 然而 就在祖龙剑 即将让李跟苗人手分离的时候 大得突然震战起来 众人的脚下 猛然出现无数地缝 地缝中冒着红光 瞬间涌出无数厉鬼 无数厉鬼缠着严首一 那些厉鬼纷纷伸伸出手 要么死死抓住严首一的手臂 要么不惜魂飞魄散 也要拦着祖龙剑 这是什么情况 山鸡惊慌道 长白山哪来的这么多厉鬼啊 严首一生怕事情再生变数 便使用金光咒 想直接将缠着他的厉鬼 全部震开 周身金光浮现 如同烈火般 灼烧着厉鬼的魂魄 他们纷纷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但竟没有一人退缩 老秀 快要扛不住了 翁伯伯憋得满脸通红 双手和牙齿一样都在颤抖 而被束缚着的李跟苗 此时却露出残忍的笑容 他从怀中掏出一柄梧桐木制作的匕首 一连在帖子的肚子上 捅了十几下 帖子是天煞失魁之躯 不管受到什么伤害 都能快速复原 可唯独害怕梧桐木 他不停地发出闷哼声 肚子上也出现了十几个血淋淋的窟窿 鲜血立刻将他的毛发染红 毛发变得粘稠 像是一根根红色的毛刺 李跟苗残忍地笑道 我坐视一向眼睛小心 你们难道真的以为 我会置身上山 李跟苗还有帮手 一瞬间 严守一的脑子里浮现出数个身影 潘石屹 郑又谦 蓝奇花 又或者是桃园村的其他村民 长白山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厉鬼 这是空魂的手段 在严守一的认知当中 似乎并没有什么民间教派 有这种本事 看到帖子和温伯伯已经快撑不住了 严守一心急如焚 此时杀不了李跟苗 下一次机会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金 上帝赤下 火急奉行 五雷正法 更加强大的五雷正法 取代金光周而现 将周围缠着严守一的厉鬼 劈得魂飞魄散 再也没有 谁能拦得住祖龙剑 祖龙剑狠狠劈下 同时严守一的耳边 也响起了尖锐的呼啸声 就在祖龙剑 已经划破里根苗脖子上的皮肤 距离斩断那根因果线 只有分毫之叉石 一只梧桐木制作的箭矢 直接贯穿严守一的手臂 恐怖的力道 直接让祖龙剑偏到一旁 扑呲一声 祖龙剑没能斩断因果 只是斩断了里根苗的一条手臂 鲜血喷溅在严守一的脸上 里根苗受到重创 但严守一却没有露出半点得意之色 他回头看去 只见天池周边的山头 隐隐约约出现了十几道人影 黑夜之下 这些人影的长相模糊不清 但每一个人的眼里 都泛着红光 带着极强的杀意 他们是救悬山的成员 江庆雪一眼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大声提醒严守一 守一 你要小心 他们的实力不弱的 哈哈哈哈 山上的黑影大笑 竟然冲着江庆雪的方向拱手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嫂还记得我们 玄山十七怪 我们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玄山十七怪 光是听这名字 严守一就大概知道他们的身份了 玄山十三太保 是包括他父亲严绸 以及狗道士等人的第一梯队 而这玄山十七怪 应该是后来 才跟随父亲的一帮民间教派传人 显而易见的是 玄山十七怪 已经完全臣服于里根苗 桃园村并不是里根苗的底牌 这帮家伙才是 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敌人 眼守一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还没等他 想出应对之策 里根苗突然发难 因为帖子被梧桐木锁伤 束缚着里根苗的力量变小 里根苗找到机会 直接割断了锁宝绳 然后转身便刺向翁伯伯 老东西 欺骗我的下场 你知道的 里根苗咧嘴笑道 不过 你的下场本来就是死路一条 如今就提前送你上路吧 翁伯伯不善战斗 面对里根苗 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他只是举着锁宝棍 稍微抵挡了不到一秒钟 便被里根苗打断双臂 然后一箭刺中他的胸膛 梧桐木制作的匕首 齐根没入翁伯伯的胸膛 他只是凡夫俗子 这种伤势对他而言 几乎是必死的下场 翁叔叔 被困的江庆雪 看到翁伯伯遭到重创 忍不住尖叫出声 足足三十年的照顾 江庆雪也早就把翁伯伯 当作最信任的亲人 他照顾了江庆雪三十年 没想到最后 还要为了保护他而付出生命 鲜血从翁伯伯的嘴角流淌 他满眼仇恨 死死地抓住里根苗的衣领 小姐 何小主任 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不 他们很快就会下地狱去陪你的 里根苗完全没有受到 翁伯伯的影响 他将翁伯伯的手指头 一根根掰断 然后一脚将它踹进天池当中 就如同舍弃一个垃圾一般 江庆雪悲愤交加 努力挣脱束缚 他恨不得现在就和里根苗拼命 可江庆雪是里根苗的徒弟 他的弱点里根苗了如指掌 这块令牌 就是为江庆雪量身打造的 想要脱困 哪有那么简单 爷爷 二牙他们全都憋不住了 冲向天池 想要把温伯伯的尸体打捞上来 但看到里根苗还守在那 恐惧又让他们忍不住退步 眼手一怒火中烧 咬牙切齿 今天他必杀里根苗 但先开口的却是里根苗 他看了一眼 还站在山上的悬山石七怪 冷声命令道 杀了眼手一 是 昔日父亲的好友 早已经不念旧情 他们收到杀死眼手一的命令 不仅没有犹豫 脸上反而满是兴奋 17个民间教派传人 开始对眼手一发起冲锋 眼手一知道 想要杀死里根苗 就必须要过悬山石七怪这一关 为了让自己打起12分的精神 他狠狠地咬破自己的舌尖 刺痛让他的愤怒得到控制 眼神中也恢复了一些理智 越是在生死关头 越不能失去理智 眼鬼 珠山灶 三云 二亚 山鸡 山炮 铁子 练妖狐里的竖妖助持 还有黄阿脸 你们全都守在这里 保护好我母亲 眼前的这些人交给我 他一口气 将自己能召唤出来的帮手 全部召唤出来 珠山灶着急道 对方人数可不少 你一个人可以吗 眼手一左手拿着阻龙剑 右手拿着斩破刀 体内爆发出恐怖的煞气 眼神中更是有无尽的怒意和杀意 他从未如此恨过一群人 哪怕见过无数邪恶的民间教派传人 但眼手一依旧认为他们 值得救赎 他们应该得到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所以他创立了民俗研究会 大碧天下寒视剧欢言 可这一次的长白山之行 他看到了太多邪恶之人 也终于揭开了李根苗的真面目 还遇上了父亲昔日的好友 如今的死敌 他终于明白一件事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救赎 他们不配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他们唯一的下场 就应该是去地狱 而此时此刻 眼手一想要做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送他们下地狱 他舔了舔嘴唇 冷声道 我会杀光他们 一个不留 说完 一道金光闪过 眼手一瞬间消失在原地 悬山石七怪 各自都是职业中的翘楚 他们一直隐藏在暗中 听命李根苗 就连潘石屹 都没有指挥他们的资格 昨晚他们收到命令 一直远远地 跟在李根苗的身后 最后潜伏在山头 等的就是眼前一刻 杀了这小子 我早就对眼仇不满了 真想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啊 一名扎指人大笑着 扔出一叠黄纸 漫天飞舞的黄纸 忽然自己折成一只只乌鸦 扇动着翅膀 扑向眼手翼 眼手翼在乌鸦群中 闪转藤挪 飞速接近这名扎指人 可就在他进入乌鸦的 包围圈的时候 所有乌鸦突然收缩 死死地将眼手翼困在中间 眼手翼好像掉入泥潭当中似的 想要动弹一下手指头 都困难万分 什么龙虎密文的继承人 我看也不过如此 扎指人大笑着冲到眼手翼面前 手里多出一柄 用梧桐木制作出来的长剑 直接刺进眼手翼的身体里 扑呲一声 扎指人得手 可他脸上的笑容却突然僵硬 眼中露出一丝不可思议之色 这是一句替身 扎指人惊叫 被指乌鸦缠着的眼手翼 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无比 随后皮肤变得皱巴巴的 开始如树皮一般 一片片脱落 砰的一声 这个眼手翼替身突然爆炸 化作漫天皇纸 他竟也会惊蝉脱翘 扎指人惊慌失措 正打算退到后方与其他人会合 祖龙剑却猛地从他的胸口刺出 眼手翼出现在他的身后 眼中杀意森然 第一个 所有人听到他的话 都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这小子在数什么 数他杀的人吗 他是想要将我们玄山 十七怪全部杀死 岂有此理 大家一起上 不要给这小子留机会 剩余的十六人勃然大怒 不打算再看好戏了 眼手翼拔出祖龙剑 在扎指人尸体倒下的时候 他一脚踩碎了此人的头颅 然后用马灯收掉了他的魂魄 如今 眼手翼不打算给敌人留任何退路 不仅仅只是杀了就完事了 他要把敌人的魂魄收入马灯 千番折磨 以后再让他们魂飞魄散 面对着扑上来的十六人 眼手翼浑然不惧 他一脚踏地 口中喊 奇门遁甲 108层螺盘 瞬间扩散而出 将十六人全部囊括起来 他们的脚下 有的变成泥潭 有的出现烈火 有的快速声长出藤腕 眨眼的功夫 就困住了足足十人 但还有六人是漏网之鱼 躲过了奇门遁甲的阻碍 来到眼手翼的面前 一柄赠光瓦亮的西瓜刀 披向眼手翼 此刀的主人 乃是一名奢刀人 我能做到极网之来 永远能看透你下一步的招数 你在我的面前 根本没有胜算 奢刀人自信无比 是吗 眼手翼冷笑一声 邪幅的意识 瞬间入侵对方的大脑 让奢刀人的意识停顿 等他回过神来之时 祖龙剑已经划过他的脖梗 带着困惑和不甘 射刀人几乎没在眼手翼的手底下 扛过一个回合 便已经人头落地 其他五人见眼手翼如此勇猛 也不敢逞英雄了 他们分在眼手翼的五个方向 同时出击 想要打眼手翼 一个措手不及 佛门精神 一道金光闪过 五柄带着褐色血痕的武器 同时劈在眼手翼的身上 却没有伤到他分毫 反而将他们的武器震得卷刃 眼手翼看准机会 一左一右 祖龙剑和斩破刀 同时收割了一人的性命 空影朔 一名皮影戏传人 想要趁乱钻进眼手翼的影子里 强行控制他的身体 但眼手翼的动作却更快 他张口喝道 阿弥陀佛诸法祭灭 戒律的力量立刻发作 皮影戏传人的意念 刚刚触碰到眼手翼的影子 就被恐怖的夜火缠身 他想要斩断意念 但那样却会让自己身受重伤 可不斩断意念的话 夜火也会烧到他的本体 到时候更是再劫难逃 只是一瞬间的犹豫 夜火便将意念吞噬 然后顺着一条无形的丝线 窜到皮影戏传人的身上 阿 皮影戏传人浑身被夜火包围 但夜火只焚烧他的魂魄 却不影响他的肉身和衣服 很快 这名皮影戏传人就失去了魂魄 空流一具没有任何伤口的身体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双眼空洞无比 喝呀 一名打羹人猛地敲响铜锣 同时嘴里发出一声爆喝 妄图用这种方式 影响到严守一的神志 但严守一的意识无比坚韧 根本没有受到 这名打羹人的影响 他凌空跳起 一脚踢飞对方的斩马刀 然后双脚狠狠地 踩在对方的肩膀上 咯噔两声响 打羹人双肩的骨头 已经被严守一踩碎 他的双臂无力地下垂 全然失去了战斗能力 去死吧 严守一嘀喝一声 用斩破刀的刀柄 狠狠地敲击在 这名打羹人的天灵盖上 一瞬间 脑浆刺剑 头骨的碎片 甚至崩到不远处 其他玄山石七怪的脸上 所有的一切 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而严守一 已经杀死了 足足六名民间教派传人 除了那十个 被困在奇门盾甲中的敌人以外 严守一的面前 还剩下一个站着的敌人 我 我是脸容师 那名玄山石七怪 已经吓傻了 自爆家门之后 他打算第一时间 使用碧落黄泉 将严守一拽入地狱 然而 严守一还是先踏一步出手了 勾地阴索 碧落黄泉 严守一把刀剑交叉 划破左右手掌的掌心 让鲜血布满祖龙剑 和斩破刀的刀剑刃 随后 他快速地在脚下画出阵法 阵法起笑 地面上出现一个大窟窿 窟窿中透着恐怖和绝望 一阵阵哀嚎声 从无底洞中传出 你 你怎么也会 脸绒狮大惊失色 他们完全错估 严守一的实力了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佛门戒律 五雷正法 碧落黄泉这些招数 就算是严守一的父亲 严仇也不会啊 哗啦啦 地狱当中 十几道铁锁 其中一道铁锁 直接穿透了脸绒狮的扇子骨 然后像是章鱼进食似的 开始缓缓 将这名脸绒狮拖进地狱 不要 不要 我不想下地狱 脸绒狮的惨叫声 在天池上方回荡 他的声音 犹如桑中 桑中 为剩下的食人而翘 悬山十七怪 都还沉浸在 自己往日的战绩当中 起初丝毫没有把严守一 这个后背放在眼里 他们虽然多少听过 一些严守一的威名 但这悬山 十七怪当年 也全都是江湖上 赫赫有名的人物 所以才对严守一 不以为然 再加上他们人多势众 本以为拿下严守一 只是十拿九稳的事 没想到 如今却阴沟里翻船 不仅没有拿下严守一 反被严守一连杀七人 悬山十七怪 眨眼的功夫 只剩下十怪了 看到脸绒狮 被避落黄泉的锁链 拖进地狱 剩余食人再也不敢拖大 开始小心翼翼地 与严守一缠斗 但即便如此 食人的压力 也巨大无比 因为严守一的强大 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里根苗 虽然失去了一条手臂 但却根本不以为意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 这具身体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下 不过 这都不重要了 里根苗的身体 他本就打算舍弃了 他受够了这具虚弱的皮囊 所以 在准备好一切以后 他才来到天池 准备取回自己的身体 好托儿 你把维师的身体 藏到哪去了 里根苗冷笑着问江庆雪 被束缚着的江庆雪 死死地瞪着里根苗 他肯定不会说出 那具身体的下落 维师在舍弃 那具身体之前 已经做了实权的准备 那具身体 乃是天煞失魁之躯 而且不具梧桐木的伤害 火烧不坏 水清无用 以你的本事 应该没办法将之毁掉 里根苗自言自语着 眼神望向天池 整个长白山 若说有什么地方 能压制住维师 那具身体的煞气 恐怕就只有眼前的天池了 身体 必然在天池底下 无名 里根苗大喝道 给我找 山头上又出现了一道身影 那人穿得破破烂烂 脸上全是污渍 身上散发着难闻的酸臭气味 他正是四肢无鬼当中的石柱 唯一一个 不是就悬山派成员的人 严守依十分好奇 这家伙的身份 却一直找不到线索 这个存在感几乎为零的乞丐 竟然也来到了长白山上 只见无名高举双手 肥大的袖子落到了大臂的位置 露出他佩戴在手腕处的黑色招魂铃 天地日月星 无照立阴魂 金堆子乱打 铁杖刃交横 不问神与鬼 选慎妖魔精 随无一鹤捉 附体立通明 敢有违逆者 斩首陆原情 无精赵如 急速降临 急急如律令 一段诡异的咒语过后 天池周围的地面 再次出现无数裂缝 一只只恶鬼从地底下爬出 他们丑陋的脸上 透露着麻木之色 仿佛只是听命形式的傀儡 无名单手一指 数千恶鬼 便前赴后继地扑进天池当中 为里根苗寻找身体 此时此刻 正在和悬山石怪缠斗的严手一 也在分心观察无名 夜幕之下 微风吹开了无名脸上乱糟糟的头发 严手一终于看到了一张略微熟悉的脸 再配合着那招魂灵 以及他招魂的手段 严手一认出来了 此人竟是驴山派千年一遇的天才 童金城 童金城是童九华的师父 同时也是驴靖生 驴经他们的师兄 此人当初假死多年 实际上却是为了复活心爱之人 暗中在荣城布阵 打算以一城之人的性命为代价 换一个重生 一年前 刚到荣城的严手一 便是从平安大厦之事开始 逐渐发现童金城的计划 并且一步步地阻止他 最后侥幸击败童金城 童金城死后 事情本应该了结 可就在他死的当晚 童九华遭人刺杀 童金城的魂魄也被人抢走 再之后 便是驴靖生出走 事情一直拖到现在 严手一终于再见到童金城 却没想到 居然是在这里 在这个情况之下 李根苗 原来杀死童九华前辈 抢走童金城魂魄的人是你 严手一怒吼道 李根苗冷笑一声 可别这么说我 当时出手的不止我一个 你什么意思 李根苗却没打算解释了 童金城召唤出来的恶鬼 如同鱼群一样 在天池中快速游动搜寻 因为数量太多 导致天池如同一般 很快 一只恶鬼兴奋地冲出天池 指着自己的脚下 李根苗脸上露出笑容 童金城立即控制着恶鬼们 开始打捞身体 在无数恶鬼的努力之下 一口被十几条锁链锁着的棺材 立着被推出水面 在棺材出水的一瞬间 煞气以肉眼可见的浓郁程度 从棺材的缝隙当中流淌而出 覆盖在水面上 竟然让原本清澈见底的天池 变成黑漆漆望不到底的深渊 这股煞气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严守医也在这一刻 脑子里闪过诸多念头 李根苗身体的煞气 竟然比我体内的煞气还要恐怖 这具身体是国师的 在沁江国与鱼蜀国交战期间 恐怕国师杀的人不比沁江将就少 更何况 国师后来又活了近千年 这千年之间 他必然还做了很多别的事 可以肯定的是 一旦让李根苗回归国师的身体 他的实力将会提升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到那个时候 即便严守医和江庆雪联手 恐怕都不是李根苗的对手 必须阻止李根苗 严守医咬咬牙 再次放开一点对煞气的控制 他的实力猛地爆发 轻松又解决了几人 但因为煞气的影响 严守医的意识也变得有些模糊 煞气虽然能提升我的实力 但一旦使用过度 我自身受到的伤害只会更多 如果我煞气全开 说不定能够瞬间秒杀眼前这帮人 可到那个时候 我只怕连敌友都分不清了 尽管心里着急 但严守医只能压抑着煞气 想要尽快解决眼前的敌人 这时 二鸭忽然趴在地上 把耳朵贴着地面 山鸡着急问道 二鸭 怎么了 你听到什么了吗 二鸭是人参娃娃 他除了钻地以外 还有一个特殊能力 那就是能够与植物沟通 二鸭仔细听了一阵 随后着急的都快要哭出来了 小伙伴们 半山腰还有人在往天吃吧 他们身上的煞气都好重 好凶 还有人在上山 这必然是一个噩耗 要知道 现在还站在严守医这边的 也就只有被困住的江庆雪 以及四个火宝 其中帖子还被李根苗中创 严守医现在还能与玄山石七怪抗衡 待会收拾了他们 还有同京城挡路 最后才轮到李根苗 可等轮到李根苗的时候 他大概率已经取回国师的身体 实力大增 而在这期间 万一半山腰的那群人赶来了 对严守医而言 必然是死局 不行 我们必须劝神仙姐姐和小主人 逃出长白山 山炮思考问题十分理智 他已经确定这场战斗 严守医不会有胜算 帖子捂着不停流血的肚子 对其余的火宝说道 山鸡 你去通知小主人 二鸭和山炮 你们去救神仙姐姐 然后 你们一起下山 二鸭立刻抱住帖子的大腿 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帖子哥 那你呢 你要丢下我们自己先跑吗 帖子一阵无奈 我不会先跑的 我要留下来 为你们拖延时间 那你的那些蜂蜜呢 滚 帖子气呼呼地 直接将二鸭拎起来 扔到山炮的背上 事已至此 情况危急 可以说已经没有最优解的存在了 有的只是背水一战 山炮和山鸡虽然心里不舍 但也知道人生总是残忍的 他们深深地看了帖子一眼 然后便分头行动 而帖子则是深吸一口气 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声 然后冲向里根苗 从肚子里露出来的鲜血 流淌了一路 神仙姐姐 我们来救你 山炮拖着二鸭 跑到江庆雪的身边 二鸭伸出双手 他那肥嫩的手臂 突然变成两根树枝 竟然还十分锋利 挥舞着双臂 二鸭奋力想要切开 束缚着江庆雪的头发丝 山炮也顾不了太多 直接上嘴撕咬 这一切江庆雪都看在眼里 他暗暗后悔 他始终对培养自己的师父 留有一丝期待 却不想 这个活了千年的老东西 心已经彻底黑了 如今江庆雪也想明白了 想要在今夜杀死里根苗 是不可能的 未经之计 他们只能尽力逃离长白山 然后将完整的鲁班书下卷传播出去 这样至少能破坏掉里根苗掌控 民间教派传人的计划 山鸡飞到岩手翼的头顶上 使劲地扇动翅膀 让自己不至于掉下来 他气喘吁吁地喊道 小主人 山下还有坏人上山 我们打不过他们了 还是赶紧想办法逃走吧 逃走 一刀劈死 一名悬山石七怪成员 岩手翼眼里透着不甘 难道真要放走里根苗 让他为非作歹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山鸡劝说道 这次敌众我寡 逃走才是最好的选择 岩手翼逐渐冷静下来 在分析了一通局势以后 他终于选择妥协 有了鲁班书下卷 民间教派能够迅速壮大 两派的矛盾也能解决 如果真想杀里根苗 到时候联合名门大派 一起出手讨伐 才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 岩手翼击退了 剩余的玄山石七怪成员以后 毅然转身朝江庆雪跑去 我们走 与此同时 童金城控制着恶鬼们 咬断了玄关上的锁链 然后将玄关送到岸边 里根苗用紧盛的手臂 抚摸着玄关 脸上是怀念之色 为了成就我的宏图霸业 我舍弃了力量 钻进一个病秧子的身体里 如今总算可以回来了 他一掌拍在棺材上 棺材瞬间炸裂 一具年老色衰 但却完全不符的身体 食指交叉 静静地躺在棺材当中 这就是沁江国的国师 活了上千年的老妖怪 李根苗的眼神透着兴奋 他已经迫不及待 取回自己的力量了 到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得死 老东西 休想得偿 帖子突然从后方冲出 一掌拍向李根苗 李根苗冷哼一声 头也不回 作为李根苗的头号保镖 童金城立刻出手 数百只恶鬼扑向帖子 帖子一掌 便拍死了几十只恶鬼 但架不住恶鬼的数量 实在太多 他眨眼的功夫 就被淹没在恶鬼当中 不自量炼 李根苗大笑道 事已至此 天底下还有谁能拦我 他注意到 已经准备逃跑的 严守医和江庆雪 又冷笑道 今日 你们谁也别想 活着离开这里 鲁班书下卷是属于我的 只属于我 不再顾忌身后的帖子 李根苗表情变得扭曲痛苦 不一会儿 便从口中吐出一缕黑气 黑气离开李根苗的身体 李根苗立刻软绵绵地 倒在地上 完全失去生机 这句被国师利用多年的皮囊 像是垃圾一样 被他丢弃 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 那一缕黑气 只有简单的眼睛和嘴巴 他瞄准了国师的身体 便打算一头扎进去 可就在这时 一道金色的身影掠过 竟是三元 三元早就盯住这一缕黑气了 在黑气即将进入 国师身体的一刹那 他从天而降 将黑气抓走 混账 放开我 黑气气急败坏 他没想到 会在这个结果眼上出岔子 这突然到来的转折 让严守一大喜过望 原来国师的魂魄是脆弱的 此时截走他的魂魄 国师就无法复活 三元 用掌心雷劈他 严守一激动地喊道 就 三元同样开心无比 他能感受到黑气的状态 脆弱的连一道掌心雷都扛不住 他的身体开始 泛起电光 下一秒就能把黑气电得外焦里嫩 黑气也因此恐惧 开始大声喊叫咒骂 可就在三元 即将使用掌心雷的时候 地面上不知从哪儿 飞出一道绳索 精准无比地套住三元的身体 紧接着 火焰顺着绳索而上 刹那间将三元包裹 却没有伤到黑气分毫 严守一脸色一沉 顺着绳索看去 只见山头上又出现了一拨人 这一拨人 他倒是见过 潘石屹 郑又谦 蓝奇欢 以及桃源村的其他人 出手的 正是戏法师郑又谦 先前二鸭所感受到 在半山腰的那群人 正是桃源村的村民们 在看到潘石屹等人出现之时 严守一心 顿时跌到谷底 这些人都是李根苗的亲信 他们肯定是 站在李根苗那边的 而他现在 当真是孤立无援 一切 该结束了 郑又谦微微发力 便将天上的三元 强行拽落地 与此同时 黑气也挣脱束缚 直接钻进国师的身体里 见到这一幕 严守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终究还是没拦住 潘石屹淡淡地说道 守一 我们都是为了天下的 民间教派传人 这一次 你就做出点让步吧 蓝奇欢也劝说着严守一 希望严守一 不要与李根苗作对 糊涂啊 严守一咬牙道 李根苗一直在乎的 只有他自己 你们却还傻乎乎地 为他卖命 卢班书下卷 我已经编写完整了 从此以后 我们民间教派 也有自己的道点了 大家都不用再受 武弊三缺和死劫的困扰 然而李根苗 却想把鲁班书下 卷战为己有 以此妄图控制 全天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刚才犯下了 一个弥天大错 听到严守一的话 潘石屹等人如遭雷击 鲁班书下卷完整了 这 这太匪夷所思了 倘若真是如此 所有人的坚持都没有意义了 所有的纷争 也应该结束才对 潘石屹看向郑又谦 郑又谦立刻撤掉 捆在三缘身上的神线索 奈何已经太迟了 黑器已经钻进 国师的身体里 国师即将复活 死了 江庆雪终于挣脱束缚 他第一时间 对潘石屹等人喊道 老潘 现在纠结对错 已经没有意义 国师一旦复活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大家赶紧下山 离开这里 说完 他毫不犹豫地 抓住严守一的手 头也不回地带着他往山下跑 在场的人当中 只有江庆雪 是最了解国师实力的 如今这么多在场 江庆雪 却只是让大家逃跑 可见国师的实力 有多么恐怖 潘石屹明白自己犯了大错 脸色一阵殷勤 他也已经感受到 国师身上 隐隐透出的强大实力 错了 我们错了 潘石屹大车大悟 桃园村的村民们 同样追悔莫及 眼看着国师即将醒来 潘石屹深深地看了 严守一的背影一眼 似乎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蓝奇欢推了推 潘石屹的后背 催促道 老潘 快走啊 潘石屹沉声说道 我犯下了弥天大错 必须弥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国师复活在即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守一 我要留下来 拖着国师 争取把守一送出长白膳 国师醒来 必然会大开杀戒 如果没有人拖住他的话 严守一和江庆雪 必死无疑 到时候 没人将鲁班书下卷 带出长白山 民间教派传人的未来 将会一片黑暗 而为了赎罪 潘石屹打算以命相搏 只为了让严守一 离开长白山 我也留下来 郑又牵咬牙道 刚才是我出的手 我才是那个千古罪人 他现在除了后悔就是后悔 与其苟且偷生背负骂名 不如就在此刻拼命赎罪 我也留下来 严守一才是民间教派的希望 他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李根苗欺骗了我们所有人 我饶不了他 趁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醒 我们一起上 桃园村的村民们 也纷纷爆发出 对李根苗的恨意 他们竟全都打算留下来 为严守一拖延时间 正在逃跑的严守一 发现潘石屹他们的用意 也忍不住默哀 一旦国师醒来 潘石屹他们的下场 可想而知 严守一虽然不希望他们送死 但眼下没有什么 能比送出鲁班书下卷更重要 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扭过头 不去看身后的潘石屹他们 三元 他大吼一声 三元立刻飞到他身边 木魁法天 巨大化的三元 直接拖起所有人 张开翅膀 朝着山下急速飞去 与此同时 安详地躺在棺材里的国师 猛然睁开眼睛 他的眼睛里一片赤红 没有瞳孔 散发着恐怖的杀意 潘石屹等人见状 纷纷使用看家本领 攻击国师 但国师只是一挥手 所有的攻击便被挡下了 他缓缓坐起 赤红的眼睛 盯着潘石屹等人 而等不是效忠于我吗 为何又突然叛变 国师沉声问道 潘石屹咬牙 你想要把鲁班书下 卷战为己有 以此来控制天下 民间教派传人 这与我们之前 商量好的理想相悖 你骗了我们 哼 目光短浅的东西 国师恨铁不成钢 今日你们为我而战 他日我执掌天下 也必然有你们的位置 有如此好事 别人求之不得 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国师显然低估了 潘石屹等人的信念 他们最开始 也是为了民间教派传人 才团结在盐筹身边的 之所以最后与盐筹分道扬镳 只是不够认可盐筹的方式 而如今 国师从一开始就骗了他们 动摇了他们的信念根本 这群有血性的民间教派传人们 又怎么能答应 潘石屹上前一步 所有人组成人墙 拦在国师的面前 今日我们便是死 也绝对不会让你踏过这里半步 国师轻哼一声 露出轻蔑的笑容 随后 他的笑容快速收敛 嘴里无情地吐出几个字 那你们就全都去死吧 国师的身后 一缕缕黑色的煞气冲出 如同八爪鱼的触手 眨眼的功夫 就冲到潘石屹等人的面前 触手锋利如利剑 当场刺穿潘石屹的胸膛 然后猛然炸开 将他的身体拽到天空 又狠狠地砸在地上 刹那间 潘石屹已经化作一团肉泥 老潘 郑又谦目自欲猎 回过头来愿读地盯着国师 老子和你拼了 就凭你也配 国师冷笑 触手再次飞出 直接捏爆了郑又谦的头颅 同伴们接连倒下 鲜血溅在蓝其欢的脸上 甚至让他睁不开眼睛 一场屠杀 在天池边展开 而绝望 则在蓝其欢的心中蔓延 潘伯伯他们 乘起这三缘的眼手衣 忍不住回头看 远远看去 天池的边缘位置 已经被鲜血染红 那里的惨烈程度 可想而知 老潘他们在最后时刻醒悟 也算留了个身后名了 江庆雪深深地叹了口气 刚才就差一点 三缘就能弄死国师的魂魄 但却被潘石屹等人破坏 此时怪老潘已经没有意义 他们都已经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这或许就是天意 山鸡和山炮脸色悲痛 二压眼面哭泣 爷爷和帖子哥 都死在天池了 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翁伯伯沉入天池 而帖子本就身受重伤 又被恶鬼侵蚀 如今国师彻底苏醒 帖子恐怕也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严守医他们能够安然离开天池 没有大家的牺牲 是不可能办到的 所以严守医的心情也十分沉重 同时 他对国师的恨意也达到了极点 我与国师或许就是命中相克 这场恩怨纠缠了上千年 还没有消停 江庆雪也同样脸色难看 他低声道 他曾是我的师父 他对我了如指掌 但我也对他十分了解 复活后的国师 实力恐怕会达到一个 超脱凡人范畴的地步 他已经不能被称之为人了 而是货真价实的凶神 神这个字 即便对严守医而言都太过遥远 几乎要超出他的认知了 就算是被誉为地表最强男人的老天师张印 也只是被大家称呼为半仙罢了 而复活后的国师竟被江庆雪评价为凶神 妈 现在的国师是当年老天师的对手吗 严守医询问道 老天师张印之强 足以称为天花板级别 即便是现在的严守医遇到死前的老天师 都没有什么胜算可言 所以 老天师是一个衡量标准 江庆雪严肃道 张印前辈是很强大 但你要明白 国师已经活了上千年 如果张印也能活上千年 他一定会比国师更强 可问题是张印最后也不过活了一百多年罢了 听到江庆雪的回答 严守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现在的国师已经是当时最强之人 就算是严守医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咬牙道 我们这就下山 带着大家回荣城 把鲁班书下卷的内容和国师复活的消息传播出去 尽可能拉拢到更多的帮手 再来找国师算账 既然单打独斗不是对手 那严守医就想办法集结整个悬门的力量 不杀国师 未来人间必定生灵涂炭 所有人都要活在国师的掌控之下 就 三元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出声提醒严守医 严守医回头看去 只见天池的方向黑气升腾 冲破云霄 山中云雾之间 一道黑影越来越大 似乎正朝着严守医他们的方向追来 国师 严守医脸色大变 潘石屹他们这么多人 竟然只是拦着国师那么一小会儿 此时此刻 复活的国师身后的触手 凝结在一起 化作六对巨大的黑色翅膀 翅膀煽动 他的飞行速度竟要比三元都几倍 严守医还注意到 国师的皮肤正在煞气的滋养之下 开始返老还童 不再是垂死的老人模样 而是变成了一名黑发白病的长发中年男子 这才是当年和沁江将军作对时的国师模样 好徒儿 严守医 你们都别离开了 为师已经看过了 长白山此地风水不错 适合你们下葬 鲁班书下卷是属于我的 谁也别想带出去 国师玉空飞行 速度极快 所有人都感觉到后背发凉 严守医终于认识到 凶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了 三元 加快速度 先去桃园村 桃园村里有狗道士和妙级武僧 说不定还有后来支援的巫神山祭炳等人 如果能成功回到桃园村 所有人联手 说不定还有一战之力 江庆雪此时终于恢复状态 他脸色阴沉地转过身 准备出手对付自己昔日的师父 只见他伸手 从腰间别着的小行囊里 抓住了一把小木头疙瘩 然后朝着国师扔去 那些小木头疙瘩 全都是小木指甲盖大小 被雕刻得无比精致的木鸟 如此精细的活 就算是严守医也无法办到 北地之宫 急来云情 历世使者 素质坛中 令寇急速 雷吼雷奔 天阴地黑 日月昏蒙 万魔拱手 福道吉从 吞魔石鬼 减恶出胸 赶为黑绿 压制桑童 收送黑玉 永结无穷 沉沉长夜 剑刃刀锋 金无解印 万鬼臣服 木魁法天 江庆雪出手 便是鲁班传人的绝技 在半空中 划出了一道巨大的阵法 一只只木鸟穿越阵法 体型瞬间长大数千倍 一时间 铺天盖地的 全都是巨型木鸟 每一只木鸟 张开翅膀的长度 都超过五米 他们拥有尖锐的鸟会 锋利的爪子 犀利的眼睛 全都死死地盯着后方的国师 震动翅膀直冲而上 呵呵 小儿科 国师根本没将这些木鸟 放在眼里 他身后的一对翅膀 化作两柄长刀 在前方疯狂横扫直批 一只只木鸟 在长刀之下 被拦腰斩断 然后无力地坠落在下方的树林雪地里 江庆雪所会的所有招数 都是国师所教 所以 不管江庆雪使用什么招数 对付国师 国师都有信心破解 眼前的木鸟越来越多 国师依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但突然国师发现 这些木鸟多到已经能够遮天蔽日 他甚至完全找不到 眼手一在哪了 原来这不过是障眼之法 国师冷哼一声 打算施法将所有木鸟击溃 却见木鸟们竟然开始绕圈盘旋 似乎有意地将中心位置空出来 几个呼吸间 上千只木鸟在空中形成一道旋风 而风口正对着国师 国师眉头一皱 发现端倪 只见在那旋风的尽头 一丝电舌一闪而过 紧接着 直径几十米粗的雷电 从木鸟旋风中心瞬间冲出 就连国师都躲闪不及 被劈个正正 掌心雷 还有这种用法 国师心里大害 恐怖的雷电直直劈向里根苗 就连国师也不得不再次调用一对翅膀进行抵挡 遭到重创的国师 甚至失去了身体平衡 如同流星似的一头栽进下方的树林 在地面撞出一个深坑 但国师并没有真正受伤 只是模样看起来有些狼狈 他从深坑中爬起 脸色阴沉 这具身体已经有些陌生了 需要一点时间熟悉 但我的好徒儿 也的确学了一些不一样的招数 刚才那一招 可不是国师交给江庆雪的 而是江庆雪自己研究出来的 也正因为这种认知的偏差 才导致国师吃了一点小亏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反而有种猫抓老鼠式的兴奋感 身体沉睡多年 他的魂魄也忍辱负重多年 如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国师决定用今晚的杀戮 来为自己举办一场庆功宴 就从杀死江庆雪和阎首一开始 然后是阎绸 再是各个名门大派的掌门 他要的是血雨兴风 好 如同野兽般的咆哮声 从国师的嗓子里发出 吓得长白山的动物们 一个个抱头鼠窜 瑟瑟发抖 阎首一他们也同样听过这声怒吼了 所有人都感觉心脏几乎停滞了几秒 江庆雪坐在三元的背上 脸色有些苍白 我暂时拖住了一点国师的脚步 但他肯定还会再追上来的 刚才那一招 也把阎首一给吓到了 他这时才第一次 见识到自己母亲的本事 刚才那么恐怖的一招 也只是拖延了国师的脚步 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吗 阎首一低声问道 江庆雪点点头 国师的身体也是天煞失魁 但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解决掉了梧桐木这个弱点 再加上他千年修为 以及 以及他千年来屠戮生灵 而积攒下来的煞气 就算我全力以赴 都未必能伤得了他 国师身后的翅膀 触手 其实都是煞气凝聚而成 他们千变万化 可攻可守 比任何的武器或者防具都要厉害 阎首一体内也有煞气 但那都是沁江将军当年积攒的 虽然数量同样可怕 但远不如国师体内的煞气 千年时光 在这片土地上 不知爆发了多少次战争 不知多少亡魂埋葬于地下 而国师必然不会缺席 前面 就是桃园村了 阎首一看到山下的火光 赶紧集中注意力 让三元加快速度降落 桃园村的村口 狗道士等人已经站在那 他们神色紧张 似乎正要上山去 但发现阎首一已经回来了 便没有再着急 神色又惊又喜 三元还没有降落 阎首一和江庆雪 已经先一步跳了下来 二人落地 狗倒是惊喜万分地喊道 大嫂 时隔二十年 再见江庆雪 狗倒是别提有多开心了 他们刚才突然发现 村子里的潘石屹 他们竟然全都是指人假扮的 于是赶紧破坏掉指人 集结所有人准备上山 本以为阎首一凶多吉少 却没想到 他居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还把江庆雪也带下山了 只不过 重逢的喜悦很短暂 江庆雪只是对着狗倒是 和妙计武僧点点头 便着急道 大家快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国师要来了 国师 所有人都面露诧异之色 这国师是什么角色 我们应该担心的 难道不是李根苗吗 国师是千年前的鲁班传人 他和我前世是死仇 如今他筹备千年 夺舍李根苗布局一切 现在他回到长白山天池 取回了所有的力量 现在国师的强大 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 大家赶紧收拾东西 先离开这里 严守医一边解释 一边拿出一本古籍 郑重地交到老金的手中 他一左一右 分别抓住老金和长山的肩膀 认真说道 老金 你实力不强 不会引人注目 现在立刻开车离开这里 找个有信号的地方 把鲁班书下卷拍下来 发到民间教派论坛上 只要所有人都修炼 这本完善后的鲁班书下卷 大家就可以不用 再承受舞弊三缺 和死结的痛苦 长山 你保护好老金 一定要活着 把鲁班书下卷送出去 老金颤抖地 接过鲁班书下卷 还没能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这 这真的能让我们避开 舞弊三缺和死结 老烟 你知道你完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壮举吗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少废话 赶紧上路 严守医粗鲁地将老金 扔进车子里 长山回过神来 意识到这个任务有多么重要 也赶紧爬上车 二人发动车子 一个地板油冲了出去 严守医在后方不忘提醒 记得告诉所有人 国师已经复活 两派之争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大家应该不计前嫌 团结一致 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 不论今晚大家能否活下来 鲁班书下卷和国师复活的消息 是一定要传出去的 就算牺牲所有人 也必须要破坏掉国师的计划 这是严守医反抗的第一步 赶走了老金和长山 严守医着急地催促其他人 大家也别愣着了 赶紧行动起来 屋子里还有身受重伤的寒三 地窖里还关着乌神山的副舵主胡柴 大家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 准备逃亡 却在此时 山中小路亮起一盏盏车灯 很快便有上百辆车子堵住了去路 守在村口 时不时看向长白山方向的严守医 立刻意识到这帮人的身份 乌神山的人来了 见车上有人走下 严守医静止上前高呼 我是民俗研究会会长严守医 乌神山总舵主祭柄前辈在何处 我有急事要与他商量 车队的后方 身穿中山装的祭柄在一群乌神山 强者的簇拥之下走出来 他见严守医神色如此慌张 不由地暗自摇头 本以为年纪轻轻 就当上一方势力之手的严守医 会是什么精彩绝艳之辈 没想到却是如此的毛毛躁躁 慌慌张张 有什么事情需要如此慌乱 祭柄保持着高人风范 淡淡地开口 我就是祭柄 没想到下一秒 严守医就冲到祭柄跟前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大声提醒道 李跟苗马上就要来了 让你的人立刻离开这里 否则大家都要死 李跟苗 祭柄听到这个名字 心里就燃起一团怒火 这个民间教派的败类 竟然在我乌神山里 安插了那么多内奸 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严守医告知 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不知自己已经被架空 祭柄对李跟苗的恨是超过 对严守医的恨的 虽然他也很想把眼前的严守医抓住 抱他绑架胡柴的仇 但眼下祭柄更想收拾李跟苗 他冷笑道 李跟苗要来了 他来得正好 我正找他呢 乌神山来了这么多人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把他给淹死 我还怕他不成 你不懂 严守医无奈道 现在的李跟苗今非昔比 就算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都不是他的对手 想要杀他 只有集结整个悬门的力量 单打独斗 只有死路一条 别看这次祭柄带了不少人来 但其中真正的强者又有多少 要知道祭柄来之前 已经血洗了一次乌神山 把李跟苗安排的内奸全都杀了 这里头可有不少都是强者 现在的乌神山已经元气大伤 实力甚至已经无法和其他四个民间教派势力相比了 潘石屹等一众桃源村的村民 其实比祭柄他们还要强 可他们又在国师面前坚持了多久 在严守医看来 祭柄他们现在留在这里 只是在送死 但祭柄对自己万分自信 对严守医的劝说不以为然 严守医 你还是太年轻了 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 就算是老天师张印在世 也有能力和他斗上一斗 这里跟苗再强 也不可能强过老天师吧 哼 我本以为你严守医是什么枭雄 没想到却是如此浮躁胆小之辈 你滚吧 以后别到乌神山的地盘来 我先丢人 剑技柄不相信 还如此挖苦自己 严守医心里也只能叹气 江庆雪上前抓住严守医的手臂 低声道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就让他们在这拖延时间 我们先离开这里 也只能这么办了 严守医知道 不管自己现在再说什么 祭柄都不会相信 他反而会瞧不起严守医 只有当他们亲眼见到国师的实力 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错误 许盛南和胡柴都被关在地窖里 你们自己去找他们吧 我们先走了 你们保重 严守医说完 在祭柄比一的眼神当中 带着自己的伙伴们开车离开 从此地去到城市里 还有三小时的车程 但只要开下山 严守医就能和民俗研究会取得联系 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给大家 然后 再让叶城福派私人飞机过来接上大家 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荣城 此时此刻 严守医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既柄他们能多坚持一会儿了 颠簸的车上 龙飞城时不时看向后方的长白山 他脸色复杂地问道 严哥 国师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就算是你 就算是咱妈 都对付不了他 咱妈 江庆雪诧异地看了龙飞城一眼 严守医赶紧介绍道 妈 这是龙飞城 他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兄弟 我们俩是过命的交情 江庆雪还是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朋友 一时间母爱泛滥 冲着龙飞城笑了笑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家守医的照顾 龙飞城愣了愣 连忙摇头 心虚地说道 没有 其实一直都是严哥在照顾 严守医简单地向江庆雪 介绍了一下小龙的身世 对他而言 在见到江庆雪后 有两件事是必须说的 第一是 他娶了一名叫做林子彤的女孩 还即将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第二便是他和小龙情同手足 是真正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的好兄弟 所以 即便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 严守医也没有忘记介绍龙飞城 听说龙飞城是孤儿 江庆雪又是一阵心疼 他摸了摸龙飞城的头 安慰道 小龙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任你做干儿子 龙飞城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从来都是他厚着脸皮 喊干爹干爷爷 头一回有人要认他做干儿子 不过 从未感受过母爱的龙飞城 此时内心无比的满足 和严守医在一起 他有父亲 有母亲 有爷爷 有奶奶 还有那么多好朋友 或许这就是龙飞城 一直想要寻找的幸福吧 他的眼神不再复杂 反而变得坚定起来 严格 国师真的有那么强吗 他再次问起 之前没人解答的问题 严守医沉生说道 国师现在是真正的凶神 就算是老天师复活 也未必能杀得了他 话音才落 后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通过后视镜 大家看到桃园村发生了爆炸 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 大家虽然不知道 桃园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却能够想象得到 那儿的惨烈程度 只怕现在国师 就在桃园村大开杀箭 也不知道祭秉他们 现在后悔了没有 另一辆车上 狗道士的脸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好恐怖的煞气 即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我都已经心生退意 妙计双手合十 脸色同样难看 国师一出 天底下恐怕没人 是他的对手了 就算是大哥出手 都难 老一辈相继死去之后 狗道士他们心里都认为 严绸是最强者 但见识过国师的恐怖之后 他们心里的第一 已经不再是严绸了 碰 突然 一辆烧焦了的汽车 从天而降 砸在严首一所在的车辆前方 车上 一名乌神山成员 艰难地爬了出来 他浑身烧焦 已经面目全非 看到严首一等人以后 艰难地伸出手 救 救我 救我 然而 还没等严首一他们下车 这名乌神山成员 已经断气了 龙飞城看到 这名乌神山成员的惨状 眼神里的坚定 又多了几分 当严首一绕过尸体 继续上路的时候 龙飞城在后排低声说道 严哥 如果国师追上来了 咱们就别逃了 你说什么 严首一全神贯注地开着车 并没有听清楚 龙飞城在说什么 龙飞城咬了咬牙 自言自语道 我一定会保护所有人 车子发动机在咆哮 这辆老旧的越野车 自打出产以来 就没有开过这么快 因此 严首一也没有听到 龙飞城在后排的低声 自言自语 潘石屹 纪饼等人 先后主动或被动出手 替严首一争取时间 可以说 现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大家用命换来的 所以 严首一不敢怠慢 带着众人开车急迟 也不知纪饼他们能撑多久 严首一心里其实很悲观 他见过国师出手的模样 如果在对付潘石屹等人的时候 国师对自己的身体 还有些不适应 那么对付纪饼等人的时候 国师的实力至少能恢复八成 纪饼他们 完全没有做好迎战的准备 全军覆没是唯一的结果 区别只是能拖延多久罢了 龙飞城拿着手机 时不时举高 想看看能不能收到信号 就在此时 他注意到 后方天空竟降下三颗 被大火包裹着的陨石 严格小心 龙飞城扑过去 强行扭转方向盘 整辆车子 瞬间侧翻到路边的水沟里 却也躲过了陨石的冲击 好险 严守医回过神来 赶紧解开安全带 从车里爬出来 然后直接将汽车翻正 车底盘已经严重变形 接下来的路 恐怕无法再开车了 二压抱着脑袋 感觉自己晕乎乎的 都快找不到北了 但山击和山炮情况还好 江庆雪和龙飞城 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严守医正盯着眼前 巨大的陨石坑看 一共三颗陨石 一颗落在我们面前 一颗落在狗叔叔他们那 还有一颗 恐怕是去找老金和长山了 他沉声说道 狗倒是和妙纪武僧 正带着老黄和重伤的寒三 至于茅山派其他六名弟子 严守医则让他们分散逃跑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份 鲁班叔下军的照片 巨大的陨石坑里火光冲天 那里已经沦为生命的境地 但严守医总觉得 陨石里似乎还有什么 突然 严守医看到坑中出现了一道黑影 他脸色大变 大家小心点 黑影从烈火中走出 却毫发无损 大家这才看清楚 他的真面目 这是一具由木头雕刻而成的法身 他只有身体四肢和脑袋 却没有五官 虽然看似制作粗糙 却已经具备了杀人的基本能力 这是木魁法身 江庆雪一眼认出其材质 这是长白山独有的火形木 国师应该只是临时制作 他们用来阻拦我们的 火形木水火不清 是炼制木魁法身的绝佳材料 如果再给国师一点时间 眼前的法身肯定会更加强大 但现在的他们也不容小觑 严守医注意到 这具木魁法身的身上 同样有着浓浓的煞气 应该是国师注入其中的 你们后退 让我来对付他 严守医拔出斩破刀 冲向木魁法身 没有五官的法身 看不出喜怒哀乐 只是一具杀人的兵器 他赤手空拳迎了上来 斩破刀一刀斩下 木魁法身抬起手臂 手臂上有黑金色的光芒流转 竟然硬扛住了斩破刀的攻击 这是用煞气驱动的金光咒 严守医脸色一沉 俯身一脚踢向木魁法身的关节部位 关节永远是最脆弱的地方 只要破坏掉关节 木魁法身也会立刻残废 战斗力大打折扣 可严守医的脚落下之时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到一旁 严守医心中大害 木魁法身竟然也会太极拳翼 这一招四两拨千斤 已经练得出神入化 严守医完全不敢相信 一具法身能够继承这种本领 唯一的可能便是 国师的太极拳翼已经登峰造极 他随便分神控制木魁法身 便已经能够使出眼前的这般效果 严格 用祖龙剑啊 斩他因果呀 龙飞城在一旁喊道 江庆雪摇头 有魂魄的东西才有因果 木魁法身只是国师奋出的一缕残魂 祖龙剑对他没有效果 那要怎么对付他 龙飞城担心不已 江庆雪眼神一宁 喊道 守医 入侵木魁法身的身体 抹掉国师的那一缕残魂 这由火形木打造出来的木魁法身 坚硬无比 且战力不俗 严守医肯定能把它收拾掉 但却也要花费不少时间 抹掉魂魄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严守医文言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利用邪佛的本领 让意识入侵木魁法身 他的意识犹如一只利剑 射进木魁法身体内 很快就找到国师的残魂 国师的残魂 不过拇指大小 却是有鼻子有眼 只是迷你版的国师 似乎早就料到 严守医会有这么一首 那一缕残魂 看到严守医的意识入侵 非但没有害怕 还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你们逃不掉的 我马上就过来了 这句话 让严守医心惊肉跳 他直接将这一缕残魂抹掉 然后趁机奋出一道魂魄 掌管了这句法身 让严守医稍微有些惊喜的是 三具木魁法身 竟然是共用一道残魂的 这也就意味着 严守医现在 也直接掌控了老金 狗道是 他们所遇到的木魁法身 这样一来 老金他们的危机就解除了 睁开眼睛 木魁法身已经不再攻击 后方的龙飞成松了口气 成了 但严守医却并没有感觉到轻松 他只觉得汗毛竖起 一股恐怖的危机感 从他的天灵盖 进到了脚趾头 他要来了 严守医长叹一口气 既病他们那么多人 也拖不住国师的脚步 江庆学也有所感应 他转身 看向火光冲天的桃园村 脸上露出绝绝之色 守医 你们先走 我来拦住他 拦不住的 严守医不想再看到 有人做无谓的牺牲了 就算是妈妈拼了命 又能拖住国师多久 一分钟 三分钟 到最后 国师还是会追上所有人 将大家赶尽杀绝 一缕黑影冲出桃园村 在圆月之下 张开了黑色的翅膀 星红的眼睛 如同两颗明亮的星星 直勾勾地盯着严守医 守医 狗道士 妙记武僧 老黄 还有那具被严守医所控制的 木魁法身 从树林中追来 他们与严守医会合 狗道士说道 韩三让我们藏起来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得知韩三暂时安全 严守医稍微得到一些安慰 总不能 所有人都死在这儿吧 我们不逃了 严守医咬牙道 我们就在这里 和国师拼一场 这场追与逃的游戏 几乎没有悬念 事到如今 严守一直希望 老金长山和茅山的六名弟子 能够将鲁班书下 卷传出去 无数人的心血 无数人的牺牲 才换来这部名教道典 只要他能够传世 一切都值了 他相信 即便自己倒在这里 民间教派和名门大派联手 肯定还是能战胜国师的 不过他心里还有一丝遗憾 他没能让父母团聚 没能亲眼看到两个孩子出生 没能来得及与妻子说一声再见 只是 这些遗憾都被他藏在心里 他深吸一口气 中气十足 声音洪亮的吼道 国师 出来一站 哄 下一秒 国师从天而降 坠落在地 他落地之时 四周掀起了强烈的冲击波 路边的越野车 被掀翻了十几米远 更近一些的树木 直接拦腰折断 龙飞城差点飞出去 好在有妙计站在他身后 帮他化解了冲击力 带着无尽的煞气 国师从深坑中飞出 稳稳地落在众人面前 让我数数 严守一 江庆雪 狗道士 妙计武僧 就只有你们几人 国师直接无视了 没什么战斗能力的二压他们 他不屑一笑 这可不行啊 就凭你们几人 连给我塞牙缝的资格都没有 严守一自知不是国师的对手 但他已经决定了嘛 只要大家合力 能够拖住国师就够了 然而 国师似乎早就看穿了 严守一的心思 他一招手 树林里瞬间涌出 更多木魁法身 竟朝着不同的方向追去 天空上 成群结队的木鸟 充当着国师的眼睛 他知晓着长白山 每一处的细节和动静 我既然已经做出决定 就没有人能够违背我的意愿 你们派出去 传播鲁班书下卷的那些人 很快就会死在他们的手下 国师冷笑道 老金 严守一喃喃一声 玄机眼神变得坚定 他相信长山 长山一定会保护好老金的 现在 该送你们上路了 国师冷哼一声 身后的翅膀化作无数条出手 朝着严守一等人鞭挞而来 阿弥陀佛 妙计武僧上前一步 脖子上挂着的佛珠 瞬间光芒万丈 他的身后竟出现 一尊巨大的罗汉法香 这罗汉三头六臂 怒目元征 足足有几十米高 他伸手接住那些触手 金色的法香 与煞气凝聚而成的触手碰撞 那无上的力量 竟然在灼烧着煞气 妙计的语气 不带任何情感 佛光天然克制煞气 罗汉法香紧紧抓住触手 强行将国师拽起 狠狠地砸向一旁的树林 一时间树木崩断 国师的本体 在地面上连砸三下 砸得大地都在颤抖 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国师吃亏 一时间 大家士气大振 纷纷期待地看着妙计 然而 国师完全没把妙计放在眼里 他一招手 身后立刻又生出了数百条触手 这些触手遮天蔽日 齐刷刷地刺向妙计 六条触手 妙计还能依靠着三头六臂接下 可这数百条 他怎么接 只是一瞬间 数百条触手便将罗汉法香刺穿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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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计胸前的佛珠也接连崩碎 崩得妙计浑身鲜血 随后 触手强行撕裂罗汉法香 死了 巨大的法香被触手撕成无数道碎片 最后化作金色佛光消散 破 妙计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如纸 甚至连战都站不稳了 龙飞城赶紧上前搀扶 妙计叔说 你没事吧 妙计沉声答道 罗汉法香被破 我遭到反噬 恐怕没有再战之力 这个国师 当真是强盗令人绝望 妙计已经是寒山寺排名前几的强者了 即便是放眼整个悬门 都能数得上号 他一出手 便召唤出几十米高的罗汉法香 若是换做李根苗来面对 只怕都要败在他的手里 可惜的是 现在的国师 已经不是之前的李根苗了 哈哈哈哈 国师收了触手 化作翅膀悬在半空中 放声大笑 还有谁 他骂的 狗道士剑妙计 被伤到这个程度 不由得怒火中烧 抽出一柄金钱剑 便冲了出来 让道爷我来会会你 国师低头看了狗道士一眼 不歇道 你 你不配 你试试就知道了 狗道士一转身 从宽大的道袍当中 扔出了一打厚厚的黑色道符 那些道符仿佛长了翅膀似的 随风散开 然后均匀地分布在国师的四周 将它团团围住 千变万化 一气而分 一变卫三 三气而成 三化卫武 武器凌军 北方大将 礼煞威神 刀山剑柱 枪刀如风 横娇奸起 寒黑昏蒙 速化天狱 收尽妖凶 急急如律令 狗道士挥舞着金钱剑 脚踩奇怪的步伐 天上的道符 奇奇燃烧 紧接着 所有道符都化作一柄泛着黑光 寒芒毕露的长剑 国师剑状 竟然露出一丝严肃之色 他缓缓收住翅膀 包裹着自己的身体 狗道士冷哼一声 一脚踏地 剑指国师 杀 这一声杀 响天彻地 所有的飞剑 瞬间刺向中心的国师 可那煞气形成的翅膀 却是死死地将国师保护着 飞剑刺在翅膀上 剧烈地颤抖 却就是无法刺穿 狗道士剑状 立刻咬破舌尖 将鲜血喷在金钱剑上 然后拽住那捆绑着 铜钱的红绳 嘶啦一声 红绳被扯下 金钱瞬间散落一地 可刚刚落地的铜钱 却是化作金光 飞向国师 铜钱似乎对飞剑 有加持的作用 当金光靠近之时 飞剑竟然变得更加凌厉 扑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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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飞剑刺破了翅膀 在翅膀内部穿行 如同一个巨大的绞肉机 破防了 严守依激动无比 这样总能伤到国师了吧 他从未见过狗道士 和妙计武僧权力出手 今日一见 当真感到震撼万分 这就是老一辈 强者的实力 狗道士也有些得意 尽管他也不相信 国师会这么轻易地死去 但能伤到对方 便是取胜的第一步 只不过 下一秒 狗道士的笑容 就僵硬在脸上了 天空中 那所有穿过 国师身体的黑色飞剑 尾部竟然都连带着 一根黑色的细线 狗道士能够感受得到 那些飞剑 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当所有飞剑 都穿过国师的身体以后 国师缓缓展开翅膀 他的身体 早已经千疮百孔 但国师并不在乎 那些伤口 正在飞速愈合 狗道士 你确实令我意外 但也只是意外 国师居高临下地 看着狗道士 冷冷一笑 随后他抖动翅膀 周围所有的飞剑 竟然都调转方向 指着地面上的狗道士 不好 狗道士脸色大变 急忙又丢出一打道符 那些道符排列在狗道士的面前 形成了一面浮墙 互相之间仿佛产生了共鸣 缓缓摆动 犹如水面上的波纹 国师大手一挥 所有飞剑化作剑语 朝着狗道士冲去 叮叮叮叮叮 飞剑撞在浮墙之上 却好像钻进了泥沼当中 他们虽然穿过浮墙 但力量也被卸掉 无力地掉落在地 狗道士脸色苍白 躲在浮墙之后心有余悸 要不是他提前不防 这些飞剑也能把他的身体 来回穿个千百遍 他可没有天煞诗魁的身体 只要一变就生死到消了 然而 还没等狗道士高兴多久 那已经穿过浮墙的飞剑 竟然颤颤巍巍地又飞了起来 什么 狗道士这才发现 飞剑的末端 竟然还连接着黑色的细线 他们依然被国师所控制着 雕虫小技 也想杀我 国师放声狂笑 操控着飞剑刺向狗道士 狗道士不得已 再次采取奇怪的步伐躲避 但他已经上了年纪 体力大不如从前 只是躲了一会儿 便气喘吁吁 可国师控制飞剑 还游刃有余 江庆雪看不下去了 他借来龙飞城的采卫剑 和严首一一起上前保护狗道士 切断了飞剑末端的黑线 飞剑便落在地上 消散成浮灰 但狗道士还是不可避免对中了几剑 身上也如妙计一样血淋淋的 状态并不好 该死的东西 狗道士嘴臭了一句 无奈承认自己是手下败将的事实 他的心已经沉到谷底 同时也在思考着后路 连他们俩都败在国师的手中 现在还能战斗的 只有江庆雪和严首一 即便他们俩联手 也不可能是国师的对手 首一 狗道士喊住严首一 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但却被严首一打断了 狗叔叔 您别说牺牲什么的话了 你我都很清楚 不管是谁牺牲 其他人也都不可能活着离开 狗道士轻叹一声 他确实想拉着妙计 一起和国师拼了 换眼手一和江庆雪离开 可他也知道 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罢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一起血战到底 大不了就是魂飞魄散 狗道士咬牙道 妙计也重新振作起来 只见他徒手 伸插进自己的丹田当中 从模糊的血肉里 抠出一颗金色的射利 阿弥陀佛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随后 他扔出射利 身后那原本已经破碎的 罗汉法香 再次凝聚 狗道士也忍着 身上伤口的疼痛 掏出一道血红色的道符 看向身边的老黄 他裂开满是鲜血的嘴 对老黄笑了笑 师父 这是您老鸭香底的道符 这次真是生死存亡之计了 要么你上 要么我上 老黄轻叹一声 随后缓缓迈出腿 狗道士健壮 直接跪在老黄面前 伸伸三叩首 国师根本不怕 他们还有什么伎俩 所以也不着急阻止 而是细血地看着他们 只见狗道士引燃道符 他的生命力 被道符吸取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 道符燃烧之后 化作一道流光 钻进老黄的身体里 老黄不舒服地咳嗽 摇晃着脑袋 随后狗搂着身体 像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突然 老黄仰头怒吼 身体瞬间长大数十倍 化作一条三十米高的恶犬 他长出了六颗脑袋 周身燃烧着黑色的夜火 眼睛里泛着血光 此时的狗道士和妙计联手 恐怕可以轻松灭掉 一个一流门牌 江沁学也不再藏着掖着 他一脚踏地 召唤出六十四道罗盘 四周风云变色 尽在他掌控之中 与此同时 天池的方向 再次飞来一群木鸟 银色的雷蛇 在他们周身环绕 准备好了吗 眼手一回头望向众人 在得到大家肯定的答复之后 他握紧斩破刀 带头冲了出去 国师 老子和你拼了 眼手一 江沁学 老黄 妙计一起出手 只为杀国师 国师依旧没把众人放在眼里 他收缩了所有的触手和翅膀 将煞气都收在掌心 形成了一颗黑球 这颗黑球 仿佛是一个小型黑洞 可以吞噬周围的一切 就连光都无法逃出 见眼手一等人冲来 国师随手扔出黑球 黑球落地 瞬间爆炸 化作万千黑丝 在天地间快速穿行 这些黑丝 如同连绵细雨 却锋利如刀 轻松将天上的木鸟 切割成无数碎片 老黄 也在片刻间 化作一团模糊的血肉 妙计使用射粒子 召唤出来的罗汉法香 也在寝刻间消散 眼手一冲在最前头 他的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口 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体表全都是粘稠的鲜血 完了 二鸭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脸上写满恐惧 所有人拼了命 都没办法战胜国师 我们死定了 山鸡和山炮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们除了绝望 还是绝望 眼手一冲了几步 最终跪在地上 他体内还有力量 但内心已经心力交瘁 面对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再努力 再拼命 都是无用功 改变不了结局 狗倒是倒下了 妙计叔叔倒下 老黄甚至没能留个全尸 母亲也尽力了 我 我还有希望吗 眼手一低着头 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 还那并陪伴他多年 此时却黯淡无光地斩破刀 国师从天而降 落在眼手一的面前 他的脸上 依旧带着细血之色 眼手一 你最终还是要死在我的手里 国师冷笑道 沁将留在你体内的煞气 虽然能让你 由于我的一战之力 但也仅仅只是一战之力罢了 你终究会输 更何况 你还控制不住那些煞气 眼手一缓缓抬起头 仅剩的一只眼睛望着国师 你已经拥有了天底下最强的力量 也有办法获得长生 为何还要抓着民间教派不放 掌控天下对你而言 就那么有吸引力吗 你懂什么 国师不屑道 你一出生 便是高高在上的沁将将军 而我这个国师 却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 你认为我贪恋权力 欲望滔天 何曾知道 当年我被人踩在脚下 无力保护至亲的痛苦 国师似乎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但他并不打算完全倾诉 他只是摆了摆翅膀 就像是千年前甩一甩长袍似的 想要洒脱的忘记一切 与你做了千年的对手 如今突然要杀了你 我还有些不适应 国师叹气道 我唯一能答应你的是 在你死之后 我会杀光你的所有亲人朋友 包括严仇和林子彤 但我会留下你的孩子 收他们为徒 严仇一自嘲一笑 你以为我会因此而感激你吗 他们会忘记你是谁 忘记林子彤是他们的母亲 他们会管我叫父亲 我会教他们我所会的一切 然后让他们接替我 掌管天下 国师说到最后 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原来他做的这一切 并不是为了仁慈 而是想要杀人诛心 那样的未来 严首一只是想一想 便觉得心如刀割 国 是 严首一咬牙切齿 他突然抓住斩破刀 刺向国师 但国师早有防备 一团煞气挡住了斩破刀 下一秒便划过严首一的腰部 将他的身体一分为二 严哥 龙非诚目睹着这一幕 目自欲裂 他跌跌撞撞地 跑到严首一身边 竟然全然不怕 身边还站着一个 天底下最强的凶神 严首一的身体被拦腰斩断 断口位置触目惊心 隐约能看到 一颗还在跳动的金色心脏 国师瞧了一眼 大笑 天书扬学 原来 你把天煞诗魁的心脏 藏在这里了 这里就是你的致命弱点 当初老金用一根扶桑木 替代严首一的心脏 让他的身体重新有了温度 但这根扶桑木 也是严首一唯一的弱点 其他的身体部位被破坏了 还有恢复的可能 但心脏被破坏了 即便是天煞诗魁 也必死无疑 龙非诚张开双臂 将严首一护在身后 双眼死死地盯着国师 你想杀我严哥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国师不屑一笑 龙非诚 你也配与我说话 若不是靠严首一 你在我的眼里 只不过是一只比蝼蚁 还要渺小的存在 我杀你一如反掌 有本事你就试试 这可是你说的 国师早就对这个 不知理书的小混混不满了 在桃园村的时候 这家伙还说什么 要杀光桃园村的人 就凭他 呵 一根油煞气凝聚的触手 突然刺向龙非诚 收拾龙非诚这种角色 国师甚至不想 多浪费半点力量 那触手的速度太快 龙非诚根本来不及反应 扑刺 触手直接洞穿 龙非诚的心脏 小龙 眼手一紧剩的眼珠子 都快要瞪出眼眶了 看到龙非诚受之致命一击 简直比自己受伤 要痛苦千万倍 龙非诚只是一个普通人 心脏被洞穿 几乎没有活命的可能 躺避当车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哈哈哈哈 国师猖狂地笑着 将龙非诚挑到半空中 似乎在玩弄一只小虫子 龙非诚身受重伤 嘴里止不住地流血 他自知命不久已 却又好像达成了某个目的 不仅没有悲伤难过 反而冲着颜首一笑了笑 颜哥 龙非诚双手抱住刺穿 他胸膛的触手 一边吐血 一边低声说道 我很庆幸 这辈子能够再遇到你 下辈子 咱们接着做兄弟 颜首一眼睛发红 并没有注意到 龙非诚话里有话 他只知道自己最要好的兄弟 马上就要死在自己的面前 突然 龙非诚发了风式地 撕开自己的衣服 他裸露的背上 竟不知何时有大面积的纹身 纹得全是奇怪的皱纹 此时此刻 龙非诚身上的皱纹 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国师眉头一皱 大为意外 在他眼中最弱小的龙非诚 竟然都藏有杀招 但国师依旧没把龙非诚放在眼中 一个普通人罢了 他能有多少本事 然而 下一秒 国师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体内的煞气 正在以一种十分恐怖的速度 被龙非诚强行抽取 你干什么 国师大惊失色 慌忙要将龙非诚甩出去 但龙非诚吸收了大量煞气 竟然变得力大无穷 反手死死地抓住那根触手 不让国师离开 龙非诚哈哈大笑 小爷我让你们看不起我 这回阴沟里翻船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眼手一震惊地看着龙非诚 他很快就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当初在前堂的时候 龙非诚必然是求文音师刘直巧 在他的身上闻了些什么 没想到 却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了 松手 松手啊 国师气急败坏 将龙非诚高高抬起 然后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龙非诚肉体繁胎 只是挨了几下 便已经粉身碎骨 但他的意志力强大 竟然还是咬死不松手 国师体内的煞气 正飞速被龙非诚吸走 他没有办法 只能再奋出几条触手 抓住龙非诚的四肢 松手啊 混账东西 国师怒吼道 龙非诚吃笑道 狗日的国师 狗日的里根苗 你们也不过如此 最终还是要败在我龙城浪里 小白龙龙非诚的手下 哈 目煞我眼 国师再也忍不住 猛然发力 那几条触手 瞬间将龙非诚的身体 撕扯得四分五裂 死了 龙非诚的鲜血 化作一阵血雨 落在严守医的身上 小龙 严守医在这一刻 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 他的眼睛里流着血泪 悲伤几乎将它淹没 温热的血雨 淋在严守医的脸上 他伸出手遮挡 下一秒又反手想要接住 这是他兄弟的血 严守医心里悲痛无法言表 他一时间甚至都麻木了 不知该说什么 不知该做出什么表情 不知该对谁倾诉 那可是龙非诚啊 自打严守医来到龙城后 他们这对难兄难弟 基本就没有分开过 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比林子彤 陪在严守医身边的时间 还要长 这个厚颜无耻 下见不正经的小流氓 这个总是喊着别人的父母 叫干爹干妈的家伙 这个老是将孤身走暗像 挂在嘴边的老色皮 他死了呀 混账东西 严守医忽然听到 国师嘴里传出恶毒的咒骂 他抬头一看 不由地愣住了 只见此时的国师 状态竟然十分不好 不仅脸色苍白 就连包裹着身体的黑色煞气 也有极大的削弱 严守医回过神来 惊觉这都是龙非诚的功劳 虽然不知道龙非诚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却实打实地吸收了 国师的煞气 大幅度地削弱了国师的力量 愤怒的国师 将龙非诚已经四分五裂的尸体 再次一阵蹂躏 这一幕落在严守医的眼中 他愤怒无比 伸手抓住自己下半截的身体 拼接在断口处 天煞施魁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本来已经完全被斩成两截的身体 正在飞速愈合 重新连接 如此诡异恐怖的画面 换作普通人 只是看一眼 恐怕就要被吓得昏厥过去 但现在严守一直想 快速恢复行动能力 哪怕多砍国师一刀 回头到了阴曹地府 和龙非诚相见 也算稍微有点颜面了 然而 就在此时 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黑光 净直落在严守医的面前 国师似乎察觉到什么 脸色大变 身后的煞气 化作无数条触手 像是利剑般朝严守医射来 哄 那道黑光突然爆炸 变成一个巨大的罩子 将严守医完全包裹 任凭国师怎么攻击 都没有半点作用 国师急了 他甚至不打算对一旁 毫无招架之力的狗 倒是他们赶尽杀绝 而是一门心思 只攻击这道黑色的罩子 似乎那里面的东西 对他而言十分重要 黑罩中 严守医惊讶地环顾四周 他其实可以看清周围的一切 只是不明白 为何会出现这个黑罩 他的面前 漂浮着一颗黑色的光团 从这个光团身上 严守医感觉到了一丝熟悉感 缓缓地 光团形成了一道人影 这道人影 严守医无比熟悉 正是他的好兄弟龙飞成 但不同的是 此时的龙飞成 却穿着一身古代重甲 整个人没有了 平日里那种猥琐的气息 反而是英姿萨爽 雄风威武 他抱着重重的头盔 见到严守医以后 直接单膝下跪 属下谢清仓 见过将军 他的语气微微颤抖 似乎极度兴奋 严守医见到龙飞成魂魄上载 也是格外激动 但他不明白的是 为何龙飞成是 这副打扮 还自称什么属下 什么谢清仓 你 将军 你已经转世投胎 想必已经不记得属下了 但没关系 属下永远都是您坚实的后盾 随时愿意为了将军上 刀山下火海 两肋插刀 渐渐地 严守医大概猜出 眼前此人的身份了 他就是那位 曾经跟着沁江将军 出生入死的副官 号称龙门飞将的谢清仓 更让严守医在意的是 原来龙飞成 竟然是谢清仓的转世 也就是说 二人早在千年之前 就已经是生死之交了 没想到千年之后 两人依旧是兄弟 龙飞成还是愿意为了严守医 上刀山下火海 两肋插刀 庆江将军的残魂 已经与鱼鼠公主一起消散了 严守医低声说道 谢清仓闻言 微微失神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冲着严守医笑了笑 将军达成了 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属下也死而无憾了 小龙是你的转世吗 他现在在哪 严守医担心地问 谢清仓答道 他的魂魄 尚在 只是意识暂时被我所控制 属下在与将军 您说上几句话 也会步上将军的后尘 所以 谢清仓的残魂 也一直藏在龙非城的魂魄当中 也只有在如今这个生死关头 他才终于现身 谢清仓回头 看向黑罩之外 还在不停攻击着黑罩的国师 他恨恨道 没想到我们几世轮回 国师却一直长生 千年的恩怨到如今都没能消除 想到国师的所作所为 严守一脸色阴沉地说道 庆江将军和国师的恩怨 或许已经一笔勾销了 现在是我与国师的死仇 老黄和龙非城 接连死在国师手中 严守一对他恨之入骨 他从未如此想杀一个人 谢清仓低声说道 在前堂之时 龙非城请求文音师 在他身上闻了控杀的鬼闻 他担心将军您会因为煞气而失控 所以 想要利用鬼闻 来帮助将军您克服煞气的侵扰 但代价 就是龙非城的生命 文言 严守一低头沉默 那个吊铃铛的家伙 竟然在背地里 做了那么多事 可是我却根本不知道 严守一觉得 自己这个做兄弟的 实在有些不称职 没想到 这次对付国师 却有了奇效 谢清仓又说道 龙非城牺牲了自己 吸收了国师体内一半的煞气 如今这些煞气 全都储存在属下的残魂当中 待属下将这些煞气 全部传给将军您 您便能拥有 与如今国师的一战之力 严守一惊讶万分 真的 可数量如此巨大的煞气 不会让我失去理智吗 更何况 你怎么把那些煞气传给我 谢清仓摇头笑道 龙非城死后 他的鬼闻会转移到您的身上 帮助您控制理智 另外 在千年之前 属下跟着将军杀敌 本就担任着替将军 吸收煞气的职责 所以将煞气传给您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 您手里还有一件 本就属于属下的武器 武器 严守一手里 一共就两件武器 一件是秦始皇的祖龙剑 另一件则是斩破刀 原来斩破刀 是谢清仓的配刀 严守一心里的疑惑 又解开了一个 庆江将军的武器是郑国剑 但郑国剑 并没有传到严守一的手里 而斩破刀的最初主人 也不是张三通 而是千年前的谢清仓 难怪刀身上 会有那样恐怖的煞气 斩破刀乃是一柄绝世神刀 只可惜 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气灵 所以才始终弱了 其他的绝世武器一等 倘若斩破刀也有了气灵 他必然是这世界上 最恐怖的绝世凶器 将军放心 煞气入体之后 不仅鬼闻能够帮助您保持理智 斩破刀也可以办到 将军 属下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外面情况危急 属下这边将所有煞气传给您 谢清仓自知自己 无法长时间留在严守一身边 所以在魂魄即将消散之际 也要助严守一最后的一臂之力 严守一看着外头 还在疯狂攻击着的国师 他心如止水 缓缓伸出手 握住谢清仓的手 不论你是谢清仓 还是小龙 你们都是 我严守一永生永世的兄弟 谢清仓文言 似乎回想起 当年跟着沁江将军 征战沙场的日子 他会心一笑 冲着严守一无言地点点头 兄弟之情 不用言表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谢清仓的身体逐渐虚化 化作一缕缕磅礴的煞气 钻进严守一额头上的鬼闻当中 煞气入体 严守一感觉头疼欲裂 但他并没有挣扎反抗 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外面的国师 小龙牺牲了生命 吸走了国师一半的煞气 大大压制了国师的实力 而这被吸走的煞气 如今到了严守一的身体里 这意味着 他也有与国师的一战之力 煞气在体内游走 断掉的身体 飞速愈合 严守一捡起斩破刀 缓缓爬起 周身附上一层细鳞 细鳞凯上更是有黑色的煞气游走 将军 您一定要杀死国师 替我们沁江国无数将士报仇 谢秦苍在弥留之际 留下了最后的夙愿 便彻底魂飞魄散 留在严守一面前的 只有龙飞城的魂魄 因为他的魂魄太过弱小 导致此时龙飞城 还并没有恢复理智 只是一道漫无目的的孤魂野鬼罢了 严守一一挥手 将龙飞城的魂魄 收入樱幕当中 随后他握紧斩破刀 感受了一番体内的澎湃力量 小龙 我不会辜负你的牺牲 黑罩之外 二压的半个身子 已经钻进泥土里了 在他看来 几方落败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等国师杀死其他人以后 就会轮到他们这几个火宝 江庆雪也看不到翻盘的希望 便低声对二压他们说 你们先走吧 记得把我们站死在 长白山的消息传出去 他心里也有遗憾 只是这些遗憾在大义面前 都算不上什么了 儿子倘若死在这里 他这个做母亲的 又怎么可能狗活 狗倒是和妙纪武僧身受重伤 甚至连移动的能力都没有了 他们只能脸色惨淡地 看着国师攻击黑罩 默默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国师疯狂攻击着黑罩 尽管他的实力大打折扣 但恐怖的威压 却一点都没有减少 出来出来 黑色的煞气 不断撞击在黑罩上 黑罩终于不堪重负 出现了一丝裂痕 国师脸上闪过激动之色 他再次凝聚力量 准备直接击碎黑罩 然后杀死严守一 砰 却不想 还不等国师出手 那黑罩竟然主动碎脸 破碎的黑罩碎片当中 完好无伤的严守一 从中杀出 他手持斩破刀 一道斜坯 国师躲闪不及 竟然被削掉了半个身子 守一 江庆学等人又惊又喜 他们本以为严守一 已经是穷途末路 没想到他竟然完好无伤 而且看模样 实力似乎又暴涨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国师遭到重创 立刻往后退了数十米 煞气开始修补他残缺的身体 国师的脸色 前所未有的难看 他死死地盯着严守一 此时的严守一 身后竟然也有一对黑色的翅膀 帮助他悬浮在半空中 他全身覆盖着黑色的细琳凯 额头上的鬼纹 像是燃烧着的黑色火焰 双眼星红 这才是杀神该有的样子 庆江将军 有那么一刹那 国师甚至以为 庆江将军又出现了 但他很快就确定 庆江将军早就魂飞魄散 此时在他眼前的 就是严守一 国师咬牙切齿 龙飞城偷走了我的煞气 把那些煞气都给了你 严守一淡淡点头 该死 国师怒不可遏 这个如蝼蚁般的存在 竟然坏了我的好事 我曾有无数次杀他的机会 却都没有下手 对国师而言 龙飞城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个人物 他的生死与否 都不会影响到大局 所以他甚至懒得杀龙飞城 却没想到 最后坏了他的好事的 竟然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小龙他不是什么小角色 严守一冷冷地说道 他是我严守一的手足兄弟 顿了顿 严守一接着说道 而你 杀了 我最要好的兄弟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国师也被激起了斗志 他嚣张地说道 即便你现在拥有了与我平起平坐的实力 但那又如何 我有千年积攒 靠的不仅仅是这些煞气 就凭你也想杀我 你认为我搬不到 严守一默默地用另一只手 拔出祖龙剑 国师可以说是当世无敌的存在 他是没有弱点的天煞施魁 但祖龙剑也可以被誉为当世无敌 因为他不管对方是谁 都可以一剑斩因果 就算是国师 遇到祖龙剑 也只有死路一条 再看到祖龙剑的一刹那 国师眼中闪过一丝慌张 但他心里也清楚 如今正是杀严守一的最好时机 这次若是不杀死严守一 放虎归山 等到严守一回到戎城 必然会卷土重来 到那时候 国师掌控天下 必定是重重受阻 所以 就算拼着有可能被祖龙剑斩去未来 国师也必须硬着头皮上 区区祖龙剑而已 国师虚张声势 像是恐吓严守一 也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他化作一道黑光 如同灵力的剑芒 刺向严守一 严守一也不甘示弱 调动浑身上下的煞气 同样化作一道黑光 与国师对撞 这才是当时最强之战 哄 两团冲天煞气相撞 引发剧烈的爆炸 爆炸的鱼波 将四周的草皮掀翻 树木折断 就连狗倒是他们 都翻了好几个跟头 江庆雪为了不让他们俩 受到二次伤害 赶紧使用奇门盾甲 为他们挡住飞沙走石 否则光是飞起的石子 都有可能把二人打成筛子 狗倒是剧烈咳嗽几声 嘴角又流出鲜血 他看着半空中 不断碰撞的两团煞气 不由得苦笑一声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没想到 道爷我也会有这么一天 他自认已经站在 人间比较顶端的位置了 放眼整个悬门 能打赢他的人 不超过两双手 结果现在看到 严守一和国师之间的战斗 他猛地发现 自己竟然插不进手 就算是他全胜状态下 此时贸然冲进 顷刻间被打得魂飞魄散 妙忌躺在一旁 虚弱地笑道 守一是天选之子 他迟早要与我们拉开差距的 只是我们想到 会是以这种方式 两人又想到了 那个极美礼貌的后辈 刚才他们亲眼目睹 他被撕成碎片 但那小子也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 削弱国师 增强严守一的实力 江庆雪低声说道 守一命中注定有这一劫 小龙兴许 就是破解命劫的关键 只是 严守一是他的孩子 龙非诚 为母亲的心肝宝贝 让别人的孩子 为自己家的孩子牺牲 江庆雪也十分心疼 二鸭从土地里钻出来 仰头对着天空加油打气 小主人 你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啊 半空中 两团煞气时不时碰撞 时不时追赶 时不时突然反击 严守一和国师如今的实力 已经在同一水平线上 他们一个是真龙子气 傍身的气韵之子 一个是活了千年的老妖怪 各自都有不同的招数 但一时间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严守一斩断国师的一条手臂 国师就撕扯掉严守一一条大腿 但两人的伤势 瞬间又会痊愈 紧接着展开下一轮的血腥战斗 不过在交手的过程当中 严守一也逐渐发现 国师的弱点 国师自愈伤势的速度 竟然要更慢一些 虽然不知道原因为何 但这绝对也是严守一的优势 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 抓住机会击败国师 金光照 掌星雷 五雷正法 严守一招数其出 国师也以同样的招数回应 这些法术往往会相互抵消 最后 谁也奈何不了谁 相比于严守一的冷静 国师反而有些着急了 他的目的可不是拖延时间 而是要杀死严守一 再去追杀老金长山他们 要是继续僵持下去 鲁班书下卷就会传播出去 届时 他想要再控制民间教派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金光照 眼看严守一竟然又使用金光咒这种无用的法术 国师有些恼怒 严守一 你就只会这些招数吗 眼前金光一闪 国师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找不到严守一的所在了 身后传来破空声 国师第一时间转身 操控煞气攻击 身后的人影瞬间四分五裂 国师这才惊醒 身后的根本不是严守一 而是被严守一控制的木魁法身 在头顶 国师警觉得好像一只受惊的老鼠 再次出手攻击 却发现依然是木魁法身 再 我一共就被严守一操控了两刀木魁法身 前两刀是法身 这最后一刀 一定是真身了 急于结束战斗的国师 立即调动所有力量 打算截杀严守一 他出手的同时 低头看去 来者果然是严守一 扑刺 黑色触手将下方的严守一动穿 国师的脸色 却疏然凝重 感觉不对 怎么没有流血 这 这不是严守一的真身 也不是木魁法身 而是扎指人的绝技 惊蝉脱鞘 当国师回过神来 想要收回触手进行防御的时候 却已经太迟了 身后金光闪烁 严守一的真身出现 他飞快地出刀 瞬间斩去国师的四肢 国师一边后撤 一边想要反击 但他的四肢恢复速度 却慢了半拍 已经跟不上严守一的节奏了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金 上帝赤下 火急凤行 又是一道五雷正法 正中国师的胸口 国师被这道金雷 劈得浑身颤抖 出现了一瞬间的僵直 严守一再进一步 斩断国师的触手 此时的他已经来到国师的面前 这一刀 是为小龙报仇的 严守一一刀刺穿 国师的胸口还没等国师反应过来 又将斩破刀拔出来 第二刀刺进国师的咽喉 第二刀 还是为小龙报仇 斩破刀再次拔出 国师的四肢已经复原完毕 严守一却眉头都不皱一下 瞬间后退 与国师拉开距离 国师心里庆幸 还好严守一这两刀都没有命中要害 只是对他略有消耗罢了 等到伤口痊愈 谁占上风还不一定 却没想到 本应该后退调整状态的严守一 突然反手握住斩破刀 然后狠狠地将之扔向国师 国师脸色大变 急忙用煞气阻挡 可斩破刀上燃烧起了熊熊离火 逼退那些煞气 扑呲一声 斩破刀 七根没入国师的眉心 从他的后脑勺穿了出去 国师双眼圆瞪 就算他是天煞失魁之躯 被斩破刀贯穿眉心 也依旧没那么好受 第三刀 依旧是给小龙报仇 国师以为严守一的连招 在此应该结束了 可下一秒 一股恐怖的寒意 从斩破刀中散发而出 那是冰川之力 斩破刀上的灵火熄灭 取而代之的是 件身上军裂分布的蓝色冰川之力 恐怖的寒气 几乎要将国师的思维冻僵 国师忍着痛苦 伸手握住斩破刀的刀柄 努力地将斩破刀拔出来 可斩破刀的刀柄上 竟然缠绕着足足三道掌心雷道符 道符瞬间燃烧 银色的电蛇垫的国师浑身颤抖 混账 混账 混账啊 国师怒不可遏地拔出斩破刀 没心处害人的伤口 仿佛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睛 严守一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国师扔掉斩破刀 发出最恶毒的诅咒 可当他抬起头来之时 迎接他的不是严守一 而是一柄青铜剑 祖龙剑 连续三刀 已经打得国师措手不及 节节败退 可言守一真正的杀招 却是隐藏在这最后一刻 他舍弃了斩破刀 利用斩破刀 为祖龙剑争取到了一丝机会 一丝杀了国师的机会 这一刻 严守一的心里五味杂陈 他想到了许多人的面孔 庆江将军 鱼鼠公主 联合 邹瞎子 老天师张印 严送方丈 驴巾掌门 还有 龙飞城 所有人的英龙笑貌 化作严守一心底里 最恐怖的悲伤和愤怒 最后揉成了 眼前国师那张惊恐的脸 以血为影 以气为霉 诸天荡荡 正无剑心 天地万物 皆为神剑 听我号令 扶妖灭魔 严守一生如红中 响彻天地 周身真龙紫气喷发 凝成一条紫色的游龙 围绕在祖龙剑之上 国师的面前 出现了一根肉眼看不见的死线 长白山消失了 国师的脸消失了 严守一的眼里 只剩下那一根线 只要将之斩断 国师没了因果 必死无疑 千年恩怨 今日消散 国师 你的日子到头了 这一件 问天 在严守一的怒吼声中 祖龙剑狠狠地 披在那根丝线上 天地间 仿佛有龙吟之声响起 国师的脸上 浮现出惊恐之色 他嘴里忍不住叫喊 不 不 不 哼 祖龙剑落下 国师的身体骤然爆炸 无数的黑色煞气 化作旋风 席卷周围 最后化作一道道黑光 冲天起 杀 杀了 江庆雪 睁大了美目 在天空寻找着国师的身影 但国师仿佛已经飞回烟面 就连一点碎片都找不到了 好像 是手艺营啊 狗道士和妙计 也是一阵狂喜 现在国师已经消失了 而严守一还漂浮在半空中 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太好了 二鸭 山鸡和山炮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随后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刚才的战斗太过惊心动魄 以至于他们甚至都忘记了自己能够呼吸 一口气愣是憋了五分钟没换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地面早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严守一在天空中摇摇欲坠 最后他还是摇摇牙 坚持着落在地上收回所有的杀气 手艺 江庆雪连忙跑过来 搀扶着严守一 询问他的状况 你还好吧 严守一长叹一口气 怎么了 江庆雪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那根线 我没能斩断 严守一自责地说道 国师在最后一刻逃走了 逃走了 江庆雪掐指一算 也算出 今日并非决战之时 他轻声安慰道 国师虽然逃走了 但他也被你中创 短时间内不可能卷土重来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鲁班书下卷 也能够传播出去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 我们都是大获全胜 是的 国师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接下来 严守一之需要修养生息 集结力量 对国师发起总攻 便可彻底解决掉 这个人间魔头 对其他人而言 这是大获全胜 是值得谈官相亲的事 但对严守一而言 他垂头丧气 并不像是打了一场胜仗的模样 因为他失去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 妈 小龙他 严守一红着眼眶 哽咽着 没法把话说全 不管是千年前的谢秦苍 还是这一世的龙非诚 他们都为了严守一 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 哪怕是生命 严守一不知该怎么还这个人情 也没机会还了 江庆雪能够理解儿子的自责 他轻轻地拍着严守一的后背 看着他伤痕累累的疲惫模样 心疼万分 他温声安慰到 小龙的魂魄上在 这是唯一的安慰了 是 严守一闭上眼睛 调整心态 过了一会儿 他才从悲痛中缓过神来 眼中再次出现坚毅之色 小龙为他豁出性命 他也不能一直沉浸在悲痛当中 现在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 他和江庆雪 先去看望了狗道士和妙计 又从东王葫芦里拿出丹药 暂时抑制一下二人的伤势 随后严守一派出三员 去寻找其他人的下落 六名茅山弟子无一例外 全部被国师在半路截杀 万幸的是 长山没有辜负严守一的信任 他保护了老金 虽然自己也身受重伤 严守一安顿好了其他人 利用煞气化作翅膀 直接追上老金和长山 他们总算是撑到了 手机有信号的地方 老金为长山疗伤 至于其他的事情 严守一打算亲自来做 他走到马路边 直接坐在鸡雪上 然后摸了摸口袋 那里有一根龙飞城之前塞给他的香烟 此时香烟上全都是血 但严守一眉在意 叼在嘴里点燃 猛吸了一口 他拿出手机 看着联系人列表 犹豫了一阵 第一个拨通林子彤的电话 虽然是凌晨 但电话只是响了两声 林子彤便接起了 大傻子 电话那头 林子彤的声音软软糯糯的 却充满了温暖 他刚刚似乎还在睡梦当中 但一听到手机铃声 就立刻醒来了 想到妻子和孩子 严守一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 他温声说道 臭丫头 是我 我 我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听到这四个字 林子彤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一下 他意识到 今晚可能发生大事了 从早上开始 他就联系不上严守一了 但这种情况是常态 虽然心理担心 但林子彤还是决定 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 尽量调整心态 不去担心严守一 发生什么了 林子彤的声音有些颤抖 担心之意再明显不过 严守一吸了口烟 缓缓将事情的经过说出 小龙牺牲了 老黄也死了 我拼尽全力 只是重创国师 却还是让他逃走了 说到最后 严守一难掩自己遗憾的情绪 国师错过杀他的最好机会 他同样也错过了 杀国师最好的机会 对严守一而言 这场战斗 仅仅只是打平手罢了 虽然相隔万里 但林子彤完全能够严守一 感同身受 得知龙飞城牺牲 林子彤也抑制不住的悲伤 你 快回来吧 林子彤带着一丝哭腔说道 我想见你 与其说是林子彤想见严守一 不如说是严守一 现在极度需要林子彤 失去了龙飞城的严守一 有多么脆弱 林子彤心里清楚 他也知道他现在很需要他的陪伴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答应了一声 随后调整状态 说道 我先挂了 下一个电话要打给老爸 反过来安慰林子彤几句以后 严守一拨通了严守的电话 严守似乎早有预感 今晚会发生什么 再度秒接 不等严守一开口 电话那头便先长出一口气 爸 我见到妈妈了 今晚我们就起程回家 明天中午应该能到家 严守一说道 严守沉默了一阵 问道 你们呢 没事吧 严守一这才将事情的经过说出来 严守听后 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同样的事情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 会有不同的结果 严守所看到的是 潘石屹等人死去 狗倒是等人重伤 同京城重现江湖 李根苗现出真身 当然 他同样也为龙飞城的死而感到痛心 安慰了严守一几句以后 严守带着歉意说道 李根苗是我的影子之事 我是有意瞒着你的 我担心 你会因此对他心生怜悯 不肯对他吓死手 至于同京城 最初我想派三龙去把同京城的魂魄带走 可却被叛命的李根苗 先一步带走了 同久化应该也是他杀的 这件事情 我也是现在才想通的 严守一回顾过去的种种 事到如今 他心里的疑惑已经全部解开 他也不怪罪父亲 对他隐瞒了那些信息 也不好奇 父亲还有没有更多的隐瞒 因为那些都不重要了 如今 他只想杀了国师 了结这一场恩怨纠葛 既然鲁班书下卷 已经编写完成 那便按照你的意思 发布出去吧 严仇略带疲惫地说道 列祖列宗在上 千百年来 我们鲁班传人的使命 总算要完成了 一旦鲁班书下卷发布 困扰着民间教派数千年的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大家都不用再承受痛苦了 严守一挂断电话 用手机登陆民间教派论坛 论坛里依旧气氛活跃 大家讨论的话题也十分丰富 有寻求庇护的 有找同行交流经验的 有指控民门大派 不过严守一接下来要发的东西 注定是一颗深水炸弹 会在论坛乃至整个玄门世界里 掀起惊涛骇浪 他默默地将所有鲁班书下卷的内容上传好 然后编辑标题 历史上首部民间教派道典 由无数鲁班传人 呕心沥血编写完成 研习此书 便可不再受舞弊三缺和命节影响 为了让大家相信帖子的真实性 严守一直接亮明身份 大致地介绍了一下鲁班书下卷的内容 而在末尾段 严守一特别写上了几段话 诸位同门 我是荣城民俗研究会的会长严守一 在过去的数千年时光里 我们民间教派一直扎根于民 行走世俗 保护苍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地活着 只会偿还上辈子欠的孽债 与其说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倒不如说我们生来就是命苦之人 前世的债却要今生来还 这不合理 所以鲁班传人们才代代相传 为了完成鲁班书下卷而努力 如今道典忠诚 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先辈们的牺牲 好好研读道典 回归正途 我思来想去 决定将道典命名为民教道典 纪念那些民教前辈们 从今天开始 民俗研究会正式改名为民教 同门们 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民门大派 而是那些妄图挑拨两派关系 实则为己谋私的坏人 我呼吁大家可以不计前嫌 放下过去的恩怨 不再区分民间教派与民门大派 而是团结在一起 成为天下的正义之士 扫除那些邪恶之人 民教的大门 永远对全天下的正义之士打开 最后 仅以此文纪念我最好的兄弟 龙飞城 严守一看着已经编辑好的文字 由于许久 还是将最后一段话删除掉了 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尽管严守一希望龙飞城的名字 能够被大家记住 但他最终还是觉得 那些不认识龙飞城的人 是不会把这个名字放在心上的 龙飞城真正在意的 也只有他认识的这些兄弟姐妹而已 编辑好了一切 严守一又认真地读了几遍 最后才点击发布 帖子发布前分钟 如同石沉大海 一个评论都没有 但五分钟之后 所有评论如约而至 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风尘道人 这是真的吗 居然是我们民间教派的道点 严读此书 真的可以躲过五壁三缺和命节吗 鸡脚嘎啦 应该不会有错 发帖的人可是我们的会长啊 会长都承认了 一定有用的 《为爱中》 我认真看过内容啊 这部道点水准极高 里面融合了如是道三家的思想精髓 却又不脱离我们民教的本质 奈何桥头看美女 我的天啊 我们民间教派也有 属于自己的道点了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 再受到五壁三缺的影响了 姓袁德元 苍天有眼 要是这部道点早些年出现该有多好 我的师父师祖他们 就不会死了 招招的禅使官 这部道点会长也有参与编写吗 会长太牛了 他救了我们所有人啊 第一 从今往后 我们民间教派再也不若人意等了 扬眉吐气的感觉 真他妈爽 无数评论 瞬间将帖子推到了最高点 每一条评论 都是激动万分 严守医甚至能够想象得到 那些人在抱着手机 喜极而泣的模样 是啊 这部道点一问是 不知能拯救多少人 严守医自己也是 被拯救的其中一员 他可以不用 再受死劫影响了 不用担心 看不到孩子长大的模样了 乳班传人仙辈们的愿望 终于完成了 帖子发出后十分钟 严守医的手机 就开始响个不停 王吉网 罗宁 阿公他们 疯狂联系严守医 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鲁明 袁建兴 赵丞相等人 也好奇不已 电话打不通就发短信 短信没人回 就联系林子彤等人 而严守医 只是将手机放在一旁 任期响个不停 他一个人坐在雪地里 抽着烟 静静地看着东方的鱼堵白 看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突破那层层云雾 照耀在大地之上 黎明时分 寒山寺的僧人们 早早便已经起床 小沙迷们生火做饭 清扫落叶 五僧们下山淡水 禅僧则开始入定念经 淡淡的香火味 弥漫在寒山寺 就连路过的鸟 也愿意在院内的树上 停留片刻 静听范音 然而 这种祥和与宁静 却突然被打破了 寒山寺西边的摩河塔 猛然爆发出一阵黑光 紧接着便是一阵地动山摇 就连丹水的五僧 都被震得跌落在地 神色震惊地望着摩河塔 江南省并不在地震带上 照理说是 不可能发生地震的 眼下寒山寺出现的异状 显然不是自然之力 那么就只有一个答案 摩河塔出问题了 作为新任方丈 同时也是寒山寺 住持的本恒禅师 急匆匆地赶往摩河塔 摩河塔下 妙华禅僧 喝退了其他僧人 独自守在摩河塔前 本恒赶到后 立刻询问妙华 妙华 发生何事了 妙华神色凝重 如灵大敌 镇压在摩河塔下的 严守医的恶念 实力突然暴涨 摩河塔不堪其扰 差点就镇不住他了 饶氏见过大世面的 本恒禅师 一时间也有些着香了 他吃惊得难难道 这才过去多久 摩河塔之强 就算把五个 本恒压在底下 都不可能 有逃脱的机会 严守医的恶念 是随着严守医 本体的强大变强的 如今恶念实力暴涨 意味着严守医 本体的实力也暴涨了 这小子离开 寒山寺才没几天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突然 本恒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大喝道 所有人 立刻下山 下山 妙华都觉得困惑 什么事儿 要让所有人下山 严守医实力暴涨 必然是有外物刺激 这恶念想要随之强大 就必须要从周围 吸收力量 本恒禅师解释过后 妙华立即明白了 随后他也有些惊慌失措 连忙跟着本恒 一起远离摩河塔 并且招呼着 所有寒山寺的僧人 一起下山 正所谓出家人慈悲为怀 僧人们下山的时候 路上若是遇到小动物 也会不由分说地 抱起来带下山 妙华和本恒是 最后离开寒山寺的 当他们确认寺中无人以后 正准备下山 忽然感受到背后发凉 一股邪恶 诡异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正从摩河塔中蔓延而出 他们一边下山 一边回头看 只见摩河塔周围 所有的植物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那些没来得及 逃下山的小动物 在被那邪恶力量 摩河塔底下镇压的恶念 正在吸取周遭的生命力 已强大自身 妙华心里一阵后怕 要不是 他师父发现端倪 及时赶大家下山 只怕此时 寒山寺里所有的僧人 都会被那小子的恶念 吸干生命力 寒山寺内 一片枯骨的场景 妙华想都不敢想 众人一直逃到山下 才看到恶念 停止吸收生命力 再回头看时 原本郁郁葱葱 生机黯然的寒山 已经变得光秃秃的了 好像是被大火烧过 僧人们忍不住念诵佛号 卫山中失去的生命超度 末了 有僧人忍不住问本恒 方丈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本恒并不想将真相 告诉这些僧人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吩咐道 摩河塔下镇压着一只妖物 近日封印恐有松动的危险 妙华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带着十位禅僧 不断念经稳固封印 同时在安排十名五僧 保证你们的安全 是 师父 妙华答应下来 但其他的僧人 却有些害怕 刚才那一幕 太过惊世骇俗 许多一辈子吃斋的和尚 都没见过这种 血腥恐怖的场面 想让他们再回到寒山寺 都需要一番心理建设 更何况靠近摩河塔呢 安抚众人心态的事 自然有其他的僧人会去做 本恒不需要考虑这些 他需要考虑的是 严首一为何会突然实力暴涨 还有他何时能去寻找降魔处 回来收拾掉他的恶念 总不能让寒山寺一直给他擦屁股吧 正在此时 一名负责监视民间教派动向的僧人 急匆匆地跑到本恒的面前 小声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本恒听后 先是露出震惊之色 随后拿过对方的手机 认真阅读着手机里的信息 妙华健壮 不由地询问 师父 发生什么事了 本恒放下手机 神色复杂 原来传说中的鲁班书下卷 实际上是民间教派 一直想要编写的道点 最新消息 严守一在长白山补弃鲁班书 下卷缺失的内容 写出了民教道点 这不经是剧作 并且毫无保留地 直接展示给所有民间教派传人 这 妙华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心里的震惊 要比本恒强烈十几倍 倘若真是如此 倘若民教道点真的有用 严守一恐怕会成为民间教派 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说什么流芳百世 都是小瞧他了 若往大了说 千百年后 严守一就是民教的开山祖师爷 民俗研究会也改名了 改叫民教 本恒笑道 严守一这是铁了心 要将所有民间教派传人收入麾下 要让所有人团结一致啊 这对我们名门大派而言 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名负责监视民间教派的僧人问道 本恒答道 若是换作其他人 说不准是好事坏事 但如果是严守一 那一定是好事 阿弥陀佛 妙华双手合十 自言自语道 如此看来 两派之争 很快就要结束了 嗯 是这样的 本恒点点头 随后看向光秃秃死气沉沉的寒山寺 严守一在长白山 应该也有一段奇遇 如今再和他交手 说不定 我也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如今只希望 这小子能尽早找到降魔杵 把镇压在魔盒塔下的恶念 赶紧给灭了 如此强大恐怖的恶念 留在寒山寺中 让本恒浑身不舒服 好像每天夜里睡觉 都抱着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似的 中午时分 同在江南省的茅山派 突然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据说来者浑身上下 杀意腾腾 气势汹汹 听说了消息的茅山派 倒是倾巢而出 纷纷持剑守在山门处 如临大敌 师兄 咱们这个阵势 难道是有什么妖魔鬼怪 要攻杀了吗 什么家伙这么不张眼 要挑战我们茅山派啊 不是妖魔鬼怪 但却比妖魔鬼怪恐怖得多 你没听说吗 来的是严守医 严守医 杀神 我靠 他来咱们茅山做什么 天知道呢 不过我今天一早就听说 严守医边写出了一部名教道典 还无条件传给了所有民间教派传人 现在整个民间教派兜了 他们对严守医感恩戴德 对他马首是瞻 阿长 师兄 咱们名门大派和民间教派势如水火 你说该不会是严守医统一了民间教派 现在要攻打名门大派 先拿我们茅山开刀吧 可嗨嗨 你别乱说 不过我真的有点害怕 茅山派弟子不明所以 但紧张的情绪已经在众人当中蔓延 不多时 弟子们看到一辆商务车 缓缓开到山门前 车听闻以后 一名浑身上下透露着杀意的年轻人走下车 有一些见过市面的茅山弟子 连忙小声议论 说这就是杀神严守医 严守医看了一眼茅山山门 轻叹一口气 回头喊道 我们到了 车上的其他人也下来了 分别是风韵犹存的江庆雪 身受重伤的狗道士 妙计和长山 以及老金等人 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被放在轮椅上 脸色依旧苍白的韩三 严守医他们此行到茅山派来 是顺路送韩三回山门的 韩三 你到家了 严守医笑着说道 以后没事别乱跑了 下次你可能就没那么好运 能遇到我了 韩三回想起这段时间的恐怖经历 却是轻松一笑 看他淡然的模样 似乎经历过这一次的磨难之后 也成熟了不少 谢谢你们送我回来 韩三对严守医说道 双胞胎表妹的事情 我记得清清楚楚 等我养好了伤 再去荣城找你讨债 行啊 到时候让小龙带你孤身走 严守医习惯性地说出小龙的名字 旋即笑容僵硬在脸上 韩三也有些尴尬 你回去吧 我们也着急回荣城 严守医道 嗯 后会有期 韩三冲着严守一点点头 然后对其他人说了声再见 便推着轮椅的轮子 滑向他的同门 结果刚一转身 轮子就卡到一块石头上 韩三使了几次劲 不仅没过去 还退回到严守医身边 我他妈 韩三郁闷极了 他咬牙切齿 使尽全力推动轮子 然后哀悠一声 他侧翻了 严守医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前将韩三扶起来 然后推着他的轮椅 走到毛山弟子们的面前 毛山弟子依旧防备着严守医 他靠近的时候 大家习惯性地往后退 结果严守医身边 一直都是真空地带 他无奈地说道 你们不来接你们大师兄回家吗 这时才有弟子反应过来 赶紧上前接过轮椅 送韩三到毛山 严守医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他本想再去斯德斯看一看 但奈何实在是没时间了 待会儿下了毛山 他们就乘坐飞机返回荣城 路上不会再耽搁 可正当严守医打算离去的时候 毛山弟子们的后方一阵骚动 随后便见一群穿着道袍的中年 倒是走了出来 为首之人留着两撇小胡子 有点僵尸片里阴书的味道 严守医猜测 此人就是韩三的师父 同时也是毛山派当代掌门 毕竟两人的气质实在太像了 这位掌门年轻的时候 搞不好也是舔狗 严守医 那名道长摸了摸胡子 眼神欣赏地打量着严守医 算起来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不过双方显然都听过 对方不少的传闻 根据严守医的了解 这位毛山派掌门 有个不太文雅的名字 他叫毛小三 这名字放在年轻人身上上 还过得去 但放在一个中年道长身上 多多少少有些违和感 所以一般江湖上 都直接称呼他为毛道长 或者毛掌门 至于后面两个字 能不提就尽量不提 见到前辈 严守医主动行礼 晚辈严守医 见过毛掌门 毛掌门摆了摆手 不必客气 你救下韩三的性命 我们毛山应该谢谢你才是 我和韩三是兄弟 自然不会见死不救 严守医谦虚道 毛掌门主动现身 与严守医说话 显然不只是为了 和他道谢那么简单 他一早就听说了 严守医边写出 鸣叫道典的消息 刚才听说严守医到访毛山 他立刻就赢了出来 守医 你若有时间 不妨在毛山休息几天 毛掌门提出邀请 严守医摇头拒绝 谢谢毛掌门好意 只是晚辈在长白山失去了几名伙伴 现在只想早点回荣城 将他们安葬 闻言 毛掌门露出同情之色 他想了想 走到严守医身边 低声对他说道 守医 我也不希望两派撕破脸皮 如今你编写出 名叫道典 我真心希望 你能够扛起民间教派的大梁 化解两派的矛盾和恩怨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随时可以与我联系 记住 只要你愿意 毛山会是你永远的朋友 严守医望着毛掌门 露出一丝微笑 民间教派不全是好人 名门大派也不全是坏人 正因为有毛掌门 本横方丈 老天师等人的存在 悬门才可能和平稳定这么多年 纷争不是大家的期望 和平才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望 严守医对毛掌门抱拳 轻声说道 七天之后 我兄弟的头期结束 我会召集民间教派 所有势力的领头人 在荣城见面 商议化解两派矛盾 另外 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宣布 到时候 还请毛掌门帮忙声援一下 哦 何事 我要集结两派所有力量 杀一个人 时隔将近半个月 荣城却已经被一股 突然南下的寒流 直接带进冬天 严守医等人下飞机的时候 本能地扯了扯衣领 防止冷风灌入衣服里 南北方的冬天不同 北方属于干冷 穿一件防风的衣服足以抵抗 而南方是湿冷 不管穿多少件衣服都不顶用 网友们戏称 南方的冷室魔法攻击 下了飞机 叶城福带队前来接人 一行人情绪不太高涨 路上没多聊 便启程回家 普通人的生活还是老样子 他们依旧早起 工作 吃饭下班 然后和家人团聚 严守医看到车窗外的夜景 心里稍稍有些安慰 像他这样的人 不论牺牲多少次 都不会被大众所熟知 但那并不重要 只要能看到百姓们 安居乐业的模样 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这也是名教道典中的核心思想 车队驶入荣城西湖的特殊通道 进入已经改名为 名教的民俗研究会当中 严守医远远地便看到 朋友们都在门口等着他 又或者说 是在等龙飞城 车子挺稳 严守医走下车 首先迎上来的是王吉王 他走上前 伸手拍了拍严守医的肩膀 然后轻轻叹一口气 一切静在不言中 下一个人是罗宁 他抿着嘴 眼神闪躲 一双手无处安放 严守医 小龙踏 他最终鼓起勇气 来面对现实 严守医默默地从胯包里 拿出一个小盒子 大概八掌大小 打开以后 里头是浅浅的一层白灰 罗宁愣了愣 结果以后 一时没绷住 怎么就剩这么点了 人家的骨灰都是一大盆 轮到龙飞城这儿 只剩下八掌大小 可见他死的时候 有多么壮烈 就连尸体都找不回多少了 啊 这个不是小龙 严守医意识到 可能误会了 赶紧安慰罗宁 这白色的是石灰 是用来保存盒子里的玉石的 那块玉石 是小龙在路上买的 他本来想亲手送给你 罗宁又愣住了 龙飞城 为什么送礼物给我 他赶紧从石灰中 找到那块玉石 发现竟然是个爱心形状的 一时间又语色了 其实罗宁对龙飞城 一直有一丝淡淡的喜欢 在别人看来 龙飞城 只是严守医身边一个 无足轻重的配角 他不靠谱 不正经 还经常干坏事 但他也总是给身边的人 带来欢乐 罗宁就喜欢这一点 也光是这一点 就足够了 罗宁不敢开口 因为他害怕开口没有回头路 一旦他们俩没成 最终肯定有一个人 要离开明教 他只能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 偶尔出来和龙飞城拌拌嘴 或许这样就足够了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龙飞城竟然也把他放在心上了 这心形玉石 是塑料的 罗宁又哭又笑 笑话龙飞城没脑子 上当受骗了 严守医咳嗽两声 我也看出来了 那小龙的骨灰呢 严守医两手一摊 尸骨无存 罗宁 兴许是提起龙飞城 大家就会不自觉地感到快乐 以至于在讲述一件 如此悲伤的事情之时 严守医也会不由地 开这种地狱玩笑 他们知道 别人或许会生气 但龙飞城一定会因此而开心的 罗宁抱着那块玉石走到一旁 怀念过去 和龙飞城半嘴的画面 气氛稍微缓和一些 其他的伙伴也纷纷上前 和严守医打招呼 但最重要的人还站在原地 他在等严守医 严守医穿过人群 来到林子彤的面前 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 该说的 他在电话里都说过了 此时此刻 只需要静静地感受 对方体温便足够了 林子彤轻轻地抚摸着 严守医的后背 难过地说道 我本来应该和你并肩作战的 保护好孩子们 你就是最伟大的 严守医微笑道 半个月不见 林子彤的肚子又带了一圈 即便是林子彤这种女强人 在怀孕期间也吃了不少苦头 想到自己马上要当妈妈了 林子彤便看向人群后方 那位长相十分清秀的中年女人 她就是我的婆婆吗 严守医牵着林子彤的手 想要拉着她 介绍给江庆雪 江庆雪却主动走上前 给林子彤一个拥抱 没想到我的儿媳妇居然这么漂亮 真是便宜 守医那个臭小子了 子彤 以后要是守医她欺负你 你就来找妈妈 妈妈一定帮你狠狠地揍她 替你出气 江庆雪虽然人到中年 但却一点中年女人的气质都没有 反而像是林子彤的同龄姐妹 二人交流起来 没有一点障碍 林子彤自幼丧母 从小缺失母爱 如今从江庆雪的身上 她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感觉 心里那块空落落的地方 也逐渐被爱填满 这时 严绸现身了 她不知是何时来的 却只是站在人群之外 默默地看着江庆雪 当大家发现严绸来了以后 便自觉地退到两边 为严绸和江庆雪 留出一条小路 严绸看着江庆雪 江庆雪看着严绸 二人的眼神仿佛能够说话 只是一个对视 便已经互诉了千言万语 严首一干咳两声 对林子彤说道 我们去莲花池看看妹妹吧 好呀 其他人也纷纷回过神来 忘记往一拍脑门 哎 我出门忘关窗户了 得赶紧回去一趟 这天是不是要下雨啊 大家赶紧回去收衣服咯 突然感觉肚子饿了 有没有人要 一起去食堂吃饭的 拄着拐杖的狗倒是急了 你们这些不懂事的瓜皮娃 谁来扶我们一下啊 阿公和赵一瑶赶紧上前 各自搀扶一人离开 众人各自找好理由借口 一分钟时间不到就散了 给颜绸和江庆雪 留下属于他们的时间 容成西湖畔 二人相对无言 突然 颜绸大步走上前 粗鲁地将江庆雪抱在怀里 然后狠狠地亲吻下去 江庆雪本能地 捶了几下颜绸的胸口 最后无力反抗 反而伸手勾住了她的脖子 没走远的颜首衣 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她皱了皱眉头 自言自语道 我该不会要当哥哥了吧 莲花池 那可怜的病地连里 只剩下妹妹的魂魄 显得有些孤独和无聊 颜首衣站在池边 伸长了脖子 小心翼翼地观察孩子的魂魄 确认孩子无恙 她才松了口气 明教到点出事之后 咱们的孩子 后代 再也不用经历五逼三缺了 林子彤笑着说道 有些事 有些牺牲 他们这一辈不去做 就要留给下一辈 颜首衣不想把麻烦留给后代 所以想尽快除掉国师 给后代们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林子彤又问道 小龙的魂魄上在 你有什么打算 颜首衣摇摇头 虽然魂魄上在 但小龙死了也是事实 按照自然规律 他应该去地府轮回 以他今生所作之事 下辈子应该能够投胎到一个富贵家庭 衣食无忧 现在龙非城头七未过 三魂未归 意识还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颜首衣也无法和他沟通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他不想离开呢 林子彤叹气道 颜首衣低声道 小龙做的已经够多了 继续留在这阳间 只是继续受苦而已 小龙自己做决定吧 以颜首衣夫妻俩的能力 想要留下龙非城轻而易举 但不可避免的龙非城 要付出一些代价 例如强行留在人间 等到转世投胎之时 就会被地府判官问罪 最终要判罚进地狱 吃不少苦头才能再入轮回 张三通法力无边 他早就看透了 这辈子要么留在人间 要么魂飞魄散 所以他不在乎 而温玉仙则是有太强的执念了 没能看到孙子孙女出生 他是不肯走吧 所以即便要多吃苦头 他也想要留在人间 爷爷严百祥 老天师张印 他们其实都有留在人间的能力 只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做 只能等头期那天 小龙魂魄完整 再问他的意愿了 颜首衣顿了顿 又说道 这次我虽然重创国师 但他早晚会卷土重来 而且必定要比现在强得多 我们必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才有可能战胜国师 你有什么计划 林子佟问 当务之急 自然是解决两派矛盾 所以我打算 在小龙他们的头期过后 召集各大民间教派势力的首领 来西湖见一面 之后 你的预产期就快到了 我趁机去一趟龙虎山 调和两派关系的同时 再把哥哥的魂魄接回家 现在颜首衣唯一担心的 就是林子佟肚子里的兄妹俩 没看到他们俩安全出生 颜首衣甚至不想 与国师展开最后的决战 还有一件事 需要费点心思 颜首衣说道 寒山寺的严送方丈 帮助我拔除恶念 封印在摩合塔之下 想要除掉恶念 必须去仙罗国 寻找降魔储 林子佟皱眉道 仙罗国限制诸多 我们人生地不熟 想找降魔储没那么容易 况且 你还有不少事情压着 还是派其他人去替你寻找吧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头期过后 就让阿公带队 去仙罗国找降魔储 颜首衣达道 恶念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他的威胁程度 不比国师低多少 林子佟虽然怀胎近九个月 行动不便 但却并不影响他动脑 二人在莲花池边商量着计划 一聊便是一整晚 颜首衣抵达荣城的第二天一早 民间教派其余的四大势力 便收到了来自荣城民教的邀请函 作为发布 民教道典的颜首衣 如今 在民间教派传人当中的威望极高 而他在这个时候送来邀请函 各方势力也都能猜出他的目的 这小子 想要一统民间教派了 颜首衣手握 民教道典 他绝对是一位 可以载入民间教派史册的人物 再加上他身上光环无数 与赤花会一战 更是让所有人看到 颜首衣的高尚品格 可以说 现在他在民间教派 简直是一乎百应的存在 在眼下的状况下 不管这些首领愿不愿意 最终都是要亲自去见 颜首衣一面顶 否则 无法服众 搞不好最后手下的人 全都跳槽去鸣教了 好在 颜首衣的手段光明正大 而且似乎 一切都还有商量的余地 这才让其他的首领 对颜首衣不是那么的抗拒 在邀请函送出的第二天 又有两条消息 在民教论坛上 被大家议论上热搜 第一 位于长安的新火帮 首领守牧人李仲熙 公开表示 会带着新火帮加入民教 一切以颜首衣为首 而他只是分管新火帮的 一名化石人 这条消息 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李仲熙和颜首衣私交不错 而且如今新火帮里的崔宇 徐志平 许前 银汤 黄英等人 几乎都是颜首衣的铁杆粉丝 重点在于第二条消息 第二 乌神山经历了两次折损 祭柄清除内鬼 桃源村全军覆没 如今成员已经不足两百 彻底衰败 甚至已经没有资格 和民教相提并论 所以 颜首衣派出了东北赵家 由家主赵正豪 和民教长老赵义尧出手 直接收编东北乌神山 乌神山剩余的成员 并没有想要反抗的意思 反而因为有了更强硬的靠山而开心 可以说是欢天喜地地加入了民教 这两条消息一出 民教的气势又上升了一大截 五大民间教派组织 其中三个都已经信严 只剩下雾都洪牙洞的周衍 与雍良省京城长林军的后进城 还没有表态 可想而知 这两位如今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而这一整件事 在民门大派当中 也受到了极高的关注度 毕竟 民间教派如果彻底完成统一 那对民门大派的威胁 可就直线上升了 而且如今民间教派拥有了民教道典 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那些之前处处针对民间教派 想要挑起两派矛盾的民门大派 此时静若寒蝉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局势 邀请韩发出的第三天 爆炸性新闻一条接一条 不仅刷爆了民教论坛 更是在民门大派的圈子里炸开了锅 毛山当代掌门毛小三 代表毛山派 感谢严守一对韩三的救命之恩 作为回报 毛山派承认民教的民门大派地位 宣布永不与民教为敌 这条消息一出 整个民门大派都震惊了 如今民教道典问世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民间教派与民门大派 已经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 但谁也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如果两派之间的矛盾 要有一个门派来带头化解的话 大家都以为会是龙虎三天师傅 可事实竟然是毛山派先开口了 聪明人在震惊之余 又发现了其中的妙处 当代天师于露明 现在正被所有人盯着 盯着他犯错 有心人就会借题发挥 削弱于露明的威望 继续挑拨两派关系 于露明虽然是化解两派矛盾 最有话语权的人 却不是最合适的人 此事由毛山派先开口 于露明再进行复合 他的压力会瞬间减小许多 果不其然 在毛掌门发出通告以后 其他的门派在第四天 就纷纷跟上了 龙虎山天师府 承认明教正统地位 不再与明教为敌 寒山寺承认明教正统地位 愿与明教交好 同时请求严守一 能够归还弟子长山 劳山剑派 承认明教正统地位 愿两派关系天长地久 武当派承认明教正统地位 武当山永远是明教的朋友 各大顶级门派接连发布消息 仿佛是私下里商量好了似的 有人又注意到了 这些消息的细节 所有顶级明门大派 都特指了承认明教地位 但并不是承认明间教派地位 也就是说 如果有明间教派组织 不加入明教管辖 这些顶级明门大派 可能就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万一还有明门大派对 明间教派出手 他们也没有义务帮忙 这无形之中 又是给周延与后进城增加了压力 这几天的风起云涌 实际上都是严守一计划好了的 如果时间充裕 他不介意一一上门游说 用行动来证明诚意 然后说服周延与后进城 但现在国师的威胁尽在咫尺 严守一就选择了强硬手段 收编乌神山 对周延和后进城施压 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 只需要等龙非城头七过后 严守一亲自面见周延和后进城 看二人的态度了 第七天 头七之日 明教挂上了白帆 义士堂里摆满了灵位 最显眼处的 自然是龙非城和老黄的 其余还有潘石屹 郑又谦 蓝奇欢等人 严守一对这些人没有吝啬 甚至还给倒霉送死的祭饼等人 都立了牌位 屡屡香火间 龙非城的魂魄飘在半空中 他像吸烟似的 拼命秀着灵位前的香火 原来死了是这种感觉啊 真奇妙 我好像存在 又好像不存在 我可以成了风费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现在太弱了 罗宁在一旁忧愿地说道 现在的龙非城 就是最低级的鬼 通过这些香火 和严守一味给他的一些惊魄 才让他能在白天出没 不至于被阳光烧死 龙非城回头看向罗宁 尴尬地说道 那什么 玉佩的事情 我知道 你这个狗东西 罗宁恨得咬牙切齿 那天 他收到严守一帮忙 带回来的新型玉佩 其实心里感动坏了 当天晚上躲在被窝里 哭成泪人 可是第二天 罗宁发现 严守一竟然陆续登门 拜访了赵一瑶 陆采薇 诸葛莲 甜卷 夏之 还有一群罗宁 甚至都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的女人 他们全都收到了新型玉佩 罗宁那时候才知道 龙非城这个狗东西 根本不明白他的心意 他也知道 玉佩是塑料的 所以经过江南的 一屋小商品超市的时候 直接批发买了一堆 为了到时候好送人 他还分别在盒子上 写上了名字 严守一后来 在收拾龙非城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这些盒子 所以才擅自做主 把礼物全都送出去了 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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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下了老娘一晚上的眼泪 罗宁气得咬牙切齿 要不是看现在龙非城太弱了 他肯定忍不住要动手 龙非城很是无辜 我只是想给所有女人等量的爱 想给大家一个家罢了 我有什么错 投契的丧事举行了一整天 龙非城就在林卫旁边 吸了一整天的香火 前来调研的宾客有不少 其中一部分 是来与祭炳做最后告别的 这些人就是曾经乌神山的成员 现在他们已经被迫加入明教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严仇带着江庆雪 魏长青 狗道士 妙忌等人 与潘石屹等人告别 曾经的兄弟 后来的仇人 随着对方的魂飞魄散 一切恩怨都到头了 这次长白山之行 狗道士和妙忌身受重伤 实力大打折扣 这辈子 恐怕都无法回到巅峰状态了 他们俩吊咽的时候 还裹着纱布 打着钢钉 模样看起来十分凄惨 等到所有仪式结束 严首一送走了宾客们 才终于有时间 坐下来和龙飞城谈谈心 深夜 山鸡窝在山泡的背上睡觉 二鸭则是坐在 仪式堂的门槛上 吃着棒棒糖 严首一还没开枪 龙飞城便抬手阻止 严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再等等 等 等什么 严首一诧异 就是在等等 这时 耳间的二鸭突然站起来 对严首一说道 小主人 外面好像又有客人来了 头期的丧事已经结束 名单上的宾客 今日都来齐了 严首一不知道 这大半夜的 还有什么客人会来 很快便有 名教成员前来通报 得知来者 竟然是袁建兴 严首一赶紧起身 亲自出去迎接 来到名教大门外 严首一看到袁建兴 他的身边 还跟着一位老者 老者年事已高 但却在寒冬腊月 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背心 露出他精壮的胳膊 有黑的皮肤 普通老人到这个年纪 不足拐杖 就算是身体健康了 可老人不仅生龙活虎 甚至还满身剑子肉 一拳搞不好 能打趴下三个25岁的程序员 活脱脱一个归先人的形象 严首一疑惑道 这位前辈是 袁建兴拱手介绍道 这位是我们劳山剑派的大长老 同时也是当时 当之无愧的第一助剑师 劳山剑派的大长老 名为袁九剑 是劳山派当代辈分最高的前辈 就算是劳山派当代掌门 都要尊称袁九剑一生师伯 别看袁九剑年事已高 但他的身体倍儿棒 满身的剑子肉 让剑美冠军都要羡慕不已 只可惜骨头缩水了点 身高不到1米5 袁建兴又介绍道 我的那柄桃星剑 是大长老的关门弟子所著 桃星剑的威力 严首一是剑士过的 袁建兴的战斗力 依靠着桃星剑 至少提升了30% 如此厉害的剑 居然还只是袁九剑徒弟的作品 可想而知 袁九剑有多么厉害 只是严首一不明白 为何袁建兴要带着袁九剑 来他们鸣教 难道是因为 明天鸣教要接待 其他民间教派势力首领的事 严首一提出自己的疑惑以后 袁九剑捋着胡子说道 老夫在20年前就已经决定 此生不再铸剑 这20年间 不管是谁花多大的代价 来请老夫出手 老夫都没有答应 但就在前不久 有个有趣的后辈 请求老夫为他铸剑 老夫本不想出手 但听了他的故事后 思索再三 决定重出江湖 出手相助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严首一要是还猜不出 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他就真的是大傻子了 严首一回头看向 飘在半空中的龙飞城 龙飞城黑黑一笑 先是十分有礼貌地 对着袁九剑作一行礼 然后才冲着严首一笑了笑 我等的人到了 不好意思 前辈 关于铸剑之事 我们还没有商量好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严首一带着歉意 对袁九剑弯腰 然后拽着龙飞城到一旁 小龙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严首一黑着脸说道 你要给斩破刀当刀魂 这事儿 你怎么没有提前与我商量 斩破刀本就是一柄传承千年 吸收无数煞气的绝世神兵 但它不像祖龙剑那样 有真龙子气加持 所以离真正的神兵 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如何弥补这个距离 谢勤仓在魂飞破散之前 便已经告诉严首一答案了 为斩破刀寻找一个气灵 也就是刀魂 一旦斩破刀有了刀魂 它将会上升到一个 十分恐怖的高度 甚至可以与祖龙剑分庭抗礼 这也意味着 严首一的战斗力 也能大幅提升 但这个方法 存在另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气灵 都需要在其自愿同意的情况之下 由厉害的驻剑师 将其魂破封印进兵器当中 谁会愿意 永远被封印在一把冷冰冰的武器里 从此失去自由 可以说每一柄拥有气灵的武器背后 必然有一段令人垂泪的故事 真正影响这些武器的 不是气灵 而是气灵和武器主人之间的感情羁绊 面对严首一的质问 龙飞城显得十分淡然 他嬉皮笑脸地说道 其实在前堂 请留奶奶给我闻音时 就已经知道了 我的前世是谢秦苍的事了 那时候我也更加清楚自己的使命 那就是和颜哥 你并肩作战到底 后来我悄悄联系袁剑星 把我的想法转告给了袁九剑长老 没想到 长老竟然真的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身上的鬼闻 是为颜哥你而闻的 目的是帮助你控制煞气 代价是我的性命 我生怕自己死后 没办法再与你并肩作战 所以一早就选择成为斩破刀的刀魂 袁九剑长老 也是因为我们俩的感情 才决定出手帮忙的 严首一打断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成为刀魂后的结果 无法转世投胎 永生永世被封印在斩破刀内 可能在你死了以后 斩破刀又被其他人得到 我也会成为其他人的伙伴 又或者在某次战斗中我不敌对方 最终和斩破刀一起彻底消失 这些结果我都考虑过了 龙非诚真诚地说道 他这个人向来不正经 十句话有九句都在开玩笑 但这一次龙非诚无比的真诚 严首一望着龙非诚 半想不知该说什么 最后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摇头说道 小龙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我欠你的都太多了 这一次我不允许 你再牺牲了 放下这里的一切 去转世投胎吧 袁九剑突然出现在严首一的身边 插嘴道 老夫提醒你们一句 铸剑之事并不是随时都可以 像斩破刀这种绝世神兵 铸剑之前需要挑选十日 老夫之前已经算过了 最好的住间日就在今晚 过了今晚 可就要再等十五年了 袁九剑眼神深处藏着一丝热切 似乎他也想要完成这柄绝世神兵 对于他而言并不在乎龙非诚最终的结果 因此他会在暗中说服严首一 虽然袁九剑的行为加带了私人欲望 但这也合了龙非诚的意 龙非诚趁机说道 颜哥 难道你不觉得 我成为刀魂之士是冥冰之中的定数吗 袁建新也劝说道 我们也不想小龙就这么离开 况且你应该尊重小龙本人的想法 不管旁人怎么劝 严首一还是坚持不同意 龙非诚没办法 飘到严首一面前 认真的说道 颜哥 坦白说变成刀魂 我也很害怕 那你为什么还非要成为刀魂 因为我更害怕颜哥 你打不过国师 龙非诚低声说道 颜哥 你对我很好 罗宁他们也是 但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保护我 可我也想保护你们一次啊 国师还没死 你让我怎么放心去 转世投胎 颜首一沉默了 他的想法也动摇了 颜会长 时间不等人 袁九剑轻声催促 颜首一长叹一口气 他最终松口了 那就按照小龙的意思来吧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松了眉头 颜首一取出斩破刀 交到袁九剑的手里 斩破刀本来通体有黑 后来经过冰川莲子的点化 上面布满了冰蓝色的裂痕 反而给斩破刀增添了一丝妖异感 自打颜首一能够控制煞气以后 妙计留在斩破刀上的佛门六字真言封印 就消失不见了 但这是好事 斩破刀的力量将不会再被限制 给了晓妮编天封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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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